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四十二年 以其赐子安国君为太子 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 安国君有所胜爱姬 立以为正夫人 号约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无子 安国君中南明 子楚 子楚母约下姬 无爱 子楚为秦至子于赵 秦术公赵 赵不胜礼子楚 子楚 秦朱树聂孙 执于诸侯 车臣尽用不饶 居处困 不得已 吕不为甲寒丹 见而连之 曰 此其或可居 乃网见子楚 说曰 无能大子之门 子楚孝曰 且自大君之门 而乃大无门 吕不为曰 子不知也 无门呆子门而大 子楚心之 所谓 乃隐于作 申于 吕不为曰 秦王老义 安国君的位太子 切闻安国君爱姓华 阳夫人 华阳夫人无子 能力是四者独华阳夫人儿 今子兄弟二十余人 子幼居中 补 圣剑姓 久职诸侯 及大王兽 安国君立位王 则子无稽的与长子及诸子弹幕在前者争 为太子已 子楚曰 然 为之奈何 吕不为曰 子平 克于此 非有以奉献于 清及结兵克也 不为虽平 请以千金位子西游 世安国君及华阳夫人 立子未誓四 子处乃顿守约 必如君策 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为乃以五百金与子处 未禁用 结兵克 而父以五百金买其物完好 自奉而息 由情 求见华阳夫人姐 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 因言子楚贤智 结诸侯宾克遍天下 常曰 楚也以夫人为天 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 夫人大喜 不为因使其解说夫人曰 吴文之 以色是人者 色衰而爱持 今夫人是太子 甚爱而无子 不以此时早自结于 诸子中贤孝者 举例以为是儿子之 夫再则众尊 夫百岁之后 所子者为王 终不失事 此所谓一言而万事之利也 不以繁华时数本 吉色衰爱持后 虽欲开一语 尚可得乎 今子楚贤 儿子之中难也 似不得为是 其母又不得性 自负夫人 夫人臣以此时拔 以为是 夫人则竟是有宠于情矣 华阳夫人以为然 臣太子间 从容言子处之于赵者 决贤 来往者皆称欲之 乃因替契约 妾信的冲后宫 不信无子 缘的子处立以为是 四 以脱妾身 安国君许之 乃与夫人客御服 约以为是四 安国君及夫人因后溃疑 子楚 儿请吕不为父之 子楚以此名欲益胜于诸侯 吕不为取含丹朱姬绝好善武者与居 知有身 子处从不为隐 见而说之 应其未受 请之 吕不为怒 念夜以破家为子处 欲以吊旗 乃遂献其姬 姬字逆有身 至大旗 十 身子镇 子处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 始王以为邯丹 即 赵玉莎子处 子处与吕不为谋 行经六百经语 守着立 得托 王父秦军 遂以得归 赵玉莎子处妻子 子处夫人赵豪家女也 得逆 以故母子敬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 轰 太子安国君立位王 华阳夫人为王后 子处位 太子 赵玉凤子处夫人及子正归秦 秦王立一年 轰 是位孝文王 太子子处代立 是位庄襄王 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位 华阳太后 真母下姬尊以为下太后 庄襄王元年 以吕不为位臣相 封为文姓侯 石河 南洛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 轰 太子正立位王 尊吕不为位相国 号称 重父 庄襄王年少 太后时时 妾思通吕不为 不为家同万人 当逝时 位有姓陵君 楚有春申君 赵有平原君 其有孟长君 皆下誓喜宾客以乡 清 吕不为以秦之强 修不如 一朝至世 后遇之 至时刻三千人 世时诸侯多便是 如寻清之徒 著书不天下 吕不为乃使其刻仁仁者所闻 吉论以为八揽 六论 十二计 二十余万言 以为背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吕氏春秋 不嫌阳士门 玄千金其上 严诸侯游士兵客有能 增损一字者与千金 始皇帝一状 太后迎不止 吕不为孔爵或吉计 乃思求大英人 落矮以为舍人 十纵 畅乐 使矮以其因关同伦而行 令太后闻之 以但太后 太后闻 果欲思得之 吕不为 乃静烙矮 诈令人以服罪告之 不为又因为太后曰 可是诈服 则得给世中 太后 乃因后赐主服者力 诈论之 把其须眉未患者 遂得是太后 太后思语通 绝爱之 有 申 太后恐人之之 诈补当毕时 喜功居庸 烙矮常从 赏赐甚后 是皆绝于烙矮 烙 矮家同数千人 诸客求换为烙矮设人千余人 始皇七年 庄襄王母下太后轰 孝文王后约华阳太后 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夏太后 子庄襄王葬指阳 故夏太后独别葬渡东 约 东望无子 西望无夫 后百年 庞当有万 嘉义 始皇九年 有告烙矮时非患者 常与太后撕乱 身子二人 皆逆之 与太后谋约 王吉红 以子位后 于是秦王夏立志 拒得秦时 是连向国屡不韦 九月 怡老矮三 卒 沙太后所申两子 而遂千太后于庸 朱老矮设人皆没其家而千之属 王玉诸相国 为其奉先望攻打 及宾客便是位游说者众 王不忍制法 秦王十年十月 免相国屡不韦 及其人矛交说秦王 秦王乃迎太后于庸 归赴咸阳 而出文姓侯救国河南 遂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 请文姓侯 秦王恐其为辩 乃次文姓侯书曰 君 和公于秦 秦风君河南 十十万户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父 其与家属喜处属 吕布 唯自渡烧清 孔诛 乃隐阵而死 秦王所加入吕布韦 落矮皆已死 乃皆复归落矮设人 签署者 始皇十九年 太后轰 侍卫帝太后 与庄香王会葬纸阳 太史公曰 布韦及落矮贵 封号文姓侯 人之告落矮 矮文之 秦王燕左右 未发 上之拥骄 矮恐获其 乃与党谋 矫太后喜发促以反其年功 发力公矮 矮败王走 追战之好志 遂灭其宗 而吕布韦由此处矮 孔子之所谓 文 者 其吕子乎 所引述赞 布韦吊齐 伟至子处 华阳历四 邯郸县女 吉封河南 乃号重负 喜数城邦 玄金作语 筹策继承 富贵私取 史记 吕布韦列传 吕布韦者 扬笛大古人也 往来犯贱卖贵 加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 太子死 其四十二年 以其赐子安国军为太子 安国军有子二十余人 安国军有所胜爱姬 立以为正夫人 昊曰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无子 安国军中难民 子处 子处母曰下姬 无爱 子处为秦至子于赵 秦术公赵 赵布圣礼子处 子处 秦诸树聂孙 执于诸侯 车臣尽用不饶 居处困 不得已 吕布韦甲邯 见而连之 曰 此其或可居 乃网见子处 说曰 无能大子之门 子处孝曰 且自大君之门 而乃大无门 吕布韦曰 子不知也 无门呆子门而大 子处心之 所谓 乃隐语作 生语 吕布韦曰 秦王老义 安国军的魏太子 妾闻安国军爱姓华 阳夫人 华阳夫人无子 能力誓四者读华阳夫人儿 金子兄弟二十余人 子幼居中 补 圣剑姓 九职诸侯 即大王轰 安国军立魏王 则子无稽的 与长子及诸子弹幕在前者真 魏太子矣 子处曰 然 魏之奈何 吕布韦曰 子平 克于此 非有以奉献于 清吉节宾客也 不韦虽平 请以千金魏子西游 是安国军及华阳夫人 立子魏誓四 子处乃遁守约 必如军策 请得分秦国与军共之 吕布韦乃以五百金与子处 魏敬用 节宾客 而父以五百金买其物完好 自奉而息 由秦 求见华阳夫人姐 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 因言子处贤智 节诸侯宾客遍天下 常曰 处也以夫人为天 日夜弃司太子及夫人 夫人大喜 不唯因使其解说夫人曰 无闻之 以色是仁者 色衰而爱持 今夫人是太子 圣爱而无子 不以此时早自劫于 诸子中贤孝者 举例以为是儿子之 夫在则众尊 夫百岁之后 所子者为王 终不失事 此所谓一言而万事之利也 不以繁华时述本 即色衰爱持后 虽欲开一语 尚可得呼 今子处贤 儿子之中难也 赐不得为是 其母又不得性 自负夫人 夫人臣以此时拔 以为是 夫人则竟是有宠于情矣 华阳夫人以为然 臣太子间 从容言子处之于赵者 决贤 来往者皆称欲之 乃因替契约 妾信的冲后宫 不信无子 原的子处立以为是 四 以脱妾身 安国君许之 乃与夫人客欲服 约以为是四 安国君及夫人因后溃疑 自处 儿请吕不为父之 自处以此名欲益胜于诸侯 吕不为取含丹诸姬 绝好善武者与居 知有身 自处从不为隐 见而说之 因其未受 请知 吕不为怒 念夜已破家位自处 欲已掉其 乃遂献其机 姬自逆有身 至大齐 十 生子镇 子处遂立即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 始王已为邯丹 即 赵玉莎子处 子处与吕不为谋 行经六百经语 守着力 得托 王妇秦君 遂已得归 赵玉莎子处妻子 子处夫人赵豪家女也 得逆 以故母子敬的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 轰 太子安国君立位王 华阳夫人为王后 子处位 太子 赵玉凤子处夫人及子正归秦 秦王立一年 轰 侍位孝文王 太子子处代立 侍位庄襄王 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位 华阳太后 真母下姬尊已为下太后 庄襄王元年 以吕不为位臣相 封位文姓侯 石河 南洛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 轰 太子正立位王 尊吕不为位相国 号称 重父 秦王年少 太后时时切私通吕不为 不为家同万人 当逝时 位有姓陵君 楚有春生君 赵有平原君 其有孟长君 皆下世喜宾客以乡 秦 吕不为以秦之强 修不如 一朝至世 后遇之 至时克三千人 逝时诸侯多便是 如寻清之徒 诸书不天下 吕不为乃使其克人 忍者所闻 即论已为八揽 六论 十二计 二十余万言 已为背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吕是春秋 不嫌阳士门 玄千金其上 言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 使皇帝一状 太后迎不止 吕不为恐绝或几己 乃思求大英人落矮以为舍人 十总 畅乐 使矮以其英官同伦而行 令太后闻之 以但太后 太后闻 果欲思得之 吕不为 乃静落矮 诈令人以服罪告之 不为又因为太后曰 可恃诈辅 则得给侍中 太后 乃因后赐主辅者力 诈论之 拔其须眉未患者 碎得是太后 太后思语通 绝爱之 有 申 太后恐人之之 诈捕当毕时 喜功居庸 老矮常从 赏赐甚后 是皆绝于老矮 老 矮家同数千人 诸客求换为老矮设人千余人 始皇七年 庄襄王母下太后轰 孝文王后约华阳太后 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夏太后 子庄襄王葬指阳 故夏太后独别葬渡东 约 东望无子 西望无夫 后百年 庞当有万 嘉义 始皇九年 有告落矮时非患者 常与太后撕乱 身子二人 皆逆之 与太后谋约 王吉红 以子位后 于是秦王夏立志 聚的秦时 是连向国屡不韦 九月 宜老矮三 族 沙太后所申两子 而遂千太后于庸 朱老矮设人皆没其家而千之属 王玉朱相国 为其奉先望攻打 及宾客便是为游说者众 王不忍制法 秦王十年十月 免向国屡不韦 及其人矛交说秦王 秦王乃迎太后于庸 归赴咸阳 而出文姓侯救国河南 遂于 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 请文姓侯 秦王恐其为辩 乃次文姓侯书曰 君 和宫于秦 秦风君河南 十十万户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负 其与家属喜处属 律步 为自度烧清 恐诸 乃隐阵而死 秦王所加路屡不韦 落矮皆已死 乃皆复归落矮设人 签署者 始皇十九年 太后轰 侍卫帝太后 与庄香王会葬纸阳 太史公约 不韦及落矮贵 封号文姓侯 人之告落矮 矮文之 秦王燕左右 未发 上之拥骄 矮恐获其 乃与党谋 矫太后喜发促以反其年功 发力公矮 矮败王走 追战之好志 遂灭其宗 而吕不韦由此处矮 孔子之所谓 文 者 其吕子乎 所引述赞 不韦调其 伪至子处 华阳力四 邯郸县宪女 疾风河南 乃号重负 喜数城邦 玄金作语 筹策继承 富贵私取 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者 除上菜人也 年少时 魏俊小丽 建立舍策中暑时不斜 进人犬 树金孔 知 思入仓 观仓中暑 时激素 居大五之下 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探约 人 知嫌不孝辟如鼠矣 再所自处而 乃从寻清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 杜楚王不足是 而六国皆若 无可谓建功者 欲兮 入秦 词于寻清曰 斯文得时无代 今万成方真实 有者主事 经秦王欲吞天下 称 帝儿至 此不依耻物之时 而游睡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既不畏者 此情路是肉 人免 而能强行者而 故够莫大于卑贱 而卑莫甚于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 困苦之地 非是儿 恶力 自脱于无畏 此非是知情也 故思江西说秦王矣 至情 会装香王醋 李斯乃求为 秦香文信侯吕不为舍人 不为贤之 任以为郎 理 思应矣地说 说秦王曰 虚人者 去其机也 成大功者 再因侠信而遂忍之 习者秦 目宫之霸 中部东并六国者 何也 诸侯上众 周得未衰 故五伯蝶心 更遵周氏 自 秦孝宫以来 周氏碑为 诸侯相间 关东为六国 秦之臣圣义诸侯 盖六世以 经诸侯 夫秦 辟若俊献 夫以秦之强 大王之贤 由 上骚除 足以灭诸侯 臣帝也 为天下 一统 此万事之一时也 经代而不及救 诸侯父强 相聚约从 虽有皇帝之贤 不能病 也 秦王乃拜司未尝使 听其计 应遣谋士基持金玉以游说诸侯 诸侯明是可下以财 这 后宜结之 不肯这 力荐赐之 离其君臣之计 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秦王拜司 为克卿 会寒人正国来奸秦 以作助盖渠 以而决 秦宗士大臣皆严秦王曰 诸侯人来世 秦者 大抵为其主由监于秦耳 请一切竹客 礼司异议在竹中 司乃尚书曰 陈文立一竹客 切以为过矣 习谋公求是 西取由于于荣 东的百里西于晚 迎见 书于颂 来批报 公孙之于尽 此五子者 不产于秦 而谋公用之 并国二十 岁罢兮 容 孝公用商鞅之法 宜风易俗 民以阴盛 国以富强 百姓乐用 诸侯亲福 祸楚 为之师 举得千里 至今至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 拔三川之地 西并八 蜀 北收上郡 南取汉中 包九仪 治烟 隐 东聚成高之险 割高于之壤 遂散六国之从 史之兮 面世秦 宫师到今 昭王得范虽 费壤侯 竹华阳 强公侍 杜思门 蚕食诸侯 史秦 臣帝也 此四君者 皆以克之功 由此 官之 克何负于秦哉 向十四君却克而不内 书 事而不用 事使国无富力之时 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经陛下至昆山之玉 有随 何之宝 垂明月之诛 福泰阿之剑 臣茜黎之马 剑翠 奉之旗 树灵陀之谷 此树保者 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说之 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 可 则是夜光之必不是朝廷 西向之气不未完好 正 为之女不充后宫 而俊粮快提布 时外旧 江南京西不未用 西蜀丹青不未采 所以是后宫冲下 臣于心意说 耳目者 必出 于秦然后可 则是宛珠之簪 腹姬之耳 阿稿之一 锦绣之势不尽于前 而随俗雅画家 也窈窍罩女不立于侧也 夫及问寇否但真薄弼 而歌乎乌乌快耳者 真情之深也 正 为 丧奸 昭 于 武 向者 一国之乐也 精气及问寇否而就正为 退但真而取昭于 弱势者何也 快意当前 事官而已 精取人则不然 不问可否 不论屈指 非勤者 去 未克者足 然则是所种者在乎色勒诸玉 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内至 诸侯之树也 沉闻地广者宿多 国大者人重 冰墙则适用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 河 海不则细流 故能就其身 亡者不却种树 故能明其德 是以帝无四方 明无一国 四 十充美 鬼神降福 此五帝 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今乃气前首以资敌国 却兵克以业诸 侯 使天下之势退而不敢西向 果足不入情 此所谓 即扣兵而鸡道粮 者也 夫物不产于情 可保者多 是不产于情 而缘终者重 今竹克以资敌国 损名以义 仇 内自虚而外恕愿于诸侯 求国无为 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克之令 赴李斯官 促用其计谋 官至廷尉 二十余年 敬并天下 尊 主位皇帝 以司位丞相 宜郡献臣 萧其兵刃 事不复用 使秦无尺土之风 不立子弟 魏王 功臣魏诸侯者 史后无战功之患 使皇三十四年 至九贤阳功 博士蒲舍周清晨等宋使皇威德 其人纯于月境见曰 陈文之 因周之王千余岁 封子弟功臣自卫之福 经陛下有海内 而子弟未匹夫 醋 有天长 六清之患 尘无福必 何以相救灾 是不失古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 经清晨 等又面于以众陛下过 非忠臣也 使皇下其以丞相 丞相 是虚言以乱食 仁善 其所思学 以非尚所建立 经陛下并有天下 别白黑而定一尊 而思学乃相与非法教之 至 文令下 即各以其思学意之 入则心非 出则相意 非主以为名 亦去以为高 律 群下以造磅 如此不惊 则主是将呼上 党与臣呼下 尽之便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 予者 捐除去之 令道满三十日服去 情未承担 所不去者 依要不是种数之书 若有 欲学者 以利为师 使皇可其义 收去诗书百家之语 以与百姓 使天下无以骨非精 明法度 定律令 皆以使皇起 同文书 至离公别馆 周辩天下 明年 又寻寿 外壤 四夷 司皆有利焉 司长男游为三川首 珠南接上秦公主 女夕嫁秦珠公子 三川首李游告归咸阳 李 司至九余家 百官长接前未寿 门停车骑已签数 李司溃然而探约 皆呼 无闻之寻 清约 悟尽大圣 夫思乃上菜不依 驴向之前首 尚不知其奴下 遂酌至此 当今人 臣之位无居臣上者 可谓富贵吉矣 物吉则衰 无畏之所税嫁也 使皇三十七年十月 行出游会鸡 并海上 北地狼邪 臣相思 中车府令赵高兼行 夫系令氏 皆从 使皇有二十余子 长子扶苏以树直见上 尚使尖兵上郡 蒙田未将 少子胡亥爱 请从 尚许之 于子莫从 其年七月 使皇帝至沙丘 并圣 令赵高位书赐公子扶苏曰 以兵属蒙田 与丧 会咸阳而葬 书以封 未受使者 使皇帝 书及喜皆在赵高所 独子胡亥 陈相李斯 赵高急性患者五六人之使皇帝 于群臣皆末之也 李斯以为尚在外邝 无真太子 故 秘之 至使皇居云梁车中 百官奏事尚时如故 患者者从云梁车中可诛奏事 赵高因流所赐福苏喜书 而为公子胡亥曰 上崩 无赵丰王诸子 而读赐长子书 长子至 吉利为皇帝 而子无尺寸之地 为之奈何 胡亥曰 故也 无闻之 明君 之臣 明父之子 赴捐命 不封诸子 何可言者 赵高曰 不然 方经天下之权 存王在子与高级丞相尔 原子徒之 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 致人与见致于人 岂可同日 道哉 胡亥曰 废兄而立地 誓不亦也 不奉父赵而为死 誓不孝也 能薄而裁减 强因人之功 誓不能也 三者逆得 天下不服 身带轻为 设计不写实 高曰 陈文汤 武杀其主 天下称义焉 不畏不忠 为君杀其父 而为国宰其德 孔子者之 不畏不孝 夫大行不小景 甚得不辞让 相取各有仪而百官不同功 故故小而旺大 后 必有害 胡亦犹豫 后必有悔 断耳敢行 鬼神必知 后有成功 原子遂之 胡亥愧 然探曰 经大行未发 丧礼未忠 其宜以此事干成相哉 照高曰 时乎时乎 兼 不及谋 银梁月马 为孔后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 高曰 不与成相谋 孔是不能成 臣请为子与成相谋之 高 乃为成相思曰 上登 似长子书 与丧会咸阳而立为似 书未行 经上登 未有知者 也 所赐长子书及福喜皆在胡亥所 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而 是将何如 思曰 安 德王国之言 此非仁臣所当义也 高曰 君侯自料能属与蒙田 功高属与蒙田 某远不失属与蒙田 无怨于天下属与蒙田 长子就而信之属与蒙田 思曰 此五者 皆不及蒙田 而君则之何身也 高曰 高顾内官之思义也 信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 功 管世二十余年 未常见勤勉霸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 促皆以诸王 皇帝二十余 子 皆君之所知 长子刚义而武勇 信仁而奋事 即未必用蒙田为丞相 君侯中不怀通 侯之应归于乡里 明以 高授赵教习胡亥 使学以法事数年以 未常见过失 慈仁读厚 清才重事 便于心而触于口 敬礼敬事 秦之诸子未有及辞者 可以为四 君记而定 知 司曰 君其反位 司奉主之诏 听天之命 何律之可定也 高曰 安可为 也 为可安也 安为不定 何以贵胜 司曰 司 上菜驴相不依也 上姓酌未成相 封未通侯 子孙皆至尊未众路者 故将以存亡安为属臣也 其可负哉 夫忠臣不必死 而树姬 孝子不勤劳而见为 人臣各守其职而已 君其勿赋言 将令司得罪 高曰 盖文圣人千禧无常 就辩而从实 见末而知本 官旨而赌归 勿故有之 安得常法 哉 方经天下之全命悬于胡亥 高能得志焉 且夫从外至中未知祸 从下至上未知贼 故秋双降者草花落 水摇动者万物作 此必然知笑也 君和见之晚 司曰 吴文静 义太子 三世不安 其还兄弟真位 生死未禄 咒杀亲戚 不听见者 国为秋须 遂为 社稷 三者逆天 宗庙不写时 司其游人栽 安足未谋 高约 上下合同 可以偿 九 中外若依 事无表力 君听臣之计 即常有封侯 事事称姑 必有桥松之寿 孔 莫之志 今是此而不从 或及子孙 足以为寒心 善者因或未福 君何处焉 司乃养 天而叹 垂泪 太席曰 皆呼 独遭乱世 既已不能死 安脱命灾 于是司乃听高 高乃报胡亥曰 曰 臣请奉太子之明命 以报丞相 丞相司敢不奉令 于是乃香雨谋 乍未受使皇兆丞相 立子胡亥为太子 更为书次长子扶苏曰 正 循天下 导此名山诸神 以言授命 今扶苏与将军蒙田 将尸数十万以臀鞭 时有余年已 不能进而前 士族多茂 五尺寸之功 乃反数上书 直言诽谤我所为 以不得罢归为太子 日夜愿望 扶苏为人子不孝 其次见以自裁 将军田与扶苏居外 不匡阵 以知其谋 为人臣不忠 其赐死 以兵属皮匠王黎 封其书以皇帝戏 浅胡亥克奉书赐扶苏于 上郡 使者智 发书 扶苏弃 入内舍 欲自杀 蒙田指扶苏曰 陛下居外 为立太子 使臣将三十万众手鞭 公子为奸 此天下重任也 今义使者来 即自杀 安知其非诈 请父请 父请而后死 为穆也 使者数去之 扶苏为人人 为蒙田曰 父而赐子 死 上安父亲 即自杀 蒙田不肯死 使者即以属立 戏于扬州 使者海豹 胡亥 司 高大喜 至贤阳 发丧 太子立为二氏皇帝 以赵高为郎中 令 常侍中用氏 二氏燕居 乃赵高于谋氏 为曰 夫人身居世间也 辟友臣六计过绝系也 无计 以灵天下以 玉兮而目之所好 穷心智之所乐 以安宗庙而乐万幸 常有天下 终无年 受 其道可乎 高曰 此贤主之所能行也 而 乱主之所敬也 臣请言之 不敢必 辅月之诸 原陛下少留一烟 夫沙丘之谋 诸公子及大臣皆一烟 而诸公子敬弟兄 大 臣又先帝之所致也 今陛下出力 此其属意样样皆不服 恐未辨 且蒙田已死 蒙亦将 兵居外 臣战战利利 为恐不忠 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二是曰 为之奈何 兆 高曰 言法而克行 令有罪者相作诛 至收族 灭大臣而远骨肉 贫者负之 见者贵 之 禁除去先帝之故臣 更致陛下之所亲信者禁之 此则应得归陛下 害除而兼谋赛 群臣莫不被润则 蒙厚得 陛下则高枕四至宠乐矣 既莫出于此 二是然高之言 乃 更为法律 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 折下高 令居致之 沙大臣蒙亦等 公子十二人陆死 咸阳是 时公主则死于度 才误入于县官 相连作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欲奔 孔收族 乃尚书曰 先帝无恙时 陈入则刺时 出则成于 欲辅之 一 臣得刺之 终究之宝马 臣得刺之 臣当从死而不能 为人子不孝 为人臣不忠 不忠者无名以利于事 臣请从死 原葬立山之族 为上性哀怜之 书上 胡亥大说 赵赵高而是之 曰 此可谓疾乎 赵高曰 人臣当忧死而不暇 何便知得谋 胡亥可其书 四千十万以藏 法令诸法日益克生 群臣仁仁自为 欲叛者重 又做阿房之功 至之 迟到 复脸 月重 数摇摩矣 于是楚树促成圣 吴广等乃作乱 起于山东 结郡相立 自治为侯王 叛秦 兵至鸿门而阙 李斯树欲请兼见 二事不许 而二事则问李斯曰 吴有思矣 而有所闻于寒子也 曰 摇之有天下也 唐高三尺 彩船不拙 茅瓷不减 虽逆履之素 不情于此矣 冬日路求 夏日隔一 资历之时 离祸之根 犯土鬼 辍徒行 虽间门之 仰不胡于此矣 宇遭龙门 通大夏 书九河 驱九房 绝亭水智之海 尔骨无拔 竟无 毛 手足便知 面目离黑 遂已死于外 藏于晦积 陈鲁之劳不列于此矣 然则夫所 貴于有天下者 其欲苦行劳神 深处逆履之素 口石尖门之痒 手持陈鲁之作哉 此不 消人之所免也 非贤者之所悟也 比贤人之有天下也 专用天下誓己而已矣 此所贵于 有天下也 夫所谓贤人者 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 今生且不能力 将恶能治天下灾 古 无缘次治广欲 常想天下而无害 未知奈何 李斯子尤为三川首 群道无广等稀略的 过去福能静 张涵已破竹广等兵 使者赴岸三川相属 俏让司居三公位 如何令道如 此 李斯恐惧 众绝路 不知所出 乃阿二是义 欲求荣 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 必且能全道而行都责之数者也 都责之 则臣不敢不竭能以训其主义 此臣主之分定 上下之一名 则天下贤不孝莫敢不尽力 截刃以训其君以 是故主独至于 天下而魔所至也 能穷乐之己以 贤明之主也 可不察焉 故身子曰 有天下而不自虽 命之曰以天下为至故 者无他焉 不能督则而故 以其身劳于天下之名 若遥与然 故为之至故也 夫不能修身 含之明术行都 则之道 专以天下自是也 而徒悟苦行劳神 以身殉百姓 则是前手之意 非处天下者 也何足贵哉 夫以人殉己 则己贵而人贱 以己训人 则己贱而人贵 故训人者贱 而人所训者贵 自古及经 未有不然者也 凡故之所为尊贤者 为其贵也 而所为恶不 消者 为其贱也 而遥 予以身殉天下者也 因随而尊之 则亦施所为尊贤之心 以夫 可谓大谋矣 为之为至故 不亦以乎 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 此母有败子而言家无格鲁 者何也 则能罚之家焉毕也 故伤君之 法 行弃辉于道者 夫弃辉 薄罪也 而被行 重罚也 彼为民主未能申督清罪 夫罪 亲且督生 而旷有重罪乎 故民不敢犯也 是故韩子曰 不勃寻常 庸人不适 朔经百 义 道职不勃 者 非庸人之心重 寻常之力深 而道职之欲浅也 又不以道职之行 为清百义之重也 薄必随手行 则道职不勃百义 而乏不必行也 则庸人不适寻常 是 故城高五丈 而楼记不清犯也 太山之高百任 而伯木其上 夫楼记也 而南五丈之县 其伯也 而一百任之高哉 俏欠之士一也 民主圣王之所以 能久处尊位 常值重事 而 独善天下之力者 非有一道也 能独断而省督则 必申罚 故天下不敢犯也 经不勿所 以不犯 而是此母之所以拜子也 则亦不查于圣人之论以 夫不能行圣人之术 则舍未 天下亦何事哉 可不哀邪 且夫简洁仁义之人利于朝 则荒似之乐错以 见说论理之臣兼于策 则流漫之之躯 以烈士死劫之行险于事 则迎康之于废矣 故民主能外词三者 而独操主术以至听从 之臣而修其名法 故身尊而誓众也 凡显主者 必将能服侍魔俗 而废其所恶 所欲 故身则有尊重之事 死则有贤明之事也 誓以明君独断 故全不再臣也 然后能 灭仁义之徒 掩持说之口 困烈士之行 塞聪掩明 内读士听 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 之行 而内不可夺以见说奋争之辩 故能若然独行自虽之心 而末之感逆 若此然后可谓 能明身 含之术 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术明 而天下乱者 未知闻也 故曰王道曰而矣 操也 唯明主未能行之 若此则未都则之臣 则臣无邪 臣无邪则天下安 天下安则 主言尊 主言尊 则都则臂 都则臂 都则臂则所求得 所求得则国家父 国家父则君乐丰 故都 则之术舍 则所欲无不得已 群臣百姓就过不给 何便之感途 若此则地道辈 而可谓 能明君臣之术以 虽生 含复生 不能家也 书奏 二世曰 于是行都则一言 税明生者未明立 二世曰 若此则可未能都则 以 行者相伴于道 而死人日沉积于事 杀人重者未忠臣 二世曰 若此则可未能 都则以 初 赵高未郎中令 所杀及报私怨众多 孔大臣入朝奏是悔恶之 乃说二世曰 天子所以贵者 但以闻生 群臣莫得见其念 故号曰 整 且陛下赋于春秋 未必尽 通诸是 今作朝廷 遣举有不当者 则见短于大臣 非所以是神明于天下也 且必下身 拱敬中 与臣及世中 习法者呆事 是 是来有以魁之 如此则大臣不敢奏一世 天下称圣主 一 二世用奇迹 乃不做朝廷见大臣 居敬中 赵高常事中用事 是皆决于赵高 高文里思以为言 乃见丞相曰 约 关东群道多 今上吉亦发咒至阿房公 巨狗马无 用之物 臣遇见 未未见 此真君侯之事 君何不见 李思曰 故也 无欲言之久 以 今时尚不做朝廷 上居生公 无有所言者 不可传也 欲见无见 赵高未曰 君臣能见 请卫君后上奸与君 于是赵高呆二世方艳乐 妇女居前 使人告丞相 上方间 可奏事 丞相至公门上夜 如此者三 二世怒曰 无常多见日 丞相不来 无方艳丝 丞相折来请示 丞相岂少我哉 且故我哉 赵高音曰 如此代以 夫 沙丘之谋 丞相与焉 今陛下以立位帝 而丞相贵不义 此其意义妄烈的而亡矣 且必 下不问臣 臣不敢言 丞相长南里 尤为三川首 楚道 丞相等皆 丞相棒献之子 已故楚道 公行 过三川 丞手不肯及 高文其文书相往来 未得其审 故未敢以文 且丞相居外 权重于陛下 二世以为然 欲暗丞相 恐其不审 乃使人暗咽三川首 与道通壮 李 斯文之 世时二世在甘泉 方坐虎底幽排之官 李斯不得见 因尚书言赵高之短曰 陈文 痴 臣夷其君 吾不为国 妾夷其夫 吾不为家 今有大臣于陛下善利善害 与陛下无 义 习者司臣子喊相送 身行刑罚 以微行之 即年岁结其君 天长未捡公 臣 决裂无敌于国 私家之父与公家军 不会施德 下的百姓 上的群臣 应取其国 沙仔与于云庭 即是捡公于朝 岁有其国 此天下所名之也 经高有协议之志 为反之行 如子喊相送也 私家之父 若填世之于其也 兼行填长 子喊之逆道 而结陛下之威信 其志若含未含安相也 陛下不图 成恐其为便也 二世曰 何哉 夫高 顾患 人也 然不畏安四至 不以为一心 邪行修善 自始至此 以忠的敬 以信守卫 正时 贤之 而君夷之 何也 且正少失先人 摩索时之 不惜致名 而君又老 恐于天下绝 一 正非属赵君 当谁认栽 且赵君为人精连强力 下之人情 尚能是正 君其勿宜 李斯曰 不然 夫高 顾见人也 无时余礼 贪欲无厌 求利不止 烈士赐主 求 欲无穷 臣顾曰代 二世以前性赵高 恐李斯杀之 乃思告赵高 高曰 臣相所患 这独高 高以死 臣相即欲未填藏所为 于是二世曰 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赵高暗至李斯 李斯居植树父 居领雨中 仰天儿探曰 皆呼 悲夫 不道之君 何可谓记哉 习者劫沙观龙逢 咒沙王子彼干 吾王夫 刹沙五子虚 死三成者 其不 忠哉 然而不免于死 生死而所忠者非也 今无智不及三子 而二世之无道过于解 咒 夫叉 无以忠死 以以 且二世之至 其不乱哉 日者以其兄弟而自立也 杀忠诚而跪 贱人 作为阿房之公 赴脸天下 无非不见也 而不无听也 凡骨圣王 饮食有劫 车 契有术 公事有度 初令造势 加费而无益于名利者敬 故能长久治安 今行逆于昆帝 不顾其旧 轻杀忠臣 不思其央 大位公事 厚父天下 不爱其肺 三者以行 天下 不听 经反者以有天下之伴以 而心上位物也 而以赵高位佐 无必见寇至咸阳 迷路 由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成相遇 至罪 则思与子有谋反状 皆收补宗族兵客 赵高至思 绑略千余 不慎痛 自污福 思所以不死者 自负其辩 有公 十无反心 性的上书 自成 性二世之物而设之 李思乃从狱中上书曰 成为成相之名 三十余年以 歹情 得知闪爱 先妄之时情的不过千里 兵数十万 成敬薄才 谨奉法令 因行谋臣 资之 金玉 使游说诸侯 因修假兵 誓政教 官斗誓 尊功臣 盛其绝路 故忠以邪寒若位 破雁 赵 夷 处奸六国 鲁齐王 立秦为天子 罪易矣 得非不广 又北竹 胡 何 南定百岳 以建秦之强 最二以 尊大臣 盛其爵位 以故其亲 最三以 立 设计 修宗庙 以民主之贤 最四以 更刻画 平豆湖度量文章 不知天下 以数秦之 明 最五以 至迟道 心犹关 以建主之得意 最六以 緩行罚 伯父脸 以罪主的重 知心 万民待主 死而不忘 最七以 若私之为臣者 最足以死故久以 上性尽其能力 乃得至今 原陛下查之 书上 赵高时 力气去不奏 曰 求安得上书 赵高时 其客时 余被诈 未遇使 业者 世中 更往复迅思 思更以其实对 者使人负 绑之 后二世使人厌思 思以为如前 终不敢更言 此福 奏当上 二世喜曰 为赵 君 即为臣相所迈 即二世所使按三川之首至 则相良以及杀之 使者来 慧臣相下 立 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 俱思五行 论妖斩贤阳氏 思出欲 与其中子聚职 故为其中子曰 无欲与若妇千皇犬聚出上菜东门主角兔 岂可得呼 遂父子相哭 而宜三足 李思已死 二世拜赵高位忠臣相 是无大小者绝于高 高自知权重 乃县路 未知 马 二世问左右 此乃路也 左右皆曰 马也 二世经 自以为获 乃赵太波 令挂之 太波曰 陛下春秋交四 奉宗庙鬼神 齋戒不明 故至于此 可依圣得而明 齋戒 于是乃入上林齋戒 日游易烈 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赦杀之 赵高教其女 续贤阳令言乐 何不知何人 贼杀人 已上林 高乃见二世曰 天子无故 贼杀不孤人 此上 地知尽也 鬼神不祥 天且降秧 当远必公已 嚷之 二世乃出居妄夷之公 留三日 赵高诈赵未誓 令誓皆速扶持兵内乡 入告二世曰 山东群道兵大志 二世上官而见之 恐惧 高即应竭令自杀 隐喜而配之 左右百官莫从 上殿 殿狱 坏者三 高自知天福语 群臣福许 乃赵使皇帝 受之喜 子应继位 患之 乃称即不听事 与患者寒谈及其子谋杀高 高尚业 请病 应照 入 令寒谈刺杀之 以其三族 子应立三月 配公兵从五官入 至咸阳 群臣百官皆叛 不适 子应与妻子自细其 静义祖 降止道旁 配公应以属立 向王志而斩之 遂以王天下 太史公约 李思以驴严立诸侯 入世情 应以辖姓 以辅始皇 促成帝业 思为三 公 可谓遵用以 思之六之规 不悟名正以不主上之缺 持绝路之众 阿顺苟何 言 威酷行 听高邪说 废势利数 诸侯已判 思乃欲见真 不亦莫乎 人皆以思集中而悖 五行死 查其本 乃予俗义之矣 不然 思之公且宇周 照列矣 所隐数赞 属在所居 人故择地 思孝智利 功利明岁 至久咸阳 仍臣即位 亦夫狂惑 便亦神器 国丧生诸 本痛莫义 史记蒙田列传 蒙田者 其先其人也 田大富蒙奥 自其是秦昭王 官至上清 秦庄襄王元年 蒙 奥魏秦江 伐寒 取成高 银阳 坐至三川郡 二年 蒙奥公兆 取三十七成 始皇三 年 蒙奥公寒 取十三成 五年 蒙奥公尉 取二十成 坐至东郡 始皇七年 蒙奥醋 奥子曰武 武子曰田 田长书 遇典文学 始皇二十三年 蒙武为秦皮将军 与王俭公 楚 大破之 沙相燕 二十四年 蒙武公楚 鲁楚王 蒙田地义 始皇二十六年 蒙田应家世的魏秦江 弓其 大破之 拜魏内使 秦以并天下 乃 始蒙田将三十万众北竹荣迪 收河南 铸长城 因地行 用至显塞 起灵桃 至辽东 严冒万余里 于是渡河 俱阳山 威蛇而北 暴施于外 始于年 居上郡 逝时蒙田威震 匈奴 始皇慎尊宠蒙氏 信任贤之 而清静蒙义 未至上清 初则参成 入则御前 田 任外侍而异常为内谋 名为忠信 故虽诸江相莫敢于之真烟 赵高者 诸赵书远书也 赵高昆帝数人 皆身隐公 其母背行路 世事卑贱 秦王 文高强力 通于御法 取义为中车府令 高济司是公子胡亥 欲知绝语 高有大罪 秦 王令蒙亦法治之 亦不敢阿法 当高罪死 除其唤疾 地义高之敦于是也 赦之 赴其 观诀 史皇御游天下 道九园 直抵甘泉 乃史蒙田通道 自九园抵甘泉 禅山英谷千 八百里 道未九 史皇三十七年冬 行出游会基 并海上 北走廊斜 道病 史蒙亦海岛山川 未返 史皇至沙丘崩 秘之 群臣莫之 世时 丞相李斯 公子胡亥 中车府令 赵高长从 高雅的姓于胡亥 遇立之 又愿蒙亦法治之 而不畏己也 应有贼心 乃于丞相李斯 公 子胡亥应谋 立胡亥为太子 太子已立 遣使者已罪赐公子扶苏 蒙田死 扶苏已死 蒙田夷而父亲之 使者已蒙田熟利 更致 胡亥以李斯设人为护君 使者还报 胡亥以 文福苏死 即遇是蒙田 赵高恐蒙氏富贵而用氏 愿之 亦还致 赵高因为胡亥中继 欲以灭蒙氏 乃言曰 乘文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 而义建曰 不可 若知贤而于福利 则是不忠而获主也 以臣于义 不若诸之 胡亥听而戏蒙亦于带 前已求蒙田于扬州 丧至贤阳 以藏 太子立为二世皇帝 而 赵高清静 日夜悔恶蒙氏 求其罪过 举何之 子应敬建曰 陈文故赵王千杀其良臣李牧 而用言句 燕王喜应用金可之谋而被擒 之曰 其王建杀其故事忠臣 而用后胜之矣 此三君者 皆各已变古者施其国而殃及其身 金蒙氏 秦之大臣谋氏也 而主欲一旦弃去之 臣妾已为不可 臣文清律者不可以治 国 獨治者不可以存君 朱沙忠臣而立无杰行之人 室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矣 李也 臣妾已为不可 胡亥不听 而遣欲使驱功臣传之代 令蒙一曰 先主欲立太子而亲难之 金臣相 以轻未不忠 罪及其宗 正不忍 乃次轻死 亦甚性矣 轻其屠之 亦对曰 以臣 不能得先主之矣 则臣少患 顺性没事 可谓之矣矣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 则太子独从 周玄天下 去诸公子绝远 臣魔所已矣 夫先主之举用太子 数年之姬也 臣乃何言 知敢见 何律之敢谋 非敢誓此已必死也 为修类先主之名 原大夫为律焉 使臣的死 秦实 且夫顺臣全者 道之所贵也 行杀者 道之所促也 习者秦木公杀三良而死 罪 百里希而非其罪也 顾立浩曰 谋 招香王杀五安君百起 楚平王杀五奢 吾王夫查 杀五子虚 此四君者皆为大师 而天下非之 以其君位不明 以誓及于诸侯 顾曰 用道智者不杀无罪 而法不家于无辜 唯大夫留心 使者之胡亥之意 不听蒙一之 言 遂杀之 二氏又遣使者之扬州 令蒙田曰 君知过多矣 而清帝亦有大罪 法及内使 田曰 自无先人 及至子孙 姬公信于秦三是矣 京城将兵三十余万 身虽求戏 其 士族已被判 然自知必死 而受益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 以不忘先主也 习周臣王出力 为离强暴 周公但父王已朝 促定天下 吉臣王有病盛代 公但自检其早已 沈于和 曰 王位有识 誓但之誓 有罪央 但受其不详 乃乃书 乃书而藏之祭府 可谓姓已 吉王 能治国 有贼臣言 周公但欲未乱久矣 王若不备 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 周公但 走而奔于楚 臣王关于祭府 的周公但沈书 乃留替曰 书未周公但欲未乱呼 杀 言之者而返周公但 故周书曰 必参而无知 荆田之宗 是无二兴 而是促如此 是 必念臣逆乱 内灵之道也 夫臣王施 而负政则促昌 截杀官龙逢 咒杀王子彼干而不讳 生死则国王 臣故曰过可政而见可觉也 查于参武 上圣之法也 凡臣之言 非以求 免于就也 将以见而死 原陛下为万名思从道也 使者曰 承受造行法于将军 不 敢以将军言文于上也 蒙田溃然太席曰 我贺罪于天 无过而死乎 梁九 徐曰 田醉故当死矣 其林桃蜀之辽东 陈禅万余里 此其中不能无绝地卖灾 此乃田之 醉也 乃吞要自杀 太史公曰 吾氏北边 自执道归 行官蒙田所为秦柱长城亭帐 欠山英谷 通执道 故清百姓利矣 夫秦之初灭诸侯 天下之心未定 遗伤者未抽 而田未名将 不宜此 十强健 正百姓之吉 养老存孤 勿修众树之和 而阿易信公 此其兄弟玉珠 不亦宜 呼 何乃醉地卖灾 所引述赞 蒙世秦江 内史忠贤 长城守住 万里安边 赵高较至 扶苏死焉 绝地何罪 劳人士 呼天欲塑 三代良然 史记张尔成于列传 张尔者 大良人也 其少时 即位公子无忌未可 张尔长王命由外皇 外皇妇人女 盛美 嫁雍奴 王其夫 去抵妇客 妇客 妇客宿之张尔 乃为女曰 必欲求贤夫 从张尔 女听 乃醋未请绝 嫁之张尔 张尔适时脱身由 女家后奉给张尔 张尔以故至谦 立刻 乃换未未外皇令 名由此一贤 臣于者 亦大良人也 好如数 数由照苦行 父 人公臣是以其女妻之 亦知臣于非雍人也 于年少 父是张尔 两人相与未稳紧交 秦之灭大良也 张尔加外皇 高祖未不一时 常数从张尔游 克数月 秦灭未数岁 以文词两人未知名事也 够求有得张尔千金 臣于五百金 张尔 臣于乃便明信 举 知臣 为李坚门以字时 两人相对 李立常有过吃臣于 臣于欲起 张尔念之 使受吃 立去 张尔乃因臣于之丧下 而述之曰 使无与公言何如 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力乎 臣于然之 秦赵书够求两人 两人亦反用门者 以令礼终 臣设起其 至入臣 兵数万 张尔 臣于上夜臣设 设及左右生平数文 张尔 臣于 贤 未常见 见即大喜 臣中豪杰父老乃说 臣设曰 将军申被兼职锐 律士族以诸暴情 复立处设计 存 王继绝 功德一位王 且夫兼临天下诸江 不为王不可 原将军立位处王也 臣设问 此两人 两人 两人对曰 夫情未无道 破人国家 灭人设计 绝人后世 罢百姓之力 尽 百姓之财 将军填目张胆 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为天下除残也 今始至成而王之 是 天下司 原将军无望 即隐兵而兮 遣人立六国后 自卫树党 为秦一敌也 敌多则利 分 与众则兵强 如此也无交兵 献无守臣 诸暴情 据咸阳以令诸侯 诸侯王而得利 以得福之 如此则地业成义 京都望臣 恐天下解也 臣设不听 遂立卫王 臣于乃父说 臣王曰 大王举粮 楚儿兮 勿再入关 未及收河北也 臣常游赵 知其豪杰及地形 原请骑兵北略照帝 于是臣王以故所善成人 五臣卫将军 少骚卫护 君 以张尔 臣于卫左右校尉 语促三千人 北略照帝 五臣等从白马渡河 至诸县 说其豪杰约 秦魏乱正月行 以残贼天下 数十年以 北有长臣之义 南有武岭之术 外内骚动 百姓霸臂 头会激怜 以供军费 才溃力 静 民不聊生 众之以科法俊行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臣王奋 臣王奋必为天下畅使 王储之地 方二千里 莫不回应 家自为怒 人自为斗 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献杀其领臣 郡杀 其首位 今以张大储 王臣 史无广 周文江簇 百万西及秦 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 非人好也 诸君誓相语即之 夫天下同心而苦情久矣 因天下之力而公无道之君 报 父兄之愿而成割地有土之业 此事之一时也 豪杰皆然其言 乃行收兵 得数万人 浩武成为五姓君 下诏时辰 于皆成首 莫肯下 乃印兵东北极泛阳 泛阳人快通说泛阳令曰 却闻公之将死 故调 虽然 赫公 得通而生 泛阳令曰 何以调之 对曰 秦法众 足下为泛阳令十年以 杀人 之父 孤人之子 断人之族 情人之首 不可胜数 然而此父孝子莫敢自认公之父忠者 为秦法而 今天下大乱 秦法不施 然则此父孝子且自认公之父忠以臣其名 此臣之 所以调公也 今诸侯叛秦以 五姓君兵且至 而君坚守泛阳 少年皆真杀君 下五姓君 君即遣臣见五姓君 可转获卫服 再今以 泛阳令乃使快通见五姓君曰 族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得 功德然后下沉 臣妾以为 过矣 臣听臣之计 可不攻而降臣 不战而略得 传袭而千里定 可忽 五姓君曰 何谓也 快通曰 今泛阳令以整顿其士族以守战者也 妾而未死 贪而重富贵 故欲先天下降 为君以为情所致力 诸杀如前十尘也 然今泛阳少年亦方杀其领 自已 臣俱君 君何不积成侯应 拜泛阳令 泛阳令则已臣下君 少年亦不敢杀其领 令泛阳 令臣朱伦华谷 使驱持燕 赵焦 燕 赵焦建之 皆曰此泛阳令 先下者也 及喜以 燕 赵臣可无战而降也 此臣之所谓传袭而千里定者也 五姓君从其计 应使快通赐 泛阳令侯应 赵帝文之 不战以臣下者三十余臣 至邯丹 张尔 臣于闻周张军入关 致戏阙 又闻朱将为臣王殉得 多以惨悔得罪 朱 愿臣王不用其家不以为 将尔以为校尉 乃说五臣曰 臣王起其 致臣而亡 非必 立六国后 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诏数十臣 独戒居河北 不忘无以田之 且臣王听禅 还 暴 恐不托于祸 又不如立其兄弟 不 即立赵后 将军无师时 时间不容习 五臣 乃听之 遂立为赵王 以臣于为大将军 张尔为右丞相 少少为左丞相 使人暴臣王 臣王大怒 欲禁足五臣等家 而发兵及赵 臣王向国防军建曰 秦 魏王尔诸五臣等家 此又生意秦也 不如婴儿贺之 使其引兵夕及秦 臣王然之 从 其继 其系五臣等家 宫中 封张尔自敖为臣都军 臣王使使者贺照 另去发兵夕入关 张尔 臣于说五臣曰 王王赵 非楚以 特 以祭赫王 楚以灭秦 必加兵于赵 元王无西兵 北训燕 代 南收河内以自广 赵南 巨大河 北有燕 代 楚虽盛秦 必不敢至赵 赵王以为然 因不西兵 而使寒广略 燕 李良略常山 张燕略上党 韩广至燕 燕仁英利广 魏燕王 赵王乃于张尔 臣于北略的燕界 赵王兼出 魏燕 君所得 燕将求之 御与分赵地伴 乃归王 使者王 燕则杀之以求帝 张尔 臣于幻 之 有思养促 谢其舍中曰 吾未公说燕 与赵王载归 舍中皆孝曰 使者王 使鱼 被 折死 若何以能得亡 乃走燕壁 燕将见之 问燕将曰 知成何欲 燕将曰 若欲得赵王尔 曰 君知张尔 臣于何如人也 燕将曰 贤人也 曰 知其至何欲 曰 欲得其王尔 照仰醋乃孝曰 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 夫 臣 张尔 臣于丈马追下 赵树时臣 此亦各欲南面而亡 其欲未卿向中几邪 夫臣与主 其可同日而道哉 故其是出定 未敢参分而亡 且以少偿先立武成为亡 以持赵兴 今 赵帝以福 此两人亦欲分赵而亡 十未可而 今君乃求赵王 此两人名为求赵王 十欲 燕杀之 此两人分赵自立 夫以以赵上一焰 旷以两贤王左提右窃 而则杀王之罪 灭 燕亦以 燕将以为然 乃归赵王 养醋未育而归 李良以定常山 海报 赵王父使梁略太元 至十亿 秦兵塞锦行 未能前 秦将诈 称二是使人以李良书 不封 曰 梁长事我得显性 梁臣能返赵未情 赦梁醉 贵梁 梁的书 一不幸 乃孩之寒丹 亦请兵 未至 道逢赵王解出影 从百于其 李良 望将 以为王 拂业到旁 王解醉 不知其将 使其谢李良 李良素贵 其 残其从关 从关有义人曰 天下判情 能者先例 且赵王宿出将军下 今女儿乃部位将军下车 请追杀之 李良已得情书 故欲返赵 未觉 因此怒 遣人追杀王解道中 乃遂江 其兵袭寒丹 寒丹 寒丹不知 竟杀武臣 少骚 赵人多为张尔 臣于耳目者 已故得托出 收其兵 得数万人 可有说张尔曰 两军几率 而欲赴赵 南 独立赵后 辅以役 可救公 乃求得赵歇 立位赵王 居姓都 李良进兵及臣于 臣于拜李良 李良走归 张寒 张寒引兵至寒丹 皆喜其名河内 以其成郭 张尔与赵王歇走入聚路城 王黎为之 臣于北收长山兵 得数万人 均聚路北 张寒均聚路南极园 驻永道淑河 想王黎 王黎兵十多 急功聚路 巨路城中石敬兵少 张尔术使人召前臣于 臣于自度兵少 不 敌情 不敢前 数月 张尔大怒 怨臣于 使张眼 臣则网让臣于曰 使吾与公未稳 紧交 金王与耳旦目且死 而公拥兵数万 不肯相救 安在其乡未死 苟必信 胡不负 秦军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权 臣于曰 无度前中不能救赵 突进王军 且于所已不 俱死 欲未赵王 张军报秦 金碧俱死 如以肉为恶虎 何以 张眼 臣则曰 是 以及 要以俱死立信 安之后律 臣于曰 无死故以为无异 必如公言 乃是无 千人令张眼 臣则先长秦军 至皆眉 当事时 燕 其 楚文召集 皆来救 张熬一北收带兵 得万余人 来 皆必于旁 未感激情 向羽兵述绝张寒涌到 王黎君罚时 向羽吸引兵渡河 碎破张寒 张寒隐 兵解 诸侯君乃敢即为巨鹿秦军 碎鲁王黎 射奸自杀 促存巨鹿者 处利也 于是赵王歇 张尔乃得出巨鹿 谢诸侯 张尔与陈于相见 则让陈于已不肯救赵 即问张眼 陈则所在 陈于怒曰 张眼 陈则已必死则成 陈使将五千人仙长秦军 皆眉不出 张尔不信 以为杀之 数问陈于 陈于怒曰 不义君之望成生也 其 陈未众去江灾 乃脱解应寿 推与张尔 张尔义恶不受 陈于其如策 可有说张尔曰 陈文 天于不取 反受其咎 京陈将军与君应 君不受 反天不祥 即取之 张尔乃配其应 收其麾下 而陈于还 亦望张尔不让 遂驱出 张尔遂收其兵 陈于独 与徽下所善数百人之和尚则终于列 由此陈于 张尔遂有雀 赵王歇父居姓都 张尔从项羽诸侯入关 汉元年二月 项羽立诸侯王 张尔雅游 人多位之言 项羽亦素数文 张尔贤 乃分赵立 张尔为常山王 至姓都 姓都更名相国 陈于克多说 项羽曰 陈于 张尔一体有功于赵 项羽已 陈于不从入关 文其在 南疲 即以南疲旁三线以封之 而喜赵王歇王代 张尔之国 陈于欲亦怒 曰 张尔与于公等也 金张尔王 于独侯 此项羽不平 及其王田荣叛处 陈于乃使下说说田荣曰 项羽为天下载不平 尽王诸将善的 喜故王王二的 金赵王乃居代 元王贾臣兵 请以南疲为汉币 田荣玉树党于赵义反 楚 乃前兵从陈于 陈于 因西三线兵席常山王张尔 张尔拜走 念诸侯无可归者 曰 汉王与我有救故 而项羽又强 立我 我欲知楚 甘宫曰 汉王之入关 五星聚 东景 东景者 秦分也 先至必罢 楚虽强 后必属汉 故而走汉 汉王亦还定三情 方为张寒废丘 张尔叶汉王 汉王后欲知 陈于以拜张尔 皆父收赵帝 迎赵王于代 父为赵王 赵王得陈于 立以为代王 陈于为赵王若 国出定 不知国 留父赵王 而使下说已向国守戴 汉二年 东极楚 史史告赵 欲语句 陈于曰 汉杀张尔乃从 于是汉王求人 类张尔者斩之 持其头移陈于 陈于乃前兵驻汉 汉之败于彭陈兮 陈于义父绝张尔不 死即被汉 汉三年 韩信已定位的 遣张尔与韩信即破赵景行 斩陈于止水上 追杀赵王歇乡 国 汉立张尔为赵王 汉无年 张尔轰 侍卫景王 紫敖四立为赵王 高祖长女鲁元公 主为赵王敖后 汉七年 高祖从平城过赵 赵王朝夕谈被毙 自上时 李圣碑 有子叙礼 高祖姬 聚立 圣蔓一枝 赵相冠高 赵五等年六十余 故张尔克也 身平为弃 乃怒曰 五 王禅王也 说王曰 夫天下豪杰 并且能者先立 今王是高祖圣公 而高祖无礼 请为王杀之 张敖聂齐指出写 曰 君和颜之物 且先人王国 赖高祖的赴国 得 刘子孙 邱豪皆高祖立也 原君无父出口 冠高 赵五等十余人皆相畏曰 乃无等 非也 无妄长者 不被得 且无等义不辱 今怨高祖如我妄 故欲杀之 何乃乌王为乎 令誓成归王 誓拜独身作儿 汉八年 尚从东元海 过赵 冠高等乃必仁博仁 要知至策 尚过欲速 心动问曰 献明为何 曰 博仁 博仁者 迫于人也 不速而去 汉九年 冠高愿家之其谋 乃上便告之 于是上阶并逮捕赵王 冠高等 时于人皆 真自谨 冠高独怒骂曰 曰 谁令功未知 今王时无谋 而并不亡 功等皆死 谁白亡不 反者 乃剑车交至 与王亦长安 至张傲之罪 尚乃赵赵 群臣兵客 有敢从王皆足 管 高宇克 孟书等十余人 皆自昆前 为王家奴 从来 冠高至 对欲 曰 独无数未知 王时不知 莉智 莉智榜痴数千 刺多 身无可及者 忠不复言 呂后 鼠颜张王 以鲁元公 主顾 不宜有词 尚怒曰 使张傲聚天下 其少儿女呼 不听 庭位以冠高 誓词文 尚曰 壮士 谁知者 以思问之 中大夫谢公曰 臣之义子 素知之 此故照 国立民意不轻未然 懦者也 尚时谢公持杰问之鞭于前 仰氏曰 谢公邪 谢公劳 苦如生平欢 语语 问张王果有记谋不 高曰 人情您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呼 今无三 足皆已论死 其以王亦无轻哉 故为王时不返 独无等未知 据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 知壮 于是谢公入 据以报 尚乃涉赵王 尚嫌冠高为人能力然诺 使谢公聚告之 曰 张王已出 应涉冠高 冠高喜曰 吾妄 沈出乎 谢公曰 然 谢公曰 尚多足下 故舍足下 冠高曰 所以不死一生无余者 白张王不返也 今王已出 吾则以塞 死不恨已 且人尘有窜杀 知名 何面目父是上哉 纵上不杀我 我不愧于心乎 乃养绝昂 岁死 当此之时 名闻天下 张敖已出 以上鲁元公主顾 封为宣平侯 于是上贤张王诸客 以前奴从张王入关 吾部位诸侯相 俊守着 即孝慧 高后 文帝 孝景时 张王客子孙皆得位两千十 张敖 高后六年轰 自眼为鲁元王 以母屡后女故 屡后封为鲁元王 元王若 凶 帝少 乃封张 熬他姬子二人 寿为乐昌侯 此位姓都侯 高后崩 朱旅无道 大臣朱之 而废鲁元王即乐昌侯 姓朱侯 孝文帝即位 赴封故鲁元王眼为南宫侯 序章氏 太史公曰 张尔 臣于 是传所称贤者 其兵克司义 莫非天下俊杰 所居国无部 取倾向者 然张尔 臣于 始居曰时 湘然姓已死 其故问哉 即聚国征权 促湘灭亡 和湘者 湘慕用之臣 后湘辈之利也 岂非以势力交哉 名誉虽高 兵克虽甚 所游待遇 大伯 严林济子异矣 所引述赞 张尔 臣于 天下豪俊 望年积虑 稳景相性 尔为巨鹿 于兵不尽 张继望生 臣乃去应 势力轻夺 细莫臣性 史记卫报 彭月列传 卫报者 故卫诸公子也 其兄卫旧 故卫时封卫寧陵军 秦灭卫 千九卫家人 臣 圣之其王也 就王从之 臣王使魏人 周氏训魏的 魏的以下 欲相与立周氏魏魏王 周 誓曰 天下昏乱 忠臣乃见 经天下共叛秦 其亦必立魏王后乃可 其 赵使车阁 五十圣 立周氏魏魏王 誓词不受 淫魏就于臣 五反 臣王乃潜力就魏魏王 张涵已破臣王 乃进兵及魏王于灵纪 魏王乃使周氏初请就于其 楚 其 楚遣相 他 田八将兵随士就魏 张涵遂及破杀周氏等君 为灵纪 就魏其名约将 约定就自 烧杀 魏豹王走楚 楚怀王于魏豹数千人 赴训魏帝 项羽已破秦 降张寒 豹下魏二十 于臣 立报魏魏王 豹引金兵从项羽入关 汉元年 项羽封诸侯 欲有良的乃喜魏王 豹于河东 都平阳 魏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 杜林静 魏王报以国属烟 遂从即处于彭城 汉拜 还致盈阳 报 请归是清病 治国 及绝合金叛汉 汉王闻魏报返 方东忧楚 魏吉吉 魏立申曰 缓甲网说魏报 能下之 无以万户丰弱 立申说报 报谢曰 人生一世间 如白居 过夕尔 经汉王曼尔五人 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努尔 非有上下礼节也 无不忍赴见也 于是汉王浅寒姓及鲁鲍鱼 河东 传逸营阳 以报国魏郡 汉王令报首营阳 处为之吉 周磕碎杀未报 彭悦者 昌义人也 自重 常于聚也则中 未群道 陈慎 向良知起 少年或未悦 曰 诸豪杰相立叛秦 众可以来 易孝之 彭悦曰 两龙方斗 且呆之 居遂于 则兼少年相聚百余人 往从彭悦 曰 请众未长 曰谢曰 陈不元 与诸君 少年强请 乃许 与其但日日出会 后其者斩 但日日出 时余人后 后者 至日中 于是曰谢曰 陈老 诸君强以为常 经其而多后 不可敬诸 诸最后者一人 令校长斩之 接校曰 何至是 请后不敢 于是 岳乃隐一人斩之 涉谈记 乃 令图鼠 图鼠皆大惊 为岳 莫敢仰视 乃行掠的 收诸侯散促 得千余人 佩公之 从荡北极昌义 彭悦助之 昌义未下 佩公引兵夕 彭悦亦将其重居 惧也终 收尾散促 向吉入关 王诸侯 还归 彭悦众万余人无所属 汉原年秋 其王田荣叛 向王 乃使人赐彭悦将军应 使下既应已及处 处命 萧公较将兵及岳 岳大破处军 汉 王二年春 与魏王报及诸侯东及处 彭悦将其兵三万余人归 汉余外皇 汉王曰 彭江 君收未得的十余臣 欲及立位后 今夕魏王报 亦魏王就从地也 真位后 乃拜彭悦为 魏相国 善将其兵 略定两地 汉王之拜彭臣解而兮也 彭悦皆父王其所下臣 独将其兵北居和尚 汉王三年 彭 悦常往来为汉游兵 及处 掘其后良于良地 汉四年冬 向王与汉王相聚盈阳 彭悦公 下虽阳 外皇十七臣 向王文之 乃使曹旧守成高 自东收彭悦所下臣义 皆父未处 岳将其兵北走古臣 汉武年秋 向王之南走阳下 彭悦附下昌一旁二十余臣 的古十余 万胡已给汉王十 汉王拜 使使召彭悦并立即处 岳曰 魏的初定 尚未处 魏可去 汉王追处 魏相及所拜故灵 乃为刘侯曰 诸侯兵不从 魏之奈何 刘侯曰 其王姓之力 非君王之义 姓义不自奸 彭悦本定良的 功多 使君王已未报雇 拜彭悦为魏相国 今报死无后 且悦亦欲予亡 而君王不早定 与此两国曰 即盛楚 虽扬以北至古城 皆以王彭相国 从臣以东赴海 与其王姓 其王姓家在楚 此其亦欲赴的故意 君王能 出捐此的许二人 二人今可治 即不能 是未可知也 于是汉王乃八十时彭悦 如流 侯测 十者至 彭悦乃兮兵会该下 遂破除 相及已死 春 立彭悦为梁王 兜定逃 六年 朝臣 九年 十年 接来朝长安 十年秋 晨熙返代的 高地自网及 至寒丹 真兵梁王 梁王称病 使江江兵一寒 丹 高地怒 使人让梁王 梁王恐 欲自罔谢 其江户哲曰 王时不罔 渐让而罔 罔则未情矣 不如遂发兵返 梁王不听 称病 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 太仆王走汉 告梁王与护者谋反 于是上使使眼梁王 梁王不绝 补梁王 求知洛阳 有私至反行 几句 请论如法 尚舍已为数人 传处数清一 西至镇 逢吕后从长安来 欲知洛阳 道见彭王 梁王为吕后弃替 自言无罪 原处故昌矣 吕后许诺 语句东至洛阳 吕后 白上曰 梁王壮士 惊喜之暑 此字一患 不如遂诸之 切尽语句来 于是吕后乃 令其舍人彭岳父谋反 庭位王田开奏请足之 上乃可 遂一月宗族 国除 太史公约 未报 彭岳虽故见 然以席卷千里 难免称姑 蝶写成圣日有文矣 怀 叛逆之意 击败 不死而掳求 身被行路 何哉 忠才以上且修其行 旷王者乎 彼吾 义故 制掠绝人 毒患无生儿 得射尺寸之饼 其云真龙辨 欲有所惠其度 已故悠求 而不辞云 所引述赞 为救兄弟 因时而往 抱后属楚 其国遂亡 众其昌义 归汉外皇 往来申源 再续军粮 真兵不枉 租海和商 实际情不列传 情不者 六人也 信应是 情十位不一 少年 有客向之曰 当行而亡 急壮 做法情 不兴然孝曰 人相我当行而亡 姬是乎 人有文者 共排孝之 不义论 书立山 立山之徒数十万人 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 乃绿其草藕 王之江中卫群道 臣盛之其也 不乃见藩军 与其众叛秦 聚兵数千人 藩军以其女妻之 张寒之灭 臣盛 破旅臣军 不乃隐兵北极秦左右孝 破之清波 隐兵而东 文向良定江东惠基 射江而兮 臣应已向世世卫楚江 乃以兵属向良 渡淮南 因不 蒲江军亦以兵属向良 向良射淮而兮 及景居 秦家等 不常冠军 向良智靴 闻臣王定死 乃立楚怀王 向良好为五姓军 应不为当阳军 向良败死定逃 怀王席都彭臣 朱江应不一皆宝具 彭臣 当世时 秦吉为赵 赵树使人请就 怀王使宋义位上将 范曾为墨江 向吉为赐 江 因在 蒲江军皆为将军 西属宋义 北旧赵 吉向吉沙宋义于和尚 怀王应立即位 上将军 朱江皆属向吉 向吉使部先渡和吉秦 布树有力 吉乃吸引兵设和从之 碎破 秦军 将张寒等 处兵长盛 攻关诸侯 朱侯兵皆以服属处者 以布树以少败众也 向吉指引兵夕至兴安 又是不等业吉坑 张寒勤促二十余万人 至官 不得入 又是 不等先从尖到破关下军 岁得入 至咸阳 不常为军风 向王封朱江 立不为九江王 兜六 汉元年四月 诸侯皆罢细下 各救国 向势力怀王位异帝 喜都长杀 乃因令九江 王不等刑吉之 其八月 不使将吉异帝 追杀之称陷 汉二年 其王田荣叛处 向王往及其 真兵九江 九江王不称并不枉 前将将数千 人行 汉之败处彭臣 不幼称并不左处 向王由此怨不 述使使者俏让赵不 不悦恐 不干王 向王方北幽齐 赵 西换汉 所予者独九江王 又多不才 欲轻用之 以故为 即 汉三年 汉王即处 大战彭臣 不利 出粮的 至于 未左右约 如彼等者 无 足与祭天下事 业者随和敬约 不审陛下所谓 汉王约 孰能为我使淮南 令 知发兵被处 留向王于其数月 我知取天下可以摆全 随和约 臣请使之 乃于 二十人聚 使淮南 至 英太宰逐之 三日不得见 随和应说太宰曰 王之不见何 必以楚未强 以汉未弱 此臣之所以未使 使和的见 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闻也 言之而非邪 使和等二十人 伏伏之淮南是 以明王被汉而语出也 太宰乃言之王 王 见之 随和约 汉王使臣 禁禁殖 大王遇者 且怪大王与楚和亲也 淮南王曰 寡 人北乡而成是之 随和约 大王与向王 巨列为诸侯 北乡而成是之 必以楚未强 可以脱国也 向王伐其 身父板柱 以为是族仙 大王以西淮南之众 身自降之 未出 君前锋 今乃八四千人 已住处 夫北面而成是人者 故若是乎 夫汉王 站于彭城 向王 未出其也 大王遗骚淮南之兵 渡淮 日夜会战彭城下 大王府万人之众 无一人渡淮者 垂拱而观其殊胜 夫脱国于人者 故若是乎 大王提空明以相处 而欲后自托 臣妾 为大王不取也 然而大王不被处者 以捍卫弱也 夫处兵虽强 天下父之以不义之名 以其被蒙曰而杀异地也 然而楚王是战胜自强 汉王收诸侯 海首成高 营阳 下属 汉之素 深沟壁垒 分促守绞成塞 楚人海兵 兼以良的 深入敌国八九百里 欲战则 不得 功臣则利不能 老若转两千里之外 楚兵至营阳 成高 汉兼手而不动 净则不 得功 退则不得解 故约楚兵不足事也 使楚圣汉 则诸侯自为聚而相救 夫楚之强 士族已至天下之兵而 故楚不如汉 其事亦见也 经大王不予万全之汉 而自脱于为王之 楚 臣妾为大王获之 臣妃以淮南之兵 足以王楚也 夫大王发兵而被楚 向王必留 留 数月 汉之取天下 可以万全 臣请与大王提贱而归汉 汉王必烈的 而封大王 右旷淮南 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汉王 竟使使臣敬于祭 原大王之流义也 淮南王曰 请奉命 应许判处于汉 未感谢也 楚使者在 方吉则应不发兵 舍船舍 随何之入 作楚使者上座 曰 久将亡以 归汉 楚何以的发兵 不愕然 楚使者起 何应说不曰 是已够 可遂杀楚使者 无始归 而即走汉并力 不曰 如使者叫 因其兵而即之耳 于是杀使者 因其 兵而攻处 楚使相声 龙且攻淮南 向王流而攻下矣 数月 龙且及淮南 破步军 不 欲引兵走汉 恐楚王杀之 故奸行与何惧归汉 淮南 淮南王志 上方聚闯喜 照步入箭 不大怒 悔来 欲自杀 出旧舍 障欲引石从 官如汉王居 不幼大喜过望 于是乃使人入九江 楚义使相伯收九江兵 竟杀不妻子 不使者颇得故人姓臣 将众数千人归汉 汉义分布兵而宇俱北 收兵至成高 四年七月 吏不为淮南王 宇吉相吉 汉无年 不使人入九江 得树县 六年 不与刘甲入九江 又大司马周英 周英返 楚 遂举九江兵与汉吉楚 破之该下 相吉死 天下定 尚至九 尚者随何之功 为何为福如 为天下安用福如 随何贵 曰 夫陛下隐兵公彭臣 楚王位去其也 陛下发不促五万人 其五千 能以去淮南乎 尚曰 不能 随何曰 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 至 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 公贤于不促五万人其五千也 然而陛下为何福如 为天下安用福如 何也 上曰 无方徒子之功 乃亦随何为护军中尉 不遂颅福为淮南王 都六九江 卢江 横山 遇张郡皆蜀部 七年 朝陈 八年 朝洛阳 九年 朝长安 十一年 高后 朱淮英侯 不因辛孔 下 汉朱梁王彭月 海之 盛齐海便四诸侯 至淮南 淮南王方烈 建海 因大孔 因令人不聚兵 后四旁郡紧急 不索性积极 请就医 医家与中大夫奔赫对门 基数如医家 奔赫自以为是中 乃 后溃夷 从姬引医家 姬氏王 从容语次 遇赫长者也 王怒曰 如安从之之 举 说壮 王怡其语乱 赫恐 陈炳 王怨怒 欲不赫 赫言便是 臣传亦长安 不使人追 不急 赫志 上辩 言不谋反有端 可先未发诸也 上读其书 与萧相国 相国曰 不不已有此 恐愁愿忘乌之 请及赫 使人为燕淮南王 淮南王不见赫以罪王 上 便 故以以其言国应是 漢史又来 頗有所厌 遂足赫家 发兵返 返书文 尚乃赦奔 赫 已为将军 上诏诸将问曰 不返 为之奈何 皆曰 发兵及之 坑树子尔 何能为乎 汝英侯藤公 照顾处令尹问之 令尹曰 事故当返 藤公曰 上列的而亡之 书 绝而贵之 南面而立万臣之主 其返何也 令尹曰 往年杀彭月 前年杀寒姓 此 三忍者 同工一体之人也 自疑或极深 故反而 藤公言之上曰 乘客故处令尹薛 公者 其人有仇家之计 可问 尚乃赵贱问薛公 薛公对曰 不返不足怪也 事故 出于上计 山东非汉之有也 出于众计 胜败之数未可知也 出于下计 陛下安枕而我 以上曰 何谓上计 令尹对曰 冬取吾 西取楚 并其取鲁 传席焰 兆 照 故守其所 山东非汉之有也 何谓中计 冬取吾 西取楚 并含取味 聚敖雨 知宿 塞成高之口 盛败之树未可知也 何谓下计 冬取吾 西取下菜 归中 逾月 生归长沙 陛下安枕而卧 汉无事已 上曰 世纪将安出 令尹对曰 出下计 上曰 何谓费上重计而出下计 令尹曰 不顾立山之徒也 自治万臣 知主 此皆未深 不顾后谓百姓万事律者也 故曰出下计 上曰 善 封薛公千 虎 乃立皇子常为淮南王 上岁发兵自江东极部 不知出返 为其将曰 尚老义 燕兵 必不能来 始朱江 朱江独换淮英 彭月 今皆已死 于部族未也 故岁返 果如薛公仇之 东极金 金王刘甲走死 傅林 静 截其兵 杜怀及楚 处发兵与战徐 同奸 魏三军 欲以相救魏齐 或说除江曰 不 善用兵 民宿魏之 且兵法 诸侯占其地位散地 今别为三 比拜无一军 于皆走 安 能相救 不听 不果破其一军 其二军散走 遂兮 与上兵御其兮 会坠 不兵今盛 尚乃必雍臣 望部君致臣如相疾君 尚恶 之 与部相望奖 摇位不曰 何苦而返 不曰 欲为帝尔 尚怒骂之 遂大战 不君败走 渡怀 树直战 不利 与百余人走江南 不故与藩君婚 已故长沙哀王使 人代步 为羽王 又走月 故姓儿随之翻阳 翻阳人沙不资相名田舍 遂灭情部 立皇子常为淮南王 丰奔赫为其司侯 朱江律多 以攻封者 太史公约 因部者 其先其春秋所见处灭因 六 高桃之后哉 身被刑法 何其拔 心知报也 向世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 而不常为首虐 公关诸侯 用词的王 亦不免于 身为是大陆 或知心自爱基直 杜茂生患 竟已灭国 所引述赞 久江出世 当行而亡 寄免途中 聚到江上 在雄除醋 平破秦江 并未羽疑 归受汉障 奔赫见回 醋至无望 史记怀音侯列传 怀音侯寒信者 怀音人也 史未不衣时 平无形 不得推则未立 又不能至身伤骨 常从人济时隐 人多厌之者 常数从其下乡 南昌亭长济时 数月 亭长期换之 乃成 吹入时 时时性网 不畏惧时 性亦知其义 怒 禁绝去 性调于尘下 诸母飘 有义母见性姬 犯性 禁飘数十日 性喜 未飘母曰 吾 必有以众报母 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孙儿禁食 其妄报乎 怀音图中少年有五性者曰 若虽长大 好带刀剑 钟情妾耳 众辱之曰 性能死 似我 不能死 出我库下 于是性熟是之 免出库下 匍匐 仪是人皆孝性 以为且 及相良度怀 性障见从之 居细下 摩索之名 相良败 又属相羽 羽以为狼中 術以策干相羽 羽不用 汉王之入属 性王储归汉 为德之名 为莲敖 做法当斩 其 被十三人皆以斩 四至性 性乃仰是 是见腾公 曰 尚不欲就天下乎 何谓斩壮是 腾公其其言 壮其茂 是而不斩 欲欲 大说之 言于上 尚拜以为致素都为 上 为之其也 性术与萧何语 何其之 至南阵 诸将行道 王者数十人 姓杜何等以数言上 上不 我用 即王 何文姓王 不及以文 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 臣向何王 上大怒 如 师左右手 居一二日 何来夜上 尚且怒且喜 骂何曰 若亡 何也何曰 臣 不敢亡也 臣追王者 尚曰 若所追者 谁何曰 韩姓也 尚父骂曰 朱 江王者以十数 公摩所追 追姓 乍也 何曰 朱江亦得尔 至如姓者 国是无双 王必欲常王汉中 摩所是姓 必欲真天下 非姓摩所与济氏者 故王策安所绝尔 王曰 无意欲东尔 安能欲欲久居此乎 何曰 王既必欲东 能用姓 姓即留 不能用 姓中王尔 王曰 吾未公已为将 何曰 虽未将 姓必不留 王曰 已为大将 何曰 姓盛 于是王欲照姓拜之 何曰 王肃慢无礼 今拜大 将如呼小儿耳 此乃姓 所以去也 王必欲拜之 则良日 齋戒 设坛场 距离 乃可儿 王许之 诸江皆喜 人人各自以为的大将 至拜大将 乃韩姓也 义军皆精 姓拜礼弼 上座 王曰 陈相庶 庶言将军 将军何以叫寡人计策 姓谢 应问王 曰 京东相征全天下 岂非向王邪 汉王曰 然曰 大王自料永汉人强熟 与向王 汉王漠然良久 曰 不如也 幸在拜赫曰 唯姓亦为大王 不如也 然 陈常侍之 請言向王之为人也 向王因而叱诈 千人皆沸 然不能认属贤江 此特匹夫 之用而 向王见人恭敬慈爱 言语呕呕 人有疾病 替气分食饮 致使人有功当风绝者 应完毕 忍不能与 此所谓妇人之人也 向王虽霸天下而成诸侯 不居关中而都捧臣 有备异帝之曰 而以亲爱王 诸侯不平 诸侯之见向王迁竹异帝至江南 亦皆归竹齐 主而自王善帝 向王所过无不残灭者 天下多怨 百姓不倾覆 特杰于威强而 名虽畏 罢 实施天下心 故曰其强易弱 今大王臣能反其道 任天下无勇 何所不诛 以天下 臣亦封功臣 何所不服 以义兵从司东归之事 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为秦江 将秦子弟 数岁已 所杀王不可圣祭 又欺其重将诸侯 至兴安 向王乍坑秦将促二十余万 为毒 寒 心 易得托 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入骨髓 金楚强以威王此三人 秦明莫爱也 大 大 王之入五官 秋毫摩所害 除秦科法 与秦明曰 法三章二 秦明无不欲的大王王秦者 于诸侯之曰 大王当王关中 关中民贤之之 大王施直入汉中 秦明无不恨者 今大 王举而东 三秦可传习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 自以为的姓晚 遂听姓计 不属诸江 所及 八月 汉王举兵东出陈仓 定三秦 汉二年 出关 收尉 河南 韩 英王皆将 和其 照共吉楚 四月 至彭城 汉兵拜散而海 姓父收兵与汉王会营阳 父及破楚京 所之间 已故楚兵族不能息 汉之败却彭城 塞王兴 敌王义王汉将楚 其 赵义反汉与楚和 六月 魏王报也 歸世清吉 治国 及绝和官反汉 与楚约和 汉王实力深说报 不下 七八月 以姓魏 左称相 即位 魏王圣兵普版 塞林静 姓乃亦位移兵 乘船玉渡林静 而扶兵从下阳 以慕英诈渡君 其安逸 魏王报经 隐兵迎姓 姓碎鲁报 定位魏和东郡 汉王浅章儿 宇姓巨 隐兵东 北极兆 代 后九月 破代兵 秦夏说厄语 姓之下未破代 汉哲史 人收其精兵 亦营阳以俱处 姓宇章儿以兵数万 欲东下 警行及兆 兆 兆王 陈安君臣于文汉且席之也 聚兵警行 寇 号称二十万 廣 广武军里 左车说 陈安君曰 文汉将韩信设西河 鲁魏王 秦夏说 新叠写厄语 今乃福以张尔 亦遇下诏 此圣圣而去国远斗 其风不可当 陈文千里愧 梁 事有积色 乔苏厚窜 诗不速保 京谨行之道 车不得方轨 其不得陈列 行数百 礼 其事粮始必在其后 原族下贾城骑兵三万人 从奸到掘骑资众 族下升勾高磊 奸 迎物与战 比前不得斗 退不得还 无骑兵掘骑后 使也魔所掠 不至十日 而两将之 头可置于细下 援军留一臣之计 否 必为二子所情矣 陈安君 如者也 常称义兵 不用诈谋奇迹 曰 吴文兵法实则为之 被责战 今韩信兵号数万 其实不过数千 能千里而喜我 亦亦罢吉 今如此必而不吉 后有大者 何以加之 则诸侯为无切 而 轻来罚我 不听广武军策 广武军策不用 韩信使人监视 知其不用 海报 则大喜 乃敢引兵碎下 未至井行口三十里 指 舍 夜半传发 选清其两千人 仁池一赤智 从尖到壁山而望赵君 借曰 赵见我走 避空避主我 若即入赵壁 拔赵至 立汉赤智 令其疲降传孙 曰 今日破赵会 十 诸将皆莫信 祥应曰 诺 魏君立曰 赵已先俱变得未必 且比魏见无大 将其鼓 未肯及前行 恐无至祖先而孩 信乃十万人先行 出 被水沉 赵君望将而 大笑 平淡 信见大将之其鼓 鼓行出井行口 召开壁及之 大战良久 于是信 张儿 详弃古旗 走水上军 水上军开入之 负极战 赵果空必真 汉古旗 逐寒信 张儿 寒 信 张儿已入水上军 军皆疏死战 不可败 信所出其兵两千旗 供候赵空必主力 则 持入赵必 皆拔赵旗 立汉赤至两千 赵君已不胜 不能得信等 欲还归必 必皆汉赤 至 而大金 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以 兵遂乱 顿走 赵将虽斩之 不能尽也 于是汉 兵夹击 大破鲁赵君 斩成安君止水上 秦赵王歇 信乃令君中无杀广武军 有能生得者够千金 于是有赴广武军而致系下者 信乃解 其父 东相对 西相对 失事之 朱将孝守卢 碧赫 因问信曰 兵法又被山林 前左水则 经者将军令臣等反辈 水臣 约破赵会时 臣等不服 然尽已胜 此何数也 信曰 此在兵法 故诸君部 查尔 兵法不曰 限之死地而后生 至之王的而后存 且信非北宿府巡视大夫也 此 所谓 驱是人而占之 其是非至之死地 使人人自卫占 今宇之身地 接走 宁尚可 得而用之乎 朱将皆浮曰 闪 非臣所及也 于是信问广武军曰 蒲玉北宫宴 东伐其 何若而有功 广武军辞谢曰 臣 文拜君之将 不可以严永 王国之大夫 不可以图存 京臣拜王之鲁 何足以全大是乎 信曰 蒲文之 百里西居于而于王 再秦而秦霸 非于于于而至于秦也 用于不 听语不听也 臣令臣安君听足下记 若信者亦以为秦以 以不用足下 故信的事而 因故问曰 蒲玉新规记 原足下物词 广武军曰 臣文智者千律 必有一诗 于者千律 必有一的 故曰 狂夫之言 圣人则焉 故孔臣即未必足用 圆孝于忠 夫臣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 一旦而失之 君拜好下 生死至上 京将军设西河 鲁尾 王 琴下说厄语 一举而下井行 不中朝破罩二十万众 朱臣安君 明文海内 威震天 下 农夫莫不错 更是雷 于衣干时 清耳以待命者 若此 将军之所掌也 然而重劳促 罢 其时难用 今将军欲举眷臂之兵 顿之燕奸臣之下 欲战孔久力不能拔 勤见是驱 旷日良节 而若燕不服 其臂俱尽以自强也 燕其相持而不下 则留相之权位有所分 也 若此者将军所短也 臣于 妾以为义过矣 顾善用兵者不以短即长 而以长即短 韩信曰 然则何由 广武军队曰 方精卫将军记 莫如暗甲修兵 震照俯齐 孤 百里之内 扭久日至 已想是代福一兵 北守燕露 而后前便是奉旨此之书 报其 所掌于燕 燕必不敢不听从 燕已从 史宣言者东告其 其必从封而服 虽有智者 已 不知为其寄已 如是 则天下事皆可徒也 兵故有先身而后使者 此之未也 韩信曰 善 从其策 发始始焰 焰从封而迷 乃遣使报汉 因请立章而为赵王 以政府 其国 汉王许之 乃立章而为赵王 楚树使其兵度和吉赵 赵王尔 韩信往来救赵 因行定赵臣义 发兵义汉 楚方吉 为汉王于盈阳 汉王难出 之晚 夜间 的情部 走入成高 楚幼腹吉为之 六月 汉 王出成高 东渡河 读语藤工具 从张尔均修武 至 宿船舍 臣自称汉使 持入赵壁 张尔 韩信未起 及其卧内上夺其应符 以徽赵诸江 亦致之 信 尔其 乃之汉王 来 大惊 汉王夺两人军 即令张尔被守赵帝 拜韩信未向国 收赵兵未发者及其 信引冰冬 未渡平原 文汉王使力使其 以说下其 韩信欲指 范阳便是 快通说信曰 将军受赵集其 而汉独发尖使下其 您有赵指将军呼 何以得无行也 且立身一世 浮世 浮世吊三寸之蛇 下其七十余臣 将军将数万众 岁于乃下赵五十余 未将数岁 反 不如一数如之公乎 于是信然之 从其祭 岁渡和 其以听立身 及留纵久 霸被汉 首欲信应习其立下君 岁至林姿 其王田广以立身迈己 乃亨之 而走高密 史史之处 请旧 韩信以定林姿 遂东追广至高密西 楚义使龙且将 号称二十万 就齐 其王广 龙且并军于信战 为何 人或说龙且曰 汉兵远斗穷战 其风不可当 其 处自居其地战 兵亦拜散 不如申必 令其王使其信臣 招所王臣 王臣闻其王载 楚来就 必返汉 汉兵二千里克居 其臣皆返之 其是无所得时 可无战而降也 隆 且曰 吴平身之韩信为人 义与尔 且夫就其不战而降之 吴贺宫 金战而甚之 其 知半可得 何为止 遂战 与信家为水尘 含信乃夜令人 未万余囊 满圣沙 雍水上 流 隐君半渡 即龙且 祥不慎 海走 龙且果喜曰 故知信妾也 遂追信渡水 信使人觉雍囊 水大志 龙且军大半不得度 急急急 杀龙且 龙且 水东君散走 其王 广王去 信遂追北至成阳 皆掳出处 汉四年 遂皆降平齐 使人言汉王曰 其伟诈多变 反复之国也 难敢处 不畏 甲王以正知 其是不定 原为甲王辩 当世时 楚方即为 汉王于盈阳 韩信使者至 发书 汉王大怒 骂曰 吴困于此 但目望若来佐我 乃欲自立卫王 张良 陈平 灭汉王族 因父而语曰 汉方不立 您能尽兴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 善欲之 使自卫 守 不然 变身 汉王义悟 因父骂曰 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妄儿 何以假位 乃遣张良枉立姓 为其王 真其兵即楚 楚以王龙且 向王恐 使须仪仁武摄罔 说其王姓曰 天下共苦情久矣 相与陆立 即秦 秦已破 既攻割地 分土而亡之 以修士族 今汉王复兴兵而东 亲人之分 夺 人之地 已破三情 引兵出关 收诸侯之兵 以东即楚 其亦非 敬吞天下 者不休 其不知 燕足如是甚也 且汉王不可避 身居向王掌握中数以 向王连而活之 然的托 折备曰 复及相王 其不可亲信如此 今足下 虽自已于汉王位后交 为之尽力用兵 中卫之所 秦已 足下 所以的虚余至今者 已向王上存也 当今二王之事 全在足下 足下又头则 汉王胜 左头则向王胜 向王今日王 则赐取足下 足下与相王有故 何不反汉与楚连 何 参分天下王之 今是此时 而自闭于汉以及楚 且为智者故若此乎 韩信谢曰 臣是相王 观不过郎中 为不过知己 言不听 话不用 故被楚而归汉 汉王受我上 将军应 与我数万众 解依依我 推识使我 言听济用 故无得以致于此 夫人申亲信 我 我被知不详 虽死不亿 信为信谢相王 五舍已去 其人快通知 天下全在韩信 欲为其侧而感动之 以乡人说 韩信曰 蒲 长寿乡人之术 韩信曰 先身相仁何如 对曰 贵贱在于古法 幽喜在于容色 成败在于决断 以此参之 万不失一 韩信曰 闪 先身相寡人何如 对曰 袁少监 信曰 左右去以 通曰 相军之面 不过封侯 又为不安 相军之 被 贵乃不可言 韩信曰 何谓也 快通曰 天下出发难也 俊雄豪杰健浩衣 呼 天下之势云和物极 于林高渊 标志风起 当此之时 悠在王晴而已 以 京楚汉分针 使天下无罪之人 甘胆图的 父子抱海骨于中也 不可胜数 楚人起彭尘 转斗逐北 至于营阳 成立席卷 威震天下 燃兵困于今 所之间 破西山而不能近者 三年于此 以 汉王江树十万之众 巨拱 洛 祖山河之险 一日树战 五尺寸之宫 折北不久 拜银阳 商城高 岁走晚 夜之间 此所谓至永聚困者也 夫瑞气错于险塞 而良史节 于内府 百姓罢及愿望 荣荣魔所矣 以成料之 其是非天下之贤 当今两主之命陷于族下 族下 为汉则汉盛 与楚则处盛 成员批复兴 舒肝胆 笑于 继 孔族下不能用也 成能听臣之计 莫若两立而聚存之 参分天下 顶族而居 其是 莫敢先懂 夫以族下之贤盛 有甲兵之众 聚强其 从宴 赵 出空虚之地而至其后 英明之欲 西乡为百姓请命 则天下风走而回应以 俗敢不听 歌大若强 以立诸侯 诸侯以立 天下福听而归得于其 按其之故 有交 四支地 怀诸侯以得 生拱一让 则天下之君王相律而朝于其以 盖文天与福取 反受其旧 实至不行 反受其央 原族 下属律之 韩信曰 汉王遇我圣后 载我以其车 依我以其依 使我以其时 吾文之 成人 知车者载人之患 依人之依者怀人之忧 食人之识者死人之事 吾其可以相利备一呼 快申曰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 欲见万事之业 臣妾以为勿矣 使常山王 臣安君位 不依时 相与魏文景之交 厚真张眼 臣则之事 二人相怨 常山王被相王 奉相应投 而窜 逃归于汉王 汉王借兵而东下 杀臣安君止水之南 投足异处 醋为天下孝 此 二人相遇 天下至欢也 然而醋相情者 何也 换身于多欲 而人心难策也 金足下欲行 中性已交于汉王 必不能故于二君之相遇也 而是多大于张眼 成则 故臣已为足下必 汉王之不为己 亦勿已 代夫种 范离存王月 罢勾剑 立功成名而生死亡 野兽已禁 而列狗亨 夫已交友言之 则不如张耳之 于成安君者也 以中性言之 则不过代夫种 范离之于勾剑也 此二人者 足以观以 原足下生律之 且成文永略正主者身为 而公 盖天下者不少 臣请颜大王公略 足下设西河 鲁魏王 秦下说 引兵下锦行 朱成安 君 殉赵 邪宴 定其 南催楚人之兵二十万 东沙龙且 西乡已报 此所谓公无二余 天下 而略不释出者也 经足下代正主之威 协不赏之功 归楚 楚人不信 归汉 汉 人正恐 足下欲持世安归乎 夫是在人臣之威 而有正主之威 名高天下 妾为足下为之 韩信谢曰 先申且修以 无将念之 后蜀日 快通父说曰 夫听者是之后也 记者是之机也 听过记师而能久安者 先义 听不诗依二者 不可乱以言 既不诗本末者 不可分以词 夫随私养之义者 诗 万臣之权 首单识之路者 却倾向之位 故知者觉之断也 以者是之害也 省毫毛之小 记 以天下之大树 至臣之之 绝福感行者 百事之祸也 故曰 蒙虎之犹豫 不若丰 差之之士 奇迹之菊竹 不如努马之安部 孟奔之狐疑 不如雍夫之弊之也 虽有顺语 知智 迎而不言 不如英龙之指挥也 此言贵能行之 夫公者难成而易败 使者难得 而易师也 食乎食 不再来 元族下降查之 韩信犹豫不忍被汉 又自以为公多 汉 忠不夺我旗 遂谢快通 快通说不听 以降狂畏污 汉王之困故灵 用章梁记 赵齐王姓 遂将兵会该下 相羽已破 高祖席夺齐王军 汉武年正月 起齐王姓为楚王 都下批 姓治国 赵所从十飘母 四千金 即下乡南昌亭长 四百钱 曰 公 小人也 未得不促 赵汝己之少年令初 跨下者以为楚中卫 告诸江相曰 此状事也 方辱我 时 我宁不能杀之邪 杀之无名 故忍而就于此 相王王将忠离妹 夹在伊卢 夙语姓善 相王死后 王归姓 汉王怨妹 闻其在楚 赵楚不媚 姓出之国 行献义 成兵出入 汉六年 仍有上书 告楚王姓返 高帝以成平 即天子寻寿会诸侯 南方有云梦 八始告诸侯会成 吾将有云梦 时欲习姓 姓 服之 高祖且智楚 姓欲发兵返 自度无罪 欲业上 恐见秦 人或说姓曰 斩媚也 上 上必喜 无患 姓见未济世 媚曰 汉所以不及取出 以媚在公所 若欲捕 我已自媚于汉 无今日死 公义随手亡矣 乃骂姓曰 公非长者 簇自警 姓迟 骑手 叶高祖于臣 上令武士赴姓 载后车 姓曰 果若人言 狡兔死 梁狗亨 高鸟静 梁公葬 敌国破 谋成王 天下已定 我故当亨 上曰 人告公返 遂谢细姓 至洛阳 赦姓罪 以为怀英侯 姓知汉王为恶其能 常称并不朝从 姓有此日夜愿望 居长泱泱 修与将 冠等列 姓常过凡将军怪 怪贵拜送迎 言称臣 曰 大王乃肯临臣 姓出门 孝曰 身乃羽怪等未无 上常从容与姓炎珠江能部 各有差 上问曰 如我能将几何 姓曰 陛下不过能枪十万 上曰 于君何如 曰 臣多多而亦善而 上孝 曰 多多亦善 何谓为我情 姓曰 陛下不能将兵 而善将将 此乃言之所以为 陛下情也 且陛下所谓天兽 非人力也 臣兮拜位聚路守 此于怀英侯 怀英侯且其手 辟左右 与之不于庭 仰天探曰 自可与言乎 欲与子有言也 西曰 为将军令之 怀英侯曰 公之所居 天下 精兵处也 而公 陛下之信信臣也 人言公之盼 陛下必不信 再至 陛下乃一以 三 至 必怒而自将 无畏公从中起 天下可徒也 陈兮素知其能也 信之 曰 谨奉 教 汉十年 陈兮果返 尚自将而往 信并不从 因使人至兮所 曰 帝举兵 无 从此助攻 信乃某宇佳成业诈 照射诸关图奴 欲发以席旅后 太子 不属已定 呆兮 宝 其舍人得罪于信 信求 欲杀之 舍人地上便 告信欲反撞于呂后 呂后 呂后欲照 恐 其党不救 乃于肖像国谋 乍令人从上所来 言兮已得死 列侯群臣皆合 向国代信曰 虽疾 强入赫 信入 旅后使武士赴信 展之常乐中世 信方斩 曰 吾悔不 用快通之计 乃为儿女子所诈 岂非天灾 遂 遗信三足 高祖已从西军来 至 见信死 且喜且怜之 问 信死亦赫言 旅后曰 信 言恨不用快通计 高祖曰 是其便是也 乃照其不快通 快通至 上曰 若叫 怀因侯反呼 对曰 然 臣故叫之 数字不用臣之策 故令自已于此 如笔数字用 臣之计 臣之计 必下安得而宜之乎 上怒曰 亨之 通曰 皆呼 冤灾亨也 上曰 若叫韩信返 何冤 对曰 情之刚厥而为迟 山东大扰 亦信并起 英俊乌疾 情施其路 天下共逐之 于是高才及足者先的焉 直之狗肺窑 窑 窑妃不仁 狗应肺妃 其主 当事实 成为独之韩信 非知 陛下也 且天下瑞 今持风欲 为陛下所为者 慎重 故 力不能而 又可敬亨之邪 高地曰 至之 乃是通之罪 太史公曰 吾如淮英 淮英人未愚言 韩信虽未不衣食 其至与众义 其母死 平 吾以藏 然乃行淫高厂的 令其旁可致万家 于是其母种 良然 甲令韩信学道谦让 不乏己宫 不经其能 则数积灾 于汉家勋 可以比周 照 太公之徒 后世写时已 不 误出此 而天下 以及 乃谋叛逆 以灭宗族 不义以乎 所引述赞 君臣一体 自古所难 向国申见 策拜登坛 沈沙绝水 拔至传参 与汉汉众 归除除安 三分不义 唯有可叹 史记韩信如婉列传 韩王信者 故韩乡王涅孙也 长八尺五寸 及向梁之立处后 淮王也 宴 其 赵 魏皆以前王 为韩武有后 故立 韩诸公子衡阳君 成为韩王 欲以府定 韩故帝 向梁拜死 定陶 臣 淮王 佩公引兵及杨臣 使张梁以韩司徒降下 韩故帝 的姓 以为韩江 江 其兵从佩公入五官 佩公立位汉王 韩信从入汉中 乃说汉王曰 向王王朱将近的 而王独远居辞 四座千叶 士族皆山东人 弃而忘归 及其封东乡 可以征天下 汉王还定三秦 乃 许姓为韩王 先百姓为韩太尉 将兵略韩帝 向吉之封诸王皆救国 韩王臣以不从无功 不遣救国 更以为列侯 吉文汉浅韩信 略韩的 乃令故向吉尤吴时 吴令正昌为韩王以聚汉 汉二年 韩信略定韩时于臣 汉王 至河南 韩信吉及韩王昌阳臣 昌将 汉王乃立韩信 魏韩王 长江韩兵从 三年 汉王 初银阳 韩王姓 周科等守银阳 吉处拜银阳 姓将处 以而得王 复归汉 汉复利矣 魏韩王 竟从吉破相吉 天下定 五年春 岁宇头福魏韩王 王颖川 明年春 尚以韩信财武 所望北进拱 落 南破晚 夜 东有淮阳 皆天下进兵处 乃照喜韩王姓王太元以北 被玉湖 都进阳 姓尚书曰 国被鞭 匈奴树入 进阳 去赛远 请至马义 尚许之 姓乃喜至马义 丘 匈奴冒断大为姓 姓术使使狐求和 解 汉发兵就知 疑姓术兼使 有二心 使人则让姓 姓孔朱 应与匈奴约共公汉 反 以马义降狐 及太元 七年冬 上字往吉 破姓君同低 斩其将忘喜 姓王走匈奴 其与白土人曼秋晨 王黄等立照苗义照立卫王 附收姓拜散兵 而与姓吉茂顿谋公汉 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 于其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 至静阳 与汉兵战 汉大破之 追至于离石 破之 匈奴赴 聚兵楼凡西北 判令车骑及破匈奴 匈奴常败走 汉承盛追北 文茂顿居戴鼓 高皇帝 居敬阳 使人士茂顿 还报曰 可及 上岁至平成 上出白登 匈奴其为上 上乃是 人后一二世 二世乃说茂顿曰 曰 金的汉的 由不能居 且两主不相 居七日 胡 其烧引去 十天大悟 汉使人往来 胡不绝 护军中尉 陈平言上曰 胡者全兵 请令 强奴赴两十外乡 徐行出围 入平成 汉救兵一道 胡其遂解去 汉一罢兵归 韩信 为匈奴将兵往来集边 汉十年 姓令王皇等说物晨曦 十一年春 故韩王姓赴与胡其入居参合 据汉 汉 使柴将军及之 夷姓书曰 陛下宽人 诸侯虽有叛王 而复归 折复顾未好 不诸也 大王所知 今王以拜王走湖 非有大罪 即自归 韩王姓报曰 陛下着仆起驴相 南面称姑 此仆之姓也 银阳之事 仆不能死 求于相及 此一罪也 即寇公马义 仆不能坚守 以成将之 此二罪也 今反未寇将兵 与将军争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 夫 种 离无一罪 生死亡 今仆有三罪于陛下 而欲求活于世 此五子虚 所以奋于无也 今仆王逆山谷间 但目其带满夷 仆之思归 如伟人不忘起 忙者不忘事也 事不可而 遂战 柴将军图参合 斩韩王姓 姓之入匈奴 与太子聚 即至颓当臣 申子 因名曰颓 韩太子 亦申子 命曰英 至孝文十四年 颓当即 因律其重将汉 汉封颓 为公高侯 因未相成侯 吴楚君时 公高侯 公关诸江 传子至孙 孙无子 师侯 因孙已不敬师侯 颓当孽孙寒烟 贵姓 名副显于当世 其帝说 在封 述称将军 醋未暗道侯 子代 遂于做法司 后遂于 说孙曾拜 为龙颜侯 续说后 鲁婉者 丰人也 与高祖同理 鲁婉卿 与高祖太上皇相爱 及生男 高祖 鲁婉同 日生 离忠持养酒贺两家 及高祖 鲁婉壮 俱学书 又相爱也 离忠家 两家 清相爱 生子同日 壮又相爱 赴贺两家 养酒 高祖未不依食 有力士辟匿 鲁婉 常随出入上下 及高祖出其配 鲁婉以克从 入汉中 为将军 常侍中 从东籍向籍 以太为常从 出 入卧内 依被饮食赏赐 群臣莫敢望 虽萧草等 特以事见礼 致其亲信 莫及鲁婉 晚 晚封为长安侯 长安 故咸阳也 汉武年冬 以破相及 乃是鲁婉别江 与刘甲及陵江王共卫 破之 七月海 从籍 燕王赃图 赃图将 高祖已定天下 诸侯非流氏而 亡者欺人 欲王鲁婉 为群臣绝望 吉鲁赃图 乃下 赵诸江相列侯 则群臣有功者 已为燕王 群臣之上 欲王鲁婉 皆言曰 太为常安侯鲁婉 常从平定天下 功最多 可望燕 赵许之 和五年八月 乃利鲁婉 为燕王 诸侯王得姓莫如燕王 和十一年秋 陈希返代的 高祖如邯郸及西兵 燕王晚义及其东北 当逝时 陈希 使王皇求救匈奴 燕王晚义使其乘张胜于匈奴 延西等军破 张胜至乎 顾燕王赃查子 燕出王在乎 见张胜曰 功所已重于燕者 以席胡誓也 燕所已久存者 以诸侯述返 兵连不绝也 金功未燕欲及灭西等 西等以敬 赐亦至燕 功等亦且未掳移 功何不 令燕且缓成西而与胡和 室宽 得常王燕 即有汉籍 可以安国 张胜以为然 乃思 令匈奴助兮等即燕 燕王晚义张胜于胡返 尚书请足张胜 圣孩 聚到所已为者 燕王 悟 乃诈论他人 脱圣家属 使得为匈奴奸 而因使范其之臣西索 御令九王 连兵物 绝 汉十二年 冬籍秦部 西长江兵居带 汉使凡怪籍展西 其辟将将 炎燕王晚使范 其通计谋于西索 高祖使使赵鲁晚 晚称饼 上幼使辟阳侯省时期 御使大夫赵瑶网赢 燕王 因燕问左右 晚月孔 必逆 为其姓陈曰 非流氏而亡 独我与长沙尔 往年 春 汉族淮英 夏 朱彭月 接吕后继 今上并 属任吕后 吕后妇人 专欲以示诸义 姓王者及大功臣 乃遂称病不行 其左右皆亡逆 雨颇谢 辟阳侯闻之 规据报上 尚亦怒 又得匈奴降者 降者言张圣王在匈奴 未燕时 于是上曰 鲁晚果反夷 使凡怪及燕 燕王晚夕将其工人家属 其数千居长城下 侯四 性上病欲 自入谢 四月 高祖崩 鲁晚岁将其众亡入匈奴 匈奴以为东湖鲁王 晚未满以所倾夺 常思复归 居岁于死湖中 高后时 鲁晚妻子王降汉 会高后病 不能见 舍燕底 未欲至久见之 高祖静崩 不得见 鲁晚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 鲁晚孙他之 以东湖王将 封为雅谷侯 陈熙者 婉屈人也 不知时所以得从 极高祖七年冬 韩王姓返 入匈奴 尚治平 陈海 乃封熙未列侯 以照相国将兼照 带边兵 边兵皆属烟 西长告归过照 照相周昌见西宾客随之者 千余圣 寒丹官舍皆满 西所以待宾客部 一交 接出客下 西海之代 周昌乃求入箭 箭上 聚言西宾客甚甚 善兵于外数岁 孔有便 上乃令人赴岸西客 居带者财物诸不法式 多连隐兮 西孔 因令客通使王皇 曼丘辰索 极高祖十年七月 太上皇崩 使人赵西 西称并圣 九月 岁与王皇等返 自立为代王 劫略赵 代 上文 乃设赵 代曆人为西所挂物劫略者 皆设之 上字网 至邯丹 喜曰 西 不难聚张水 北守寒丹 知其无能畏也 照相奏展长山守 畏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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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曰 有四人 四人业 上曼曰 数字能为江呼 四人残伏 上风之各千户 以为 将 左右见曰 从入蜀 汉 伐楚 宫未变形 经此和宫而封 上曰 非若所知 陈希反 邯丹以北皆西有 无以与袭真天下兵 未有智者 今为独邯丹中兵儿 无狐 爱四千户封四人 不以为赵子弟 皆曰 善 于是上曰 陈希将谁曰 王皇 曼秋成 皆顾古人 上曰 无知之以 乃各以千金购皇 成等 十一年冬 汉兵即斩陈希将侯场 王皇于屈逆下 破西江张春于辽成 斩首万余 太尉 太尉博入定太元 带地 十二月 尚自及东元 东元不下 促骂上 东元将 促骂者斩 之 不骂者情之 更命东元 更命东元 未真顶 王皇 曼秋成 其徽下 受购赏之 皆生得 已故 晨曦 君遂败 上海 至洛阳 上约 带居长山北 赵乃从山南有之 远 乃立子 横位 带王 兜 中兜 代 燕门皆属代 高祖十二年冬 凡怪君促追 斩西于林秋 太史公约 韩信 鲁婉妃 宿姬 得泪善之势 搅逸时全变 以诈力成功 遭汉出顶 顾得烈的 难免称姑 内建仪强大 外以满墨以为原 是以日书自为 是穷至困 促腹 匈奴 岂不哀哉 晨曦 良人 岂少时数 称木卫公子 即将军手边 招致宾客 而下市 名声过时 周昌怡之 私暇魄起 俱获及身 邪人静说 遂献无道 于戏悲夫 夫妻之 身熟成败于人 也深矣 所引述赞 寒香一孽 始从汉中 剖福南面 喜意北通 颓当归国 龙落有功 卢婉亲爱 群臣莫同 旧艳世王 东湖济穷 史记田丹列传 田丹者 敌人也 顾其王 田氏族也 丹从地田荣 荣地田横 皆豪 宗强 能得人 陈设之初 其王储也 始周势略定位的 北至敌 敌成首 田丹祥味 傅其奴 从少年 知庭 玉叶杀奴 建敌令 应及杀令 而赵豪立子帝曰 诸侯皆返秦自立 其 古之 建国 丹 田氏 当王 遂自立为其王 发兵 以及周氏 周氏 君还去 田丹 英帅 冰冬 略定其地 秦江张 汉为 魏王 救于林祭 及 魏王 请救于其 其王田丹将兵就位 张涵夜贤美籍 大破其 魏军 杀田丹于林祭下 丹地田荣收丹于 兵东走东阿 其人文王田丹死 乃立故其王建之地 田甲为其王 田脚为乡 田间为江 以聚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 张涵追为之 向梁文田荣之急 乃隐兵急破张涵军东阿下 张涵走 而兮 向梁英追之 而田荣怒其之立甲 乃隐兵归 及逐其王甲 甲王走出 其向甲王 走兆 脚地田间前求救兆 英流不敢归 田荣乃立田丹子 侍卫其王 荣向之 田横未将 平其地 向梁寄追张涵 张涵兵一胜 向梁使使告照 其 发兵攻击张涵 田荣曰 使楚 杀田甲 照杀田脚 田间 乃肯出兵 楚怀王曰 田甲与国之王 穷而归我 杀之 不义 赵义不杀田脚 田间已适于其 其曰 父侍守则斩守 士族则斩足 何者 为害于深也 荆田甲 田脚 田间于楚 赵 非指手足 七也 何故不杀 且情父得志于 天下 则已何用事者坟墓矣 楚 赵不听 其意怒 终不肯出兵 张涵果败杀项梁 破楚兵 楚兵东走 而张涵渡何为赵鱼巨鹿 项羽罔救赵 由此愿田荣 项羽既存赵 将张涵等 西图咸阳 灭秦而立侯王也 乃喜其王田是更望交东 至 吉末 其江田都从供救赵 应入关 故立都为其王 至林姿 顾其王建孙田安 项羽方 渡何旧赵 田安下祭北树城 引兵将项羽 项羽立田安为祭北王 至柏阳 田荣已赴相 梁不肯出兵住处 赵公秦 故不得望 赵将成于一师职 不得望 二人聚愿向王 虚王既归 诸侯各救国 田荣使人将兵住成于 令返赵帝 而荣亦发兵以聚集田兜 田兜王走出 田荣留其王室 无令之交东 士之左右约 向王强暴 而王当之交东 不救国 必为 士具 乃王救国 田荣怒 追及杀其王室于吉末 还攻杀祭北王安 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 尽并三齐之地 向王闻之 大怒 乃北伐齐 齐王田荣兵败 走平原 平原人杀荣 向王碎烧一齐 成郭 所过者净途之 齐人相聚叛之 荣帝衡 收齐散兵 得数万人 反及向羽于成阳 而汉王律诸侯拜储 入蓬城 向羽闻之 乃亦齐而归 及汉于蓬城 应连与汉战 相 聚盈阳 以顾田横赋的收齐成义 立田荣子广为齐王 而横向之 专国阵 正无惧细皆 段于相 横定齐三年 汉王使力身亡 说下齐王广及齐相国横 横以为然 解齐立下军 汉江 韩信引兵且东及齐 齐出始华无伤 田解军于立下以巨汉 汉使至乃霸首战备 纵久 且遣始于汉平 汉江韩信以平照 燕用快通计 渡平原 袭破齐立下军 应入林姿 齐王广 湘恒怒 以立身卖己 而亨立身 齐王广东走高密 湘恒走伯 首相田光走 陈阳 将军田祭君于交东 楚使龙且救齐 齐王与何军高密 汉江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 鲁齐王广 汉江冠英追得齐首相田光 至伯而恒闻齐王死 自立为齐王还积英 应拜恒之君于迎下 田恒王走梁归彭月 彭月是时居梁的中立 且未汉且未处 韩信以沙龙且 应令曹参进兵破沙田祭于交东 使冠英破沙其将田西于千尘 韩信遂平 齐 齐自立为齐甲王 汉婴而立之 后遂于 汉灭相及 汉王立为皇帝 以彭月为梁王 田恒俱诛 而与其屠属五百余 人入海 居岛中 高地闻之 以为田恒兄弟本定齐 其人贤者多赋烟 今在海中不收 后孔未乱 乃使使涉田恒罪而照之 田恒应谢曰 承亨陛下之史立身 经闻其帝立伤 为汉江而闲 承恐惧 不敢奉赵 请为庶人 守海岛中 使还报 高皇帝乃赵未未立 商曰 其王田恒极致 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仪 乃赴使使持节据告 以赵商壮 曰 田恒来 大者王 小者乃猴尔 布莱 且举兵家朱焉 田恒乃与其客二人臣传义 洛阳 未至三十里 致师相救治 恒谢使者曰 人臣见天子当席目 只留 为其客曰 恒使与汉王俱南面称姑 经汉王为天子 而恒乃为王鲁而北面是之 其耻故以甚矣 且无亨人之凶 与其弟并肩而视其主 纵比为天子之兆 不敢动我 我独不愧于心乎 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 不过欲一见无面貌而 经陛下在洛阳 经斩无头 持三十里间 形容尚未能败 有可观也 遂自警 令克奉其头 从使者持奏之高地 高地曰 皆呼 有义也夫 其字不依 兄弟三人更旺 其不嫌乎哉 为之留涕 而拜其二克为 都为 发促两千人 以王者里藏田衡 既藏 二克穿其肿旁孔 皆自警 下从之 高地闻之 乃大经 大田衡之客皆贤 无闻其余上五百人 在海中 史史诏之 智泽文田恨死 亦皆自杀 于是乃之 田恒兄弟能 得是也 太史公约 圣以快通之谋 乱其交怀因 其促亡此两人 快通者 善未长短说 论 战国之权辩 为八十一首 通善其人 安其身 安其身 常干项羽 项羽不能用其家 乙儿 项羽欲封辞两人 两人终不肯受 亡取 田恒之高杰 宾客木义 而从恨死 岂非至贤 于婴儿裂焉 不无善化者 莫能图 何哉 所引述赞 秦相之计 天下交兵 六国树党 自治豪英 田丹允寇 力士相容 楚风王甲 其破力深 兄弟更旺 海岛传身 史记凡力藤冠列传 五阳侯凡怪者 配人也 以图狗卫士 与高祖聚影 初从高祖起风 攻下配 高祖卫配攻 以怪卫射人 从攻狐陵 方雨 海守风 及 四水尖风下 破支 赴东定配 破四水守薛西 与司马涅战荡东 却敌 斩首十五级 四绝国代夫 长从 配攻及张涵均扑阳 攻城先登 斩首二十三级 四绝列代夫 赴长 从 从攻陈阳 先登 下护友 破里游军 斩首十六级 四上坚决 从攻为东郡守卫于 陈武 阙敌 斩首十四级 捕鲁十一人 四绝武代夫 从及秦军 出渤南 和坚守军于 杠里 破支 及破赵奔军 开封北 以阙敌先登 斩后一人 守六十八级 捕鲁二十七人 四绝青 从攻破阳雄军于区域 攻晚陵 先登 斩首八级 捕鲁四十四人 四绝封号 先成军 从攻长设 换元 绝合金 东攻秦军于师 南攻秦军于抽 破南阳首 以于阳城 东攻晚陈 先登 西智力 以阙敌 斩首二十四级 捕鲁四十人 四中风 攻无关 至坝上 斩都尉一人 守十级 捕鲁百四十六人 降促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系下 玉弓佩弓 佩弓 从百于其音 向薄面见项羽 谢吾有必观世 项羽迹想 君士 中九 雅赴谋 遇杀佩弓 令项庄拔剑五座中 遇及佩弓 向博长避之 石独佩弓 与张良的入座 凡怪在营外 闻世级 乃持铁顿入道营 营位止怪 怪之撞入 立杖下 项羽目之 问为谁 张良曰 佩弓参成凡怪 项羽曰 壮世 四支之九至间 怪祭饮酒 拔剑切肉食 敬之 项羽曰 能赴饮乎 怪曰 成死且不辞 其特 之九乎 且佩弓先入定咸阳 报师坝上 以待大王 大王今日至 听小人之言 与佩弓 有戏 陈孔天下解 心仪大王也 项羽莫然 佩弓如策 挥凡怪去 祭出 佩弓流车 其 独其一马 与凡怪等四人不从 从尖到山下归走 罢上军 而使张良谢项羽 项羽 亦 因遂已 无诸佩弓之心已 适日为凡怪 入营桥让项羽 佩弓是基带 明日 项羽入图咸阳 立佩弓为汉王 汉王赐怪爵位列侯 号陵武侯 千位郎中 从入汉中 海定三秦 别及西城白水北 雍青车其余雍南 破支 从公雍 台城 先登及张平 君好至 功臣 先登县阵 展县令成各一人 首十一级 鲁二十人 千郎中骑江 从吉 秦车其壤东 雀敌 千位将军 功兆奔 夏眉 怀里 柳中 咸阳 冠沸丘 嘴 智力 阳 四十亿度之凡乡 从公向吉 土主早 吉破亡武 陈处军于外皇 公邹 鲁 霞 霞 邱 薛 项羽拜汉王于彭城 敬赴取鲁 两帝 怪孩至银阳 一时平英两千户 以将军守 广武 一岁 项羽引而东 从高祖及项及 下阳下 鲁楚州将军处四千人 为项及于臣 大破支 屠狐陵 项吉祭司 汉王卫帝 以怪兼守战有功 一时八百户 从高帝攻返燕王 赃图 鲁图 定燕帝 楚王韩姓返 怪从至臣 取姓 定楚 更次决裂侯 与诸侯剖福 世事物决 十五阳 好卫五阳侯 除前所时 以将军从高祖攻返韩王姓余代 自获人以往至云中 与将侯等共定之 一时千五百户 应及陈锡与曼秋成军 占香国 破博人 先登 将 定清河 长山樊二十七县 残东元 千位左丞相 破得其无仰 尹潘君于吾中 广昌 破西别江湖人王皇君于戴南 应及韩姓君于参合 君所将促斩韩姓 破西湖其横谷 斩 将军召绩 鲁代臣相逢良 守孙奋 大将王皇 将军 太朴姐夫等十人 与诸江共定代 相议七十三 其后燕王鲁晚返 怪以向国籍鲁晚 破其成像底济南 定燕的 樊线十八 相议五十一 一时一千三百户 定十五阳五千四百户 从 斩首百七十六级 鲁二百 八十八人 别 破军七 下乘五 定军六 线五十二 的成像一人 将军十二人 两千 十以下至三百十十一人 怪以吕后女帝吕虚未复 身子抗 故其比诸江最轻 先情不反时 高祖常病胜 恶贱人 卧镜中 照护者无得入群臣 群臣将 贯得末 赶入 十余日 怪乃排榻直入 大臣随之 上读诊 一患者我 怪等剑上流涕约 十余 下语臣等其丰沛 定天下 何其壮也 惊天下已定 又贺贝也 且必下病胜 大臣正恐 不见臣等济世 故独与疑患者绝乎 且必下独不见赵高之士乎 高帝笑而起 其后如晚返 高帝使怪已向国极眼 适时高帝并胜 仍有恶怪党于旅士 即上一日 公车宴驾 则怪欲以兵 尽诛灭妻事 赵王如意之属 高帝闻之大怒 乃使陈平宰将侯带 将 而及军中展怪 陈平为旅后 执怪亦长安 智则高祖已崩 旅后是怪 使父决意 孝慧六年 凡怪促 侍卫武侯 自抗戴侯 而抗母吕虚 亦为灵光侯 高后食用士专 权 大臣敬畏之 抗戴侯九岁 高后崩 大臣朱朱吕 吕虚全属 阴朱抗 五阳侯终绝 数月 孝文帝纪力 乃复封怪他树子 世人为五阳侯 复顾决意 世人立二十九岁 促 世 为荒侯 自他广代侯 六岁 侯家设人得罪他广 愿之 乃尚书曰 荒侯世人并不能 为人 令其夫人与其地乱而生他广 他广时非荒侯子 不当代后 赵夏立 孝敬中六 年 他广夺侯卫数人 国厨 屈州侯力商者 高阳人 陈胜起时 商聚少年东西掠人 得数千 佩宫掠得至辰流 六月于 商以江簇四千人属佩宫于其 从宫长设 先登 四绝封信成君 从佩宫攻勾 是 绝合金 破秦军落阳东 从宫下宛 然 定十七线 别江攻巡官 定汉中 项羽灭秦 立配攻卫汉王 汉王赐商绝信成君 以将军卫隆西都卫 别江定北帝 上郡 破雍将军淹室 周类军巡役 苏藏军于尼阳 四十亿五成六千户 以农西都卫从 吉相吉军五月 出巨也 与中黎魅战 吉斗 受梁相国印 亦十亿四千户 以梁相国将 从吉相宇二岁三月 攻狐陵 相宇既已死 汉王位帝 祈秋 燕王赃屠返 商以将军从吉图 战龙托 先登陷阵 破图军意下 却敌 千位右丞相 四绝列侯 与诸侯剖福 逝世误绝 十亿捉五千户 号曰捉猴 以右丞相别定上谷 应攻代 受赵相国印 以右丞相赵相国别 与将侯等定 代 燕门 得代陈相陈纵 首相郭同 将军以下至六百十十九人 还 以将军为太上皇 为一岁七月 以右陈相及陈锡 残东元 又以右陈相从高地及秦部 攻其前聚 献两成 得以破布军 更时区周五千亿百户 除前所时 凡别破军三 将定军六 限期十三 得丞相 首相 大将各一人 小将二人 两千十以下至六百十十九人 商市校会 高后时 商病 不治 其子继 自旷 与吕陆善 及高后崩 大臣御诸 诸吕 吕陆魏将军 军于北军 太魏伯不得入北军 于是乃使人 竭力商 令其子矿 带履 陆 吕陆信之 故与出游 而太魏伯乃的 入聚北军 岁诸诸吕 誓岁 商促 誓魏锦侯 子继带侯 天下称力矿 卖交也 孝景前三年 吴 楚 其 赵返 尚以继位将军 为赵臣 十月不能下 得于侯鸾 不自平其来 乃下赵臣 灭赵 王自杀 楚国 孝景中二年 继欲取平原军 魏夫人 景 帝怒 下继力 有罪 夺侯 景帝乃以伤 他子尖锋 为谋侯 蓄力事后 谋进侯醋 子康 侯碎臣力 碎臣醋 子怀侯 世宗力 世宗促 子侯中根力 为太常 作法 国除 汝 侯下侯应 配人也 未配就私欲 每宋时刻孩 过配四上庭 与高祖 与未常 不宜日也 因已而是不限力 与高祖相爱 高祖戏而商应 仍有告高祖 高祖时未亭常 众作商人 告故不商应 应证之 后裕父 应作高祖细碎于 略吃数百 终以事脱高 祖 高祖之初与徒属于公配也 应时已宪令时为高祖时 上将配一日 高祖未配公 四 应觉七代夫 以为太仆 从公狐林 应与萧河将四水兼平 平以狐林将 四应爵武大夫 从及秦军荡东 龚济阳 夏护友 破里游军雍秋夏 以兵车去攻战 及四爵直驳 长 以太仆奉车从及张寒军东阿 蒲阳下 以兵车去攻战 及破之四爵直规 赴长奉车从 及赵奔军开封 阳雄军区域 因从补鲁六十八人 降促八百五十人 得应一窥 因赴长 奉车从及秦军洛阳东 以兵车去攻战 及四爵风转位腾宫 因赴奉车从攻南阳 战于兰 田 紫阳 以兵车去攻战 及 致霸上 项羽智 灭秦 立配公卫汉王 汉王赐阴绝列侯 号召平侯 复卫太仆 从入蜀汉 海定三秦 从及向及 至蓬臣 向羽大破汉军 汉王败 不立 持去 剑校会 鲁 愿 宰之 汉王吉 马霸 鲁在后 长绝两而欲弃之 因长收 尽载之 徐行念雍树乃 持 汉王怒 行欲斩阴者 食于 醋的托 而至校会 鲁园于风 汉王济至银阳 收散兵 附阵 四英时 其阳 附长凤车 从及向及 追至臣 促定处 至鲁 一时滋事 汉王立位帝 祈秋 燕王脏土返 因以太仆从及图 明年 从至臣 取出王姓 耿 食入因 口服世事物诀 以太仆从及代 至武权 云中 一时千户 因从及韩姓 君胡齐 进阳旁 打破之 追北至平臣 为胡所为 七日不得通 高地使使后 一二世 矛盾开围 一脚 高地出玉池 因故徐行 努皆持满外向 醋得拖 一时英系阳千户 赴以太仆从 及胡齐 巨驻北 打破之 以太仆及胡齐 平臣南 三县城 宫位多 四所夺 亿五百户 以 太仆及臣西 秦布君 县城却敌 亦十千户 定时乳因六千九百户 除钱所食 因自上初起配 常为太仆 敬高祖崩 以太仆是校会 校会地即高后 得因之托校会 鲁源于下一之间也 乃次因县北地第一 曰 敬我 以尊一之 校会地崩 以太仆 是高后 高后崩 带王之来 因以太仆 与东木侯入清宫 被扫地 以天子法驾 迎带王带 底 与大臣共立位 孝文皇帝 父位太仆 八岁促 侍卫文侯 子依侯造立 七年促 子 供侯次立 三十一年促 子侯颇上平阳公主 历十九岁 圆顶二年 坐与父御必奸罪 自杀 国除 隐阴侯冠阴者 虽阳犯增者也 高祖之为佩公 略得至雍秋夏 张涵拜沙项梁 而 佩公还均于荡 因初以忠捐从 及破东郡位于成武 及秦军于康里 即斗 四绝七代夫 从 宫秦军 山柏南 开封 区域 占吉利 四绝直博 好轩凌军 从 宫阳五以西 至洛阳 破秦 军师北 北绝河京 南破南阳首以 阳辰东 遂定南阳郡 西入五官 占于蓝田 吉利 至 坝上 四绝直归 好 昌文军 佩公立位汉王 拜英卫郎中 从入汉中 十月 拜位中业者 从 海定三秦 夏立阳 将赛王 还为张寒于废丘 魏拔 从东出临靖关 即将英王 定其地 即向宇 将龙且 魏乡向他军定陶南 即战 破支 四英绝列侯 号昌文侯 十度平乡 父义中业者 从将下荡 以至捧臣 向宇集 打破汉王 汉王顿而息 应从海 均于 雍秋 王武 魏公身土返 从即破支 宫下皇 吸收兵 均于营阳 楚其来众 汉王乃 则军中可谓其将者 接推顾秦其是重权人李毕 落甲习其兵 今位校尉 可谓其将 喊 王欲败之 毕 甲曰 臣故秦明 恐军不幸臣 成员的大王左右善其者赴之 冠英 虽少 然树立战 乃拜冠英 为钟大夫 令李毕 落甲位左右校尉 将郎中其兵 及楚其余 银阳东 大破之 受召别及楚君后 绝其想道 其阳武至相义 即向羽之将相关于陆下 破之 所将促斩右司马 其将各一人 即破这功亡武 君于燕西 所将促斩楼梵江武 人 连影一人 即亡武别将桓英白马下 破之 所将促斩斗魏一人 以其渡河南 宋汉 王道洛阳 使北营向国韩信 君于邯郸 还致敖仓 应迁魏玉使大夫 三年 以列侯十亿渡平乡 以玉使大夫受召江郎中 其兵东属向国韩信 即破其君于 立下 所将促鲁车 其将军华无伤 即将力四十六人 将下林姿 得其首相田光 追其向田 横志银 伯 破其其 所将促斩其将一人 生得其将四人 攻下银 伯 破其将军田兮 于千臣 所将促斩兮 东从韩信 攻龙且 流攻炫于高密 促斩龙且 生得又司马 连影 各一人 楼梵江十人 深深地雅江周篮 其的已定 韩信自立为其王 始因别将及楚江 公稿于鲁北 破之 转南 破薛俊长 深入其将一人 公扬 前至下乡以东南童 曲律 徐 渡淮 渡淮 静将其成义 至广陵 向宇 使向深 薛公 谭公 附定淮北 因渡淮北 急破向深 谭公下批 斩薛公 下下批 急破楚其于平阳 遂将蓬城 卤助国相陀 将流 薛 佩 赞 萧 向 宫库 桥 副的雅江周兰 与汉王会一乡 从吉向吉 君于城下 破之 所将促斩楼 凡江二人 鲁齐 江八人 四亿十亿 二千五百户 向吉拜该下去也 应以御史代夫 受赵 江车 其别追向吉 至东城 之 所将促 五人 共斩 向吉 皆次绝裂侯 将左右司马各一人 促万二千人 尽得其君将力 下东城 丽阳 渡江 破吴郡长吴下 得吴首 岁定吴 豫章 惠姬郡 海定淮北 反五十二县 汉王立位皇帝 四亿英亿三千户 祈秋 以车其将军 从吉破燕王赃图 明年 从至 称 取出王姓 海 颇福 世事物诀 十颖英二千五百户 号约颖英英侯 以车其将军 从吉反韩王姓于带 至马义 受赵别将楼 返以北六县 展代左乡 破湖 其于五全北 赴从吉 韩姓胡 其进阳下 所将促斩 湖白提江一人 受赵并将燕 赵 其 梁 楚车其 及破湖其余杀石 至平臣 为湖所为 从海军东源 从吉 陈西 受赵别攻西 陈相侯 厂军 驱逆下 破支 促斩厂 及特江无人 将驱逆 卢 奴 上驱阳 安国 安平 攻下东源 秦 不返 以车其将军先出 攻步别将鱼香 破支 斩亚江楼 繁江三人 又进击破步 上驻国军 及大司马军 又进破步 别将肥猪 应深深的 左司马一人 所将促斩其小将十人 追北至怀上 一时二千五百户 不已破 高地归 定令应时 引应五千户 除前所时矣 凡从的两千十二人 别破军十六 将臣四十六 定国一郡二 县五十二 得将军二 人 驻国 相国各一人 两千十十人 因自破步归 高地崩 应以列侯 是校会 帝集旅太后 太后崩 吕禄等以赵王字 至位 将军 军长安 魏卵 其哀王闻之 举兵兮 且入诸不当位王者 上将军 吕禄等闻之 乃遣英卫大将 将军王吉之 英行至盈阳 乃与将侯等谋 应屯兵盈阳 封其王以诸吕 是是 其兵止步前 将侯等计诸诸吕 其王罢兵归 因义罢兵自淫阳归 与将侯 陈平 共立代王位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于是 一封英三千户 四皇金千金 拜卫太尉 三岁 将侯博勉相救国 英卫成相 罢太尉官 四岁 匈奴大入北地 上郡 令臣 湘英将其八万五千 网级匈奴 匈奴去 祭北往返 赵乃罢英之兵 后岁于 应以成相簇 誓约一侯 子平侯阿代侯 二十八年簇 子强代侯 十三年 强有罪 绝二岁 冤光 三年 天子封冠因孙贤 未领辱侯 续冠世后 八岁 作行求有罪 国除 太史公约 无事丰佩 问其已老 官顾萧 曹 凡怪 腾宫之家 及其诉 亦哉所 闻 方其古刀图狗脉增之时 其字之父 继之伟 垂名汉庭 得留子孙哉 与与他广通 魏言高祖功臣之心 时若此云 所引述赞 圣贤影响 云真龙辩 土狗泛增 功臣也战 福意西上 寿风难免 利矿卖交 武阳内园 藤冠更旺 异夜繁衍 史记张成相列传 张成相苍者 养武人也 好书绿历 秦时未欲使 主筑下方书 有罪 王规 积佩 攻略的过阳武 苍已刻从攻南阳 苍作法当斩 解衣扶植 身长大 肥白如护 石亡灵 见而怪其美事 乃言佩宫 涉物斩 遂从西入无关 至咸阳 佩宫立位汉王 入汉中 还定三情 陈瑜即走 长山王张尔 尔归汉 汉乃以张仓位 长山守 从怀英侯及赵 仓的 陈瑜 赵帝以平 汉王以仓位 带香 被鞭寇 以儿席位照相 相照王尔 尔簇 相照王 熬 复喜相带王 燕王脏土返 高祖王及之 苍以戴香 从宫赃土有宫 以六年中封位北 平侯 十亿千二百户 千位继香 一月 更以列侯 为主继四岁 适时 萧何位相国 而张苍 乃自秦 十位 驻下 使 名习天下图书 寄集 苍又善用算律力 故令苍以列侯 居相府 领主郡国 上继者 秦 不返王 汉立皇子 常为淮南王 而张苍向之 十四年 千位御史大夫 周昌者 配人也 其从兄曰周科 秦时皆为四水促使 极高祖其配 急破四水手间 于是周昌 周科自促使 从佩宫 佩宫以周昌位直至 周科位克 从入关 破秦 佩宫 立位汉王 以周科为御史大夫 周昌位中尉 汉王四年 处为汉王银阳集 汉王顿出去 而使周科守银阳城 处破银阳城 御令 周科将 科马约 若去将汉王 不然 精卫鲁以 向于怒 亨周科 于是乃拜周昌 魏宇史大夫 常从吉破相吉 以六年终于霄 草等巨风 封周昌位焚英侯 周科子周成 以赴死侍 封位高景侯 昌为人强力 赶直言 自消 草等皆悲下之 昌常厌时入奏事 高地方拥七姬 昌 海走 高地竹的 其周昌相 问曰 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 陛下及节奏之主也 于是上孝之 然由淡周昌 及地御废太子 而立七姬子 如亦为太子 大臣故争之 莫 能得 尚以流侯策即止 而周昌亭 真之强 尚问其说 昌为人痴 又甚怒 曰 臣口 不能言 然臣其其知 其不可 陛下虽欲废太子 臣其其不奉照 尚心然而笑 祭霸 吕后策耳于东相听 见周昌 为贵谢曰 为君 太子即废 事后七姬子如亦为赵王 年十岁 高祖幽及万岁之后不全也 赵姚年少 为福喜遇 使 赵仁方 与公卫 御史 大夫周昌曰 君之使赵姚 年虽少 然其才也 君必一之 是 且代君之位 周昌孝曰 姚年少 刀比利尔 何能致是乎 居请之赵姚是高祖 高祖独心不乐 悲歌 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 赵姚敬请问曰 陛下所为不乐 非为 赵王年少而欺夫人 与吕后有缺邪 被万岁之后而赵王 不能自全乎 高祖曰 然 五 私幽之 不知所出 姚曰 陛下独一位赵王智贵强乡 及吕后 太子 群臣诉所敬 但乃可 高祖曰 然 无念之欲如是 而群臣谁可者 姚曰 御史大夫周昌 其人坚忍直直 且自吕后 太子及大臣皆宿敬旦之 独昌可 高祖曰 善于是 乃赵周昌 未曰 无欲故凡功 功强为我相赵王 周昌弃曰 陈初起从陛下 必 下独奈何忠道 而弃之于诸侯乎 高祖曰 无疾之起左迁 然无私幽赵王 念非功无 可者 功不得以强行 于是喜遇史大夫 周昌未照相 既行九之 高祖持御史大夫 应弄之 曰 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 熟世赵姚 曰 无以异谣 岁拜赵姚为御史大夫 姚亦前有军功实义 即以御史大夫从即臣西有 功 封未江亦侯 高祖崩 吕太后史史赵赵王 其乡周昌令王称即不行 实者三反 周昌故为不遣赵 王 于是高后患之 乃史史赵周昌 周昌至 夜高后 高后怒而骂周昌曰 而不知我 知愿其是乎 而不遣赵王 何 昌祭真 高后史史赵赵王 赵王果来 至长安月于 引药而死 周昌因谢病不朝见 三岁而死 后五岁 高后文玉史大夫 将义侯赵姚高祖时定 赵王如意之化 乃抵姚罪 以广阿侯 任敖为玉史大夫 任敖者 顾配玉吏 高祖常辟吏 吏细吏后 欲知不景 任敖宿善高祖 怒及伤 主吕后立 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从魏玉史 首封二岁 高祖立为汉王 东吉向吉 敖千 魏上党首 晨曦时 敖兼首 封魏广阿侯 十千八百户 高后时魏玉史大夫 三岁免 以平阳侯曹竹魏玉史大夫 高后崩 与大臣共诸吕陆等 免以淮南乡张苍魏玉史大夫 苍宇将侯等尊历代王位孝文皇帝 四年 陈相冠英促 张苍魏陈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 惠天下出定 将向古卿接军力 张苍魏即相识 续正律力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 应故秦始本以十月未遂首 福阁 推武德之运 以为汉当水德 之时 尚黑如故 吹律调月 入之阴生 即以彼定律令 若百宫 天下作成品 至于为 丞相 促就之 故汉家严律力者 本知张苍 苍本好书 磨锁不关 磨锁不通 而有善 律力 张苍得亡灵 亡灵者 安国侯也 即苍贵 常妇是亡灵 灵死后 苍魏陈相 喜母 常先朝灵夫人上时 然后赶归家 苍魏陈相 十余年 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 其府有黄龙当剑 照下其义张苍 张苍以为非是 把之 其后黄龙建成绩 于是文帝照公孙臣以为博士 草土德之力制度 更元年 张丞相由此自处 谢并称老 苍任人为忠厚 大魏兼力 上已让苍 苍碎并 免 苍魏陈相 十五岁而免 孝景前五年 苍醋 是魏文侯 紫康侯代 八年醋 紫类代 魏侯 八年 作灵诸侯丧后 就魏不敬 国除 初 张苍富长 不满五尺 即身苍 苍长八尺鱼 魏侯 陈相 苍子富长 及孙类 长六尺鱼 作法师侯 苍之勉相厚 老 口中无尺 识辱 女子未如母 妻妾以百数 长运者不负姓 苍年百有余碎而醋 身途成相家者 良人 以财观绝章 从高地及相及 千位对律 从及情不均 位都位 孝慧时 未怀仰守 孝文帝元年 举顾历世两千十从高皇帝者 昔以为官内侯 十亿 二十四人 而身途加十亿五百户 张苍以为丞相 加千位遇使大夫 张苍免乡 孝文帝 御用皇后帝斗广国为丞相 约 孔天下以无私广国 广国贤有行 顾欲向之 念久 知不可 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 于见无可者 乃以遇使大夫 家为丞相 应故一封未故 安侯 家为人连职 门不受私业 适时太中大夫 邓通方龙爱信 赏赐类巨万 文帝常燕影 通家 其宠如是 适时 丞相入朝 而通居上磅 有怠慢之理 丞相奏事 必 应言曰 陛下爱信 臣 则富贵之 置于朝廷之理 不可以不诉 上曰 君勿言 无私之 霸朝作府中 家为习赵 邓通 一丞相府 不来 且斩通 通孔 入言文帝 文帝曰 如 帝王 无今使人赵若 通至 丞相府 免官 突显 顿手谢 家座自如 故不为礼 则 约 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 通小臣 戏殿上 大不敬 当斩 立经行斩之 通顿手 守敬出血 不解 文帝度 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节兆通 而谢丞相曰 此无 弄臣 君是之 邓通 即至 魏文帝契约 丞相 己杀臣 家魏 丞相五岁 孝文帝崩 孝景帝 即位 二年 朝错魏内史 贵姓用事 诸法令多 所请变根 亦以折罚 清靴诸侯 而丞相 家自处 所言不用 即错 错魏内史 门东出 不 便 更川以门难出 难出者 太上皇庙软元 家文之 欲因此以法错 善川宗庙元位门 奏请诸错 错客有语错 错孔 夜入宫上夜 自归景帝 至朝 丞相奏请诸内史错 请 帝约 错所川非真庙园 乃外软园 故他官居其中 且又我始未知 错无罪 霸朝 家卫常使约 无悔不先斩措 乃先请知 为错所迈 致舍 应欧血而死 世未节 猴 子供猴灭代 三年促 子猴去病代 三十一年促 子猴于代 六岁 座位九江太守 受雇官送有罪 国除 自身屠家死之后 景帝时开封猴淘清 淘猴留舍 为丞相 吉经上时 博治猴许昌 平吉猴薛泽 五强猴庄清敌 高陵猴赵州等 为丞相 皆以列猴祭祀 促促连井 为丞相 被缘而以 魔所能发明功名 有着于当事者 太史公约 张苍文学律例 为汉名相 而处贾身 公孙城等 严正硕 辐色事而不尊 民用情之专虚力 何哉 周昌 木强人也 任敖已就得用 生徒家可谓 刚一手结以 然无数学 带宇萧 曹 陈平易矣 孝武时 丞相多神 不计 末路其行 起居壮掠 且计真何以来 有车丞相 长陵人也 促而有为丞相 带 为丞相贤者 鲁人也 以读书数 为力 至 大红卢 有相 公相之 当至 丞相 有南四人 始相公相之 至第二子 其名玄臣 相公 曰 此子贵 当风 为丞相言曰 我即为丞相 有长子 是安从得之 后敬畏 丞相 病死 而长子有罪论 不得四 而立玄臣 玄臣时洋狂 不肯立 敬立之 有让 国之名 后座其至庙 不敬 有赵夺爵 一级 为官内侯 失裂侯 得时其 故国以 为臣 相簇 有为丞相带 为丞相相 相者 既因人也 以文力 至丞相 其人好无 皆令朱力 代剑 代剑前奏事 或有不代剑者 当入奏事 至乃戒剑 而赶入奏事 其时经赵尹赵君 臣相奏以免罪 使 人职为臣相 欲求脱罪而不听 父使人邪孔为臣相 以夫人贼杀呆 必适而私独奏 请验之 发力促至臣相舍 补奴必吃疾问之 时不以兵认杀也 而臣相私职凡君 奏经赵尹赵君 破携臣相 无以夫人贼杀臂 发力促为补丞相舍 不道 又得善平其事事 照经照作药 斩 又有十愿成平等和中上书 以以独善结事而作之 大不敬 尝使以下皆作死 或下 蚕食 而为丞相敬以丞相病死 子嗜 后作其至妙 不敬有赵夺绝一级 为官内侯 施裂侯 得时其故国义 为丞相簇 以御史大夫丙及待 丙丞相及者 鲁国人也 以读书好法令 治御史大夫 孝宣帝时 以有救故 封卫列 侯 而因为丞相 名于是 有大智 后是称之 以丞相病死 自显四 后作其至妙 不 静 有赵夺绝一级 施裂侯 得时故国义 显为立志太仆 作官毛乱 生疾子难有奸 脏 免为庶人 丙丞相簇 皇丞相待 长安中有善香 宫田文者 与为丞相 为丞相 丙丞相为剑石 惠于客家 田文言曰 经此三军者 接丞相也 其后三人 竟更相待 为丞相 何见之 明也 皇丞相霸者 淮阳人也 以读书为例 致隐川太守 致隐川 以礼一条教育告画之 犯法者 封小令自杀 画大行 名声文 孝轩地下制约 尹川太守罢 以宣布照令 致名 道不时宜 男女一路 欲中无众求 四绝观内侯 黄金百金 真为经照尹而至 丞相 父以礼义位至 以丞相病死 子四 后卫列侯 皇丞相簇 以御史代府 于定国代 于尘相 已有庭位传 在张庭位语中 于尘相去 御史代夫 为玄尘代 为尘相 玄尘者 及前 为尘相 子也 代父 后师列侯 其人少时好读书 名于师 论 于 为立志 为 其为太子 太父 御史 大夫 薛军勉 为御史 大夫 于尘相 其骸骨勉 而 为尘相 应封故意 为抚养侯 数年 并死 校园帝清临丧 赐赏 圣后 子四后 其至荣 荣随世俗 福神 而建位产桥 而相公 本位之 当为侯代父 而后师之 父自由患 而起 至 尘相 父子 俱为 尘相 世间美之 其不命灾 相公 其先知之 为尘相 醋 御史 大夫 匡衡 带 尘相 匡衡者 东海人也 好读书 从博士 寿诗 嘉评 横拥 座 以给 石影 财下 数 设策 不忠 至久 乃中 丙科 其今已不忠科 顾名习 补平原文学促使 数年 俊不尊敬 御史 真知 以补百诗 属建位郎 而补博士 拜位太子少父 而是校园帝 校园好诗 而千位光路勋 居殿中为诗 受教左右 而县官坐 其旁听 圣善之 日以尊贵 御史大 夫正宏 坐世免 而匡君 为御史 代夫 遂于 为丞相死 匡君 代为丞相 封乐 安侯 以时 年之间 不出长安城门 而至丞相 岂非御史 而命也哉 太史 公约 身为是 之游患 所以至封侯者 为圣 然多 至御史 代夫 及去者 诸位 代夫 而成相 次也 其心 即性 成相 勿故 也 或 乃因 思相 毁害 欲代之 燃守 之日 久不得 或 未 之日 少而得之 至于封侯 真命 也夫 欲史 代夫 正 君守 之数 年 不得 匡君 居之 未 满岁 而为 成相 死 即 代之 以 岂可 以智 巧的 哉 多有贤 慎之 才 困恶 不得 者 众 圣也 所引述 赞 张仓 足迹 天下 做成 孙 臣 十处 秦力 尚行 欲史 雅乡 向国 阿恒 生 徒 面 者 周子 亭 真 其他 醋 魔 所 发明 史 继 立身 路 甲 列传 立身 石 骑者 陈留 高 洋 人 也 好读书 家平 落魄 无以为一 实业 为礼监 门礼 然 县中 贤豪 不敢 义 县中 皆 为之 狂生 即 陈盛 向 良 等起 朱 江 迅 的 过高 扬 者 数十人 立身 文 其 将 握 走 好 颗 理 自用 不 能 听 大度 之言 立身 乃 身 自藏 你 后 文 佩 公 将 兵略的 陈流 骄 佩公 麾下 其是 是 立身 李中 子也 佩公 时时 问 一中 贤 是 豪 俊 其是 归 立身 见 未知 曰 无 文 佩公 慢 而 一人 多大 略 此 真 无所 缘 从 由 莫 为我 先 若 见 佩公 未 曰 臣 李中 有 立身 年 六 十 余 长 八尺 人 皆 未知 狂生 骑士 曰 佩公 不好如 诸客 官如 官来者 佩 公 者解其官 搜 逆其中 与人言 常大骂 未可以如 申说也 立身 曰 帝 言之 骑士 从容言 如立身 所借者 佩公 至高阳传舍 使人 照立身 立身 至 入夜 佩公 方聚床 使两女子 喜足 而建立 身 立身 入 则常依不败 曰 足下欲助情 公诸侯呼 且欲律诸侯破情也 佩公 骂 曰 树如 夫天下同苦情 久矣 故诸侯相律而 恭情 何谓助情 公诸侯呼 立身 曰 必具图和一兵 诸无道情 不一具 见长者 于是佩公 辍喜 其设一 严立身上座 写 之 立身 因言六国 从恒时 佩公喜 四立身时 问曰 即将安出 立身曰 足下 其揪和之众 收散乱之兵 不满万人 欲以进入强情 此所谓探虎口者也 夫城流 天下之明 四通武达之交也 经其城又多激素 城善其领 请得使之 令下足下 即不听 足下举兵攻之 成为内应 于是潜立身行 配供引兵随之 岁下城流 号立时其为 广野军 立身言其地利商 使将数千人 从佩公西南掠地 立身常未说客 持使诸侯 汉三年秋 向羽及汉 拔银阳 汉兵顿宝拱 落 楚人文怀因侯破罩 彭月树反梁 得 则奋兵就知 怀因方东及其 汉王树困银阳 成高 寄欲捐成高以东 臀拱 落以 据楚 立身音曰 成文知天知天者 王氏可成 不知天知天者 王氏不可成 王者以 明人为天 而明人以时为天 夫敖仓 天下转书久矣 成文旗下乃有藏素甚多 楚人拔 营阳 不坚守敖仓 乃隐儿东 令氏促分手成高 此乃天所以资汉也 方经处一曲而汉 反戏 自夺其变 臣妾已为过矣 且两雄不俱立 楚汉酒相持不绝 百姓骚动 海内窑 当 农夫是磊 宫女下姬 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 元族下即附近兵 收取营阳 聚敖仓 知宿 塞成高之险 渡大行之道 聚飞狐之口 守白马之精 以示诸侯孝时行至之事 则天下之所归以 方经燕 照以定 为其位下 荆田广聚千里之旗 田间将二十万之重 均于立成 朱田宗强 富海祖和祭 南靖楚 人多变诈 祖下虽浅数十万师 未可以 岁月破也 陈寝的奉明照说其王 使为汉而称东翻 上曰 闪 乃从其化 副手敖仓 而使力申说其王曰 王之天下之所归乎 王曰 不知 也曰 王之天下之所归 则其国可得而有也 若不知天下之所归 即其国未可得 宝也 其王曰 天下何所归 曰 归汉 曰 先生何以言之 曰 汉 王与向王陆立西面 及秦 曰 先入咸阳者 王之 汉王先入咸阳 向王赴曰 不予 而王之汉中 向王千杀异地 汉王闻之 其属汉之兵及三秦 出关而则异地之处 收天下之兵 礼 诸侯之后 将臣及以侯其将 得陆及以分其事 与天下同其力 豪因贤才皆乐为之用 诸侯之兵四面而至 属汉之宿方传而下 向王有被曰之名 杀异地之父 于人之功摸索 既 于人之罪魔所望 战胜而不得其赏 拔尘而不得其封 非向世末的用事 为人刻印 玩而不能受 功臣的路 积而不能赏 天下叛之 贤才愿之 而莫为之用 故天下之 事归于汉王 可作而策也 夫汉王发属汉 定三秦 设西河之外 原上党之兵 下井行 诸臣安君 破北位 举三十二臣 此吃游之兵也 非人之利也 天之福也 今以巨敖 仓之宿 塞成高之险 守白马之金 渡大行之板 巨飞狐之口 天下后福者先王以 王 即先下汉王 其国设计可得而保也 不下汉王 为王可立而呆也 田广以为然 乃听 立身 霸力下兵首战备 与立身日纵久 怀阴侯文 立身服侍下其七十余城 乃夜渡兵平原喜奇 其王田广文 汉兵志 以为立 身麦己 乃曰 乳能止汉君 我活乳 不然 我将亨乳 立身曰 举大事不细紧 盛德不辞让 而功部位若更严 其王岁亨立身 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 屈州侯立商 以臣相将兵及情部有功 高祖举列侯功臣 私立时期 历时 其子借数将兵 功位当侯 尚以其复顾 封借位高梁侯 后更十五岁 四三世 袁寿元 年终 五岁侯平坐诈 赵横山王取百金金 当弃士 病死 国除也 陆甲者 除人也 以刻从高祖定天下 名为有寇便是 居左右 常使诸侯 即高祖时 中国出定 为他平南越 英王之 高祖时陆甲赐 为他应为南越望 陆申 智 为他追捷 鸡巨见陆申 陆申应尽说 他曰 足下中国人 亲戚昆地坟 在真顶 经足 下反天性 戚官代 欲以区区之月 与天子抗衡 为敌国 或且及身矣 且夫情诗其震 诸 侯豪杰并起 为汉王先入关 据咸阳 项羽被曰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皆属 可谓至 强 然汉王起巴蜀 鞭吃天下 劫掠诸侯 遂诸向羽灭之 五年之间 海内平定 此非 人力 天之所见也 天子闻君王王南越 不诸天下诸暴逆 将相欲以兵而诸王 天子连 百姓辛劳苦 故且修之 浅尘受君王应 剖福通始 君王以交迎 北面称臣 乃欲以兴 造魏即之月 趋强于此 汉成文之 绝烧王先人种 一灭宗族 使一偏将将十万众灵月 则月杀王将汉 如反复首尔 于是为他乃决然起坐 谢陆申曰 居满宜中九 书师礼义 应问陆申曰 我 属于萧和 曹参 韩姓贤 陆申曰 王四贤 赴曰 我属于皇帝贤 陆申曰 皇帝其丰沛 讨报情 诸强储 为天下心力除害 继五帝三王之夜 统礼中国 终 国之人以一计 地方万里 居天下之高于 人种车域 万物应付 正由一家 自天地谱 叛卫使有也 京王重不过数十万 皆满夷 崎岖山海间 辟若汉宜郡 王河乃比于汉 为他大孝曰 吾不起中国 故王辞 使我居中国 何取不若汉 乃大说 陆申 刘 语引述月 曰 月中无足语语 至申来 令我日文所不闻 似陆申陀中 装执千金 他送一千金 陆申族拜 为他为南越望 令称臣奉汉曰 归报 高祖大跃 拜甲位太中大 夫 陆申时时前说称师书 高地骂之曰 乃功居马上而得之 安是师书 陆申曰 居马上得之 您可以马上至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已顺手之 文武并用 长久之术也 习者无王夫差 至伯及武而亡 秦任行法不变 猝灭肇事 相使秦已并天下 秦仁义 法先生 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地不义而有蚕色 乃为陆申曰 是为我这情所以施天 下 无所以得之者和 几古成败之国 陆申乃粗数存亡之真 凡者十二篇 每奏一篇 高地未尝不称善 左右忽万岁 好奇书曰 心语 孝慧第十 吕太后用事 御王诸吕 为大臣有扣者 陆申自度不能争知 乃并免加 居 以好至田地善 可以加烟 有五难 乃出所十月 得托中庄卖千金 分其子 子二百 金 令未生产 陆申长安车四马 从歌五谷情色 试着十人 宝剑纸百金 为其子曰 欲辱约 过辱 辱给无人马九十 急欲 十日而更 所思家 得宝剑车 其是从者 一岁 中往来过他客 律不过再三过 朔剑不险 无酒混功未也 吕太后时 王诸吕 诸吕善权 欲解少主 为流逝 又成相成平患之 力不能争 恐惑极己 常厌居申念 陆申往寝 直入坐 而成成相方申念 不时见陆申 陆申曰 何念之申也 成平曰 申揣我何念 陆申曰 足下位位上相 十三万户侯 可谓及富贵 无欲义 然有忧念 不过患诸吕 少主耳 陈平曰 然 为之奈何 陆申曰 天下安 住一乡 天下为 住一江 江向何调 则是物负 是物负 天下虽 有便 即全不分 为设计计 在两军掌握耳 陈长玉为太尉 降侯 降侯与我戏 亦无言 君和不交欢太尉 身相结 为陈平化 吕氏述事 陈平用其计 乃以五百斤 为降侯首 后聚乐影 太尉一报如之 此两人身相结 则吕氏谋亦衰 陈平乃以奴婢百人 车马 五十圣 前五百万 以陈申为饮食费 陈申以此 尤汉庭公亲间 名声吉圣 吉诸诸吕 立孝文帝 陈申婆有利焉 孝文帝即位 欲使人之南岳 陈丞相等乃言 陈申为太中大夫 往事为他 令为他去皇屋称至 令比诸侯 皆如一指 雨在南岳雨中 陆申尽以寿中 平原君诸见者 楚人也 故常为淮南王情不相 有罪去 后父侍情不 不欲反时 问平原君 平原君非知 不不听而听梁父侯 遂反 汉以诸不 闻平原君见不欲谋 的 不诸 雨在情不雨中 平原君为人便有口 可怜刚直 家于长安 行不苟合 亦不取荣 辟阳侯行不正 得姓吕太后 十辟阳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见 及平原君目死 陆申诉于平原君善 过之 平原君家平 未有已发丧 方甲代福聚 陆申令平原君发丧 陆申网见辟阳侯 贺曰 平原君母死 辟阳侯曰 平原君母死 何乃贺我呼 陆甲曰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亦不知君 以其母故 经其母死 君臣后送 丧 则彼未君死已 辟阳侯乃奉百经网税 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 网税凡五百经 辟阳侯姓吕太后 仍获悔辟阳侯于孝会帝 孝会帝大怒 下吏 欲诸之 吕太后残 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阳侯行 欲碎诸之 辟阳侯即 应使人欲见平原君 平原君辞 曰 欲及 不敢见君 乃求见孝会 姓陈宏吉如 说之曰 君所以的姓帝 天下末 不闻 经辟阳侯姓太后 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禅 欲杀之 今日辟阳侯诸 但日太后寒怒 义诸君 何不肉坦位辟阳侯言于帝 帝听君出辟阳侯 太后大欢 两主共姓君 君贵 父义被以 于是宏吉如大孔 从其祭 炎帝 裹出辟阳侯 辟阳侯之求 欲见平原君 平原君不见辟阳侯 辟阳侯以为辟己 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 乃大金 吏太后崩 大臣诸诸吏 辟阳侯于诸吏至身 而猝不诸 计划所以权者 皆路深 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 淮南立王杀辟阳侯 以诸吏故 文帝文齐克 平原君未计策 使力补欲至 文立至门 平原君欲自杀 诸子吉利皆约 是未可知 何早自杀未 平原君曰 我死或觉 不疾而生矣 遂自谨 孝文帝文而习之 曰 吾无亦杀之 乃兆其 子 拜魏忠大夫 使匈奴 丹于无礼 乃骂丹于 遂死匈奴中 初 配功引兵过陈流 立身种军门上业曰 高阳建名历时期 切闻配功报路 将 兵住处讨不意 敬劳从者 原的望讲 口化天下便是 使者入通 配功方喜 问使者 曰 何如人也 使者对曰 状茂类大如 依如依 观测住 配功曰 为我谢 知 言我方以天下为事 为辖见如人也 使者出谢曰 配功敬谢先生 方以天下为 是 为辖见如人也 立身田木暗 剑斥使者曰 走 附入言配功 无高阳酒徒也 非 如人也 使者拒而失业 贵时业 还走 附入报曰 克 天下壮士也 赤臣 臣孔 至失业 曰 走 附入言 而攻高阳酒徒也 配功聚雪族 帐茅曰 严刻入 立身入 依配功曰 足下圣苦 报依漏官 将兵住处讨不易 足不何不自喜也 成员以事件 而曰 无方以天下为事 为辖见如人也 夫足下 欲兴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 下之大功 而以目皮相 孔施天下之能事 且无度足下之志 不如无 永又不如无 若欲 旧天下而不相见 且为足下施之 佩功谢曰 相者闻先生之荣 经见先生之意义 乃言而作之 问所以取天下者 立身曰 夫足下欲成大功 不如指成流 沉流者 天下之巨名也 兵之会的也 积宿数千万十 沉守圣间 沉宿善其领 原为足下说之 不听臣 臣请为足下杀之 而下沉流 足下将沉流之重 拒沉流之臣 而拾其激宿 招 天下之从兵 从兵已成 足下横行天下 莫能有害足下者已 佩功曰 敬闻命已 于是立身 乃夜见臣流令 说之曰 夫情为无道 而天下判之 经足下与天下从则可 以臣大功 经读为王情 因臣而坚守 臣妾为足下为之 臣流令曰 请法治重也 不 可以妄言 妄言者无类 无不可以应 先申所以教成者 非臣之意也 原物复道 立 申流速握 夜半时斩成流令手 于臣而下报佩功 佩功引兵攻臣 献令手于长肝以示臣 上人 曰 去下 而令头以断矣 今后下者必先斩之 于是臣流人 建令已死 岁香 律而下佩功 佩功舍臣流南城门上 因其酷兵 十激素 流出入三月 从兵以万数 岁 入破秦 太史公曰 誓之传立申书 多曰汉王以拔三秦 东极向吉尔引君 于拱落之间 立申 被如以往说汉王 乃非也 自佩功未入关 于向与别而至高扬 得立申兄弟 于独禄身 新语书十二篇 故当事之便是 至平原君子于于善 是以的据论之 所引述赞 广也大度 使官侧著 种门长衣 生气重誉 说其立下 去顶何惧 陆甲十月 卫陀设部 向说国安 书臣主物 史记附近 宽陈列传 杨陵侯赴宽 已为武大夫 其将从 卫设人 其衡阳 从公安阳 杠里 及赵奔军于 开封 及及杨雄区域 杨武 斩首十二级 四绝青 从至霸上 配公立位汉王 汉王赐 宽丰号 共德军 从入汉中 千位又齐江 从定三秦 四十亿雕音 从吉相吉 呆淮 赐 绝通德侯 从吉相关 周兰 龙且 所将促斩 其将一人 熬下一十亿 属怀英 急破其力下军 及田解 属相国参 残薄 亦十亿 应定其的 剖福世事 悟绝 封魏杨陵侯 二千六百户 除钱所食 魏齐又成相 被齐 五岁魏齐相国 四月 吉晨熙 属太魏伯 以相国代 成相怪吉西 一月 喜魏代相国 江屯 二岁 魏代 魏代丞相 江屯 校会五年促 是魏锦侯 子庆侯经历 二十四年促 子贡侯则立 十二年促 子侯 眼力 三十一年 座与淮南王 谋反 死 国除 姓武侯 竞涉 以忠捐从 起婉渠 公济阳 魏力游军 吉晴军 博南 开封东北 斩 七千人 江一人 守五十七级 捕鲁七十三人 四绝封号 林平军 右战兰田北 斩车司马 二人 齐长一人 守二十八级 捕鲁五十七人 至霸上 佩公立位汉王 四射绝剑五侯 千位齐兜卫 从定三秦 别西及张平军 于隆西 破支 定隆西六县 所将促斩车司马 后各四人 齐长十二人 从东及楚 至彭城 汉军败海 保雍丘 去及反者亡武等 略良的 别 将及行说军资南 破支 深的说都为二人 司马 后十二人 将力促四千一百八十人 破楚军营阳东 三年 四十亿四千二百户 别支河内 及赵江奔好军朝戈 破支 所将促的齐将二人 车马二百五十匹 从宫 安阳以东 至吉普 下七县 别宫破赵军 得齐将司马二人 后四人 降力促二千四百 人 从宫下邯郸 别下平阳 伸斩首相 所将促斩兵首 俊首各一人 降业 从宫朝戈 邯郸 及别及破赵军 将邯郸郡六县 海军敖仓 破相及军臣高南 及绝处想道 起 营阳至相义 破相冠军卤下 略得东至增 潭 下批 南至齐 主义 及相汉纪扬下 还及相及臣下 破支 别定将临 将将临驻国 大司马以下八人 升得将临王 升至之 洛阳 应定南郡 从智臣 取楚王姓 头伏世事误绝 定十四千六百户 号姓武侯 以其都未从吉代 攻韩姓平臣下 海军东元 有攻 千位车骑将军 并将梁 找 其 燕 处车骑 别及陈西 陈相厂 破支 应将驱逆 从及情部有攻 一封定十五千三 百户 翻斩首九十级 鲁百三十二人 别破军十四 将乘五十九 定郡 国各一 限二 十三 得王 驻国各一人 两千十以下 至五百十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 摄促 侍卫宿侯 子庭戴侯 二十一年 坐侍国人过滤 孝文后三年 夺侯 国除 快称侯谢者 配人也 姓周氏 常为高祖参臣 以摄人从其配 至霸上 西入蜀 汉 海定三秦 十亿池阳 东爵永道 从初度平英 欲怀英侯 冰箱国 君诈力诈不利 忠无离上兴 以 魏姓五侯 十亿三千三百户 高祖十二年 以谢魏 快成侯 除钱所食 以 上欲 自及晨曦 快成侯 契约 使秦 攻破天下 魏常自行 经上常自行 侍卫无人 可食者乎 尚以为 爱我 刺入殿门不屈 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 谢以寿终 侍卫真侯 子昌代侯 有罪 国除 至孝景中二年 封谢 自居代侯 至远顶三年 居卫太常 有罪 国除 太史公约 杨陵侯赴宽 姓武侯 敬设皆高绝 从高祖起山东 弓相级 诸杀明将 破军将成以时数 魏常困辱 此一天寿也 快成侯周谢操心 奸阵 身不见疑 尚欲有所 知 魏常不垂涕 此有伤心者然 可谓赌后君子已 所引述赞 杨陵 姓武 劫法从汉 动业人谋 功识天赞 定其破相 我君常观 快成为之 已显不乱 主上称中 仍成枪万 史记流进 书孙通列传 流进者 其人也 汉无年 树隆兮 过洛阳 高地在焉 楼静脱晚路 依其仰求 见其人于将军曰 陈元 剑上 言便是 于将军 欲语之先 依楼静曰 陈一伯 一伯 剑 依赫 依赫 剑 终不敢一一 于是于将军 入言上 上诏入剑 四十 以而问楼静 楼静说 曰 陛下都落阳 其欲与周氏比临丝灾 上曰 然 楼静曰 陛下取天下与周氏意 周知先自后继 遥风之台 积得类善时有余事 公流 必截居兵 太望以敌伐固 去兵 仗马追居其 国人争随之 吉文王位西伯 断于瑞之 宋 使寿命 吕望 薄移自海滨来归之 五王伐咒 不其而会梦经之上八百诸侯 皆曰 咒可伐以 遂灭阴 陈王即位 周公之属父香烟 乃迎成周洛邑 以此为天下之中也 诸侯四方那共之 道理君以 有德则亦以亡 无德则亦以亡 凡居此者 欲令周物以得 智人 不欲依祖险 令后世交奢以月明也 吉周之圣时 天下何恰 四宜相丰 穆亦怀 德 傅离而并是天子 不屯一族 不战一世 八宜大国之名 莫不兵符 孝其供职 吉周 知衰也 芬儿为两 天下末朝 周不能致也 非其得宝也 而行事弱也 今陛下起丰沛 收促三千人 以之静网而卷属汉 定三情 宇相宇战银阳 真诚高之口 大战七十 小战四十 使天下之名 肝脑徒弟 父子报谷中也 不可胜数 哭泣之声 畏绝 商宜者位 其 而欲比林思于 成康之时 臣妾以为不谋也 且夫情的被山带河 四塞以为故 促然 有吉 百万之众可惧也 因情之故 滋胜美高于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兜 知 山东虽乱 情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 不义其抗 辅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 经陛下入关而兜 按情之故地 此亦亦天下之抗 而辅其背也 高地问群臣 群臣皆山东人 真言周王数百年 秦二世吉王 不如兜周 尚一未能 绝 吉留侯明言入关辩 吉日车驾西兜关中 于是上曰 本言都秦帝者楼敬 楼 者乃 流 也 四姓流氏 拜卫郎中 好卫奉春君 汉七年 韩王姓返 高地自往吉之 至敬阳 文姓与匈奴 遇共吉汉 上大怒 使人 使匈奴 匈奴逆其壮士肥牛马 但见老弱吉雷处 使者十倍来 皆言匈奴可吉 上使流 禁赴往使匈奴 还报约 两国相及 此一夸京剑所长 京城网 图见雷吉老弱 此臂 遇见短 扶其兵以真利 于以为匈奴不可及也 适时汉兵已于巨注 二十余万兵已也 行 上怒 骂刘靖曰 其鲁 以口舌的官 今乃望言举无君 谢系靖广无 遂往 至平臣 匈奴裹出其兵为高地白登 七日然后的解 高地至广无 设靖 曰 吴不用 公言 以困平臣 吴皆已斩前 使使被言可及者已 乃封靖两千户 未官内侯 号未见 姓侯 高地霸平成规 韩王姓王入湖 当事时 茂盾未丹于兵墙 空闲三十万 数苦辈 边 上换之 问刘靖 刘靖曰 天下出定 士族霸于兵 未可以五福也 冒盾杀附带 历 七群母 以历为威 未可以仁义说也 独可以祭九远子孙 未尘尔 然恐陛下不能为 上曰 尘可 何为不能 故为奈何 刘靖对曰 陛下臣能以是长公主妻之 后奉仪之 彼之汉是女颂后 满仪必目以为恶事 申子必为太子 待丹于 何者 贪汉 仲弼 陛下已岁时汉所予彼 所先述问仪 因时便是风雨以礼节 茂盾在 故为子序 此 则外孙未丹于 其长文外孙敢于大副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剑成也 若陛下不能浅长 公主 而令宗氏及后宫诈称公主 彼一之 不肯贵敬 无异也 高帝曰 善 于 浅长公主 旅后日夜戚 曰 妾为太子 义女 奈何戚之匈奴 上境不能遣长公主 而取家人自名为长公主 妻丹于 使刘静网结和清约 刘静从匈奴来 因言 匈奴河南白杨 楼梵王 去长安静者七百里 清其一日一夜 可以至情中 情中心破 少明 的肥饶 可一时 夫诸侯出起时 非其朱田 楚昭 屈 静莫能心 经陛下虽都关中 时少人 北境狐寇 东有六国之族 宗强 一日有变 陛下义未得高枕而卧也 成员陛下喜其朱田 楚昭 屈 景 燕 赵 韩 魏厚 吉豪 杰明家居 关中 无事 可以背乎 诸侯有变 亦族律以东伐 此强本若莫之术也 上 约 善 乃使流尽喜 所言关中 时于万口 书孙通者 薛人也 秦始以文学真 呆赵博士 数岁 承盛起山东 使者以文 而 是赵博士 诸如生问约 楚树促 故宫其入城 于宫如何 博士诸生三十余人 前约 人 成无疆 疆即返 罪死无赦 原陛下即发兵即之 二是怒 作色 书孙通前约 诸 身言皆非也 夫天下何谓一家 毁郡献臣 朔其兵 是天下不复用 且明主在其上 法 令据于下 使人人奉执 四方福凑 安敢有反者 此特群道 属窃狗道尔 何足智之 持牙 兼 俊守未经不论 何足忧 二是喜约 善 敬问诸生 诸生或言反 或言道 于是二是令玉使 按诸生言反者下立 非所疑言 诸言道者皆罢之 乃赐书孙通 博二十品 一一席 拜卫博士 书孙通已出宫 反舍 诸生曰 先生何言之于也 通曰 宫不知也 我基不脱于虎口 乃王去 知靴 靴以降处矣 吉向良知靴 书孙通从之 拜于定陶 从怀王 怀王为异地 喜长沙 书孙通流 世相王 汉二年 汉王从武诸侯 入蓬城 书孙通降汉王 汉王拜而息 应尽从汉 书孙通如福 汉王增之 乃便其父 福短依 处至 汉王喜 书孙通之降汉 从如生弟子 百余人 然通我所言尽 专言诸顾群道 壮世尽之 弟子 皆妾骂曰 曰 是先申数岁 幸得从降汉 经不能进城等 专言大华 何也 书孙通文 知 乃未曰 汉王方蒙 使时真天下 诸生您能斗乎 顾先言斩江千奇之事 诸生且呆 我 我不妄已 汉王拜书孙通 为博士 好祭四君 汉无年 以并天下 诸侯共尊汉王 为皇帝于定陶 书孙通 九旗一号 高帝西去秦柯 以法 为简易 群臣饮酒真功 罪获忘乎 拔剑即柱 高帝换之 书孙通之上 一雁之也 说上曰 孙如者难语进取 可与守成 陈元真鲁诸生 与陈弟子 共起朝夷 高帝 曰 得无难乎 书孙通曰 五帝亦乐 三王不同理 礼者 应实事人情 为之杰文 这也 顾下 因 周知里 所应损亦可知者 为不相赴也 成员 陈元颇采 鼓励与秦 一杂就之 上曰 可是为之 另一之 度无所能行为之 于是书孙通 使真 鲁诸生 三十余人 鲁右 两生 不肯行 曰 公所 逝者 且 始主 接面 予以的 亲贵 惊天下出定 死者为藏 伤者为起 又欲起 礼乐 礼乐所有起 积得百年 而后可心也 无不忍为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股 无不行 公网以 无无我 书孙通孝 曰 若真比如也 不知时辩 岁予所真三十人兮 即上左右为学者 与其弟子 百余人 为免罪也外 习之岳于 书孙 通曰 尚可是官 尚继官 使行礼 曰 无能为此 乃令群臣 习义 会十月 汉七年 常乐功臣 诸侯群臣 皆朝十月 以 先平民 业者治理 隐以赐入殿门 亭中臣车 其步促为公 射兵张旗志 船宴 驱 殿下郎中辖 避数百人 功臣列侯 诸将军军力 以赐陈西方 东乡 文官丞相 以下陈东方 西乡 大行射九兵 卢传 于是 皇帝免出房 百官直直传井 尹诸侯王 以下智力六百十 以赐凤贺 自诸侯王 以下墨布阵 孔宿静 至礼弊 复至法九 诸侍坐殿上 皆扶一手 以尊卑赐起上寿 商九行 业者言 罢九 御使之法 举不如以者 折引去 静朝至九 无敢换华 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 无乃今日之位 皇帝之贵也 乃拜书孙通位太长 四经五百经 书孙通应静曰 诸弟子如生 随臣久矣 与臣共位矣 原陛下官之 高帝兮以为 郎 书孙通出 皆以五百经 今次诸身 诸身乃皆喜曰 书孙生成圣人也 知当事之要 五 汉九年 高帝喜书孙通 为太子太父 汉十二年 高祖豫以赵王 如义义太子 书孙通 见上曰 习者敬献功 以离姬之故费太子 立西齐 敬国乱者数十年 为天下孝 秦乙 不早定扶苏 令赵高德以诈利胡亥 自始灭四 此陛下所倾见 经太子仁孝 天下皆闻 知 屡后与陛下功苦时但 其可被栽 陛下必欲费事而力少 成员先扶诸 以锦邪污的 高帝曰 公罢以 吴直系尔 书孙通曰 太子天下本 本义摇天下震动 乃 何以天下卫系 高帝曰 吴听公言 即上至久 见刘侯所召克 从太子入见 上乃 岁无义太子至矣 高帝崩 孝慧即位 乃为书孙申曰 先帝园陵秦庙 群臣莫习 喜为太常 定 宗庙以法 即烧定汉诸以法 皆书孙申为太常 所论住也 孝慧地位 东朝常乐宫 即兼网 树必凡人 乃坐依附道 方驻五库难 书孙申奏事 殷请兼曰 陛下贺自助依附道高请 依观月出游高庙 高庙 汉太祖 奈何令后事 子孙成宗庙道上行哉 孝慧地大巨 曰 即坏之 书孙申曰 人主无过举 今 以坐 百姓皆知之 今坏此 则是有过举 元陛下元庙未备 依观月出游之 亦广多宗 庙 大孝之本也 上乃照有私立元庙 元庙起 以 父道故 孝慧地曾春出游离宫 书孙申曰 古者有春长果 方金樱桃熟 可献 元陛下出 应取樱桃献宗庙 尚乃许之 诸果献有此心 太史公约 宇约 千金之求 非一壶之夜也 台谢之催 非一目之之夜 三代之计 非一世之之夜 幸灾 夫高祖其为戏 定海内 谋祭用兵 可谓尽之矣 然而流尽 脱晚陆一说 见万世之安 至其可专邪 书孙通熙是度悟 至理进退 与时变化 簇尾 汉家如宗 大直若驱 道故尾蛇 盖尾是乎 所引述赞 煞吉重干 求非一壶 尾陆献说 叫绝成书 皇帝使贵 车架西兜 既安太子 又何匈奴 凤春 祭祀 其功可图 使祭既不轮不列传 既不者 楚人也 为弃任侠 有名于楚 像即使将兵 数穷汉王 即像于灭 高祖 购求不千金 敢有舍逆 罪及三族 既不逆蒲扬 周氏 周氏曰 汉购将军及 及且至 臣家 将军能听臣 臣敢献祭 及不能 原先自警 既不许之 乃昆前既不 一贺一 至广流车中 并与其家同数十人 之鲁朱家所卖之 朱家兴之是既不 乃买而至之田 借其子曰 田氏听此奴 必与同时 朱家乃成窑车之洛阳 渐入殷侯腾宫 腾宫 留朱家引述日 因为腾宫曰 既不合大罪 而上求之己也 腾宫曰 不数为相语 穷上 上院之 故必欲得之 朱家曰 君士既不合如人也 曰 贤者也 朱家曰 臣各为其主用 既不为相及用 直而 向事臣可敬朱邪 经上使得天下 独以 己知私愿求一人 何事天下之 不广也 且已既不知贤而 汉求之即如此 此不北走湖疾难 走悦耳 夫济壮世已资敌国 此五子虚所以边经平王之墓也 君和不从荣卫上言邪 汝英侯腾宫心之朱家大侠 亦既不逆其所 乃许曰 诺呆监 果言如朱家旨 上 乃设祭部 当事时 朱公皆多 祭部能催刚 未柔 朱家亦以此 明文当事 祭部照见 且 上拜卫郎中 孝慧时 卫中郎将 丹于常卫 舒曼旅后 不逊 旅后大怒 赵朱江亦之 上将军凡 怪曰 成员的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 朱江皆阿旅后亦 曰 然 既不曰 凡怪 可展也 夫高地将兵四十余万众 困于平成 精怪 奈何以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 免欺 且 秦已是于胡 陈胜等其 于今创一味抽 怪又面于 欲摇动天下 事时殿上皆孔 太 后霸朝 遂不负一级匈奴士 既不为何东首 孝文时 仍有言其贤者 孝文照 欲以为欲使大夫 父有言其勇 十九南境 至 留底一月 剑霸 既不应敬曰 臣无公切宠 呆醉河东 陛下无故照 臣 此人必有以臣妻 臂下者 经臣至 魔所受事 霸去 此人必有以悔臣者 夫臂下矣 义人之欲而照臣 义人之悔而去臣 臣孔天下有时 闻之有以窥 臂下也 尚莫然残 凉 九曰 河东无谷公郡 故特赵君尔 不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 便是 竖招全顾金钱 是贵人赵同等 与斗长君闪 既不闻之 既书 见斗长君曰 无闻曹丘生 斗长者 物与通 及曹丘生归 遇得书请祭部 斗长君曰 既将君不说族下 族下无往 故请书 遂行 使人先发书 既不果大怒 待曹丘 曹丘治 即一既不曰 楚人燕曰 的黄金柏 不如的既不宜诺 族下何以得此身 于良楚奸哉 且仆楚人 族下义楚人也 仆由阳族下之名于天下 故不中邪 何族下聚 仆之身也 既不乃大说 引入 留数月 未上课 后送之 既不明 所以义文者 曹丘 阳之也 既不帝 既心 气概观中 御人恭敬 未认霞 方数千里 是皆真谓之死 常杀人 王之吾 从元思逆 常是元思 地处贯夫 即福之属 常为忠司马 忠位志都不敢不加 礼 少年多时时窃及其名以行 当事时 既心已勇 不宜诺 这文官中 既不母帝丁公 未楚江 丁公未向宇竹 述高祖 彭承熙 短兵阶 高祖即 故丁公曰 两贤其乡二哉 于是丁公引兵而孩 汉王遂解去 即向王灭 丁公夜见高祖 高 祖以丁公训君中 曰 丁公未向王臣不忠 使向王师天下者 乃丁公也 遂斩丁公 曰 使后事为人臣者 无效丁公 鸾步者 良人也 使梁王彭月 为家人时 常与不游 穷困 令拥于其 为九人保 数岁 彭月去之巨 也中未到 而不为人所掠脉 为奴于宴 为其家主报仇 宴将脏图举 以为都为 脏图后 为宴王 以不为将 及脏图反 汉及燕 鲁步 梁王彭月闻之 乃言 上 请书不以为梁大夫 使于其 为孩 汉照彭月 则以谋反 宜三足 以而销彭月头于洛阳下 照曰 有感收事者 则不知 不从其孩 奏事彭月头下 此而哭之 力步不以闻 上赵步 骂曰 若与彭月反邪 无尽人物收 若独词而哭之 与月反明以 去亨之 方提去 汤不顾约 原一言而死 上约 何言 不约 方上之困于彭尘 拜银阳 成高间 向王所以不能惜 土以彭王居良的 与汉何从苦楚也 当事之时 彭王一故 与楚则汉破 与汉而楚破 且该下之会 唯彭王 向世不亡 天下已定 彭王 剖福受风 亦遇传之万事 经陛下一针兵于良 彭王并不行 而陛下已已违反 反行未见 以科 小岸诸灭之 成孔功臣 人人自为也 经彭王已死 成生不如死 请就亨 于世上乃是 不醉 拜位都位 孝文时 为燕香 至将军 不乃称曰 穷困不能辱身下至 非人也 富贵不能快 亦 非贤也 于世常有得者后报之 有愿者必以法灭之 无反时 以君功封于侯 辅 为燕相 燕其之间皆为 鸾部立设 号曰鸾公社 井帝中五年轰 子奔寺 为太长 牺牲不如令 国除 太史公曰 以向羽之弃 而既不以永显于处 身距君迁其者数以 可谓壮士 然至 被行路 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 彼必自负其财 故受辱而不休 欲有所用其位族也 故中位汉名将 贤者沉重其死 夫必窃见人感慨而自杀者 非能永也 其计划无腹之 而 鸾部枯彭月 去汤如归者 彼臣之所处 不自重其死 虽网古列士 何以加哉 所引述赞 既不 既心 有身良 处 百经燃诺 十万智巨 出手河东 古宫是 雨 鸾部枯月 泛镜剑炉 腹顶飞渊 臣之所处 史记元昂朝错列传 元昂者 楚人也 自私 腹顾为群道 喜处安邻 高后时 昂常为旅路设人 吉小 文帝即位 昂凶怪任 昂魏中郎 将侯为丞相 朝霸驱出 以得圣 上礼之功 常自诵之 元昂静曰 陛下已丞相 何如人 上曰 设计臣 昂曰 将侯所谓功臣 非设计臣 设计臣主在与在 主王与王 方吕后时 诸吕用事 善相望 流逝不绝如带 适时将侯为太尉 主兵丙 福能阵 吕后邦 大臣相语 共叛诸吕 太尉主兵 是会其成功 所谓功臣 非设计臣 臣相如有交主色 陛下谦让 臣主失礼 窃位 臣相不取也 后朝 上一桩 臣相一位 以而将侯望原 昂曰 无语而凶善 今儿庭悔我 昂遂不屑 即将侯 免相之国 国人上书 告以违反 珍惜 清世 宗室 诸公莫敢 未言 为原昂 名将 侯无罪 将侯的事 昂婆 有力 将侯乃代 与昂 结交 淮南立王朝 沙屁杨侯 居处交审 圆昂建曰 诸侯大交必身患 可恃靴 上服用 淮南王一痕 及及仆侯柴武太子 谋反是绝 至连淮南王 淮南王真 上应迁 知数 建车传送 圆昂十位中郎将 乃建曰 陛下宿交淮南王 福烧尽 以至此 今 幼报催折之 淮南王为人刚 如有欲物漏行到死 陛下敬畏以天下之大福能容 有沙地 知名 奈何 上服听 遂行之 淮南王至拥 病死 闻 上措时 哭甚哀 昂入 顿首请罪 上约 已不用公言 至此 岸约 上自宽 此往事 岂可毁灾 且陛下有高氏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毁明 上约 无高氏行三者何事 岸约 陛下居待时 太后肠病 三年 陛下不交 结 不解一 汤要非陛下口所常福尽 夫曾参以不一由南之 经陛下轻以王者修之 过 曾参效远以 夫诸吕用事 大臣专制 然陛下从代臣六传持不测之冤 虽奔欲之永不及 陛下 陛下至代底 西向让天子位者在 南面让天子位者三 夫许游一让 而陛下无以 天下让 过许游四以 且陛下迁淮南王 欲以苦其治 使改过 有思位不谨 故病死 于是上乃解 约 将奈何 岸约 淮南王有三子 为在陛下尔 于是闻地利 其三子皆为王 岸由此民众朝廷 元岸常隐大体慷慨 患者赵同以述性 常害元岸 元岸患之 岸兄子种未尝试其 持节家臣 说岸曰 君与斗 挺辱之 使其悔不用 孝文帝出 赵同参臣 元岸福 车前曰 成文天子所与共六尺余者 皆天下豪阴 金汉虽乏人 陛下独奈何与刀俱于 人载 于是上校 下赵同 赵同契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 玉兮持下郡板 元岸齐 并车兰配 上曰 将军窃邪 岸曰 成文千金之子座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齐横 圣主不成为而侥幸 经陛下臣六妃 持下 郡山 如有马金车败 陛下纵自清 奈高庙 太后和 上乃至 上姓上陵 皇后 圣夫人从 其在境中 长同习坐 急坐 狼鼠掌不习 圆岸隐阙 圣夫人坐 圣夫人怒 不肯坐 上义怒 起 入境中 岸阴前说曰 成文尊卑有序则 上下和 经陛下既已立后 圣夫人乃妾 妾 妾主岂可与痛作哉 是所以施尊卑已 且陛下 兴之 即后赐之 陛下所以为圣夫人 是所以获之 陛下独不见 仁智 乎 于世上 乃说 赵与圣夫人 圣夫人赐岸经五十经 然缘岸义以树之鉴 不得酒居中 调味隆兮兜卫 仁爱士族 士族皆争未死 千位 奇想 喜味无香 此行 种味岸曰 无王交日久 国多奸 经苟欲和志 笔不上书稿 君 吉利剑刺君以 南方碑师 君能日饮 吴鹤 时说王约吴返而已 如此性的托 岸用种之计 吴王后遇岸 岸告归 到逢丞相身徒家 下车败业 丞相从车上谢圆岸 圆岸还 溃其力 乃之 丞相舍上夜 求见丞相 丞相 两久而见之 岸应贵约 缘请监 丞相约 使君所 丞相 丞相 与长始愿意 无且奏之 及私邪 无不受私语 圆岸即贵说约 君位 丞相 自度属于 陈平 将侯 丞相约 吴不如 圆岸约 善 君及自卫不如 夫臣平 将侯 辅义高地 定天下 为将相 而诸诸吕 存留事 君乃为财官 绝章 千位 对律 积功至怀阳首 非有其既功臣 也占之功 且陛下从带来 美朝 郎官上 叔叔 为 常不止 免受其言 言不可用 致之 言可受采之 未尝不称善 何也 择欲以至 天下贤士 大夫 上日闻所不闻 明所不知 日亦甚至 君经自毙 前天下之口 而日亦于 夫以圣主 择余香 君受获不久矣 丞相 乃在拜曰 家彼也人 乃不知 将君信教 引入语 坐 未尚可 昂素不好 朝措 朝措所居坐 昂去 昂坐 措亦去 两人未尝同堂语 即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 朝措未遇史大夫 实立案 原昂受吴王财物 抵罪 照射已为数人 无处反 文 朝措未臣实曰 夫原昂多受吴王金钱 专未必逆 言不反 经过反 欲请致昂 一知己谋 臣史曰 事未发 致之有绝 经兵西乡 致之何以 且原昂 不已有谋 朝措 有语未绝 人有告原昂者 原昂恐 夜见窦音 未言无所以反者 原 至上前口对撞 斗音入言上 尚乃照原昂入见 朝措在前 即昂请辟人刺监 错去 故 恨审 原昂俱言无所以反状 以错故 独己斩措以泄无 无兵乃可罢 其语俱在无事中 使原昂位太长 斗音位大将军 两人肃相与善 歹无反 朱灵长者 长安中贤 贤大夫 真父 两人 车随者日数百尘 及朝措以朱 原昂以太长 使无 无王欲使将 不肯 欲杀之 使亦都未以 五百人为 守昂君中 原昂自其为 无相识 有从使长 到爱昂 是而 昂之之 浮泻 欲之如故 人有 告从使 言 君之而 与侍者通 乃王归 原昂驱自追之 遂以侍者伺之 附位从使 即原昂使无 剑守 从使侍卫守 昂孝位司马 乃兮以其装机 至二时纯牢 惠天寒 士族机 可 饮酒醉 西南 周促皆沃 司马 也饮原昂起 曰 军可以去以 无王其 但日斩军 昂福姓 曰 公和位者 司马曰 臣故 未从使 到军事 而者 昂乃今 谢曰 公姓有 亲 无不足以 类公 司马曰 军地去 臣亦且 亡 辟无 亲 君和 换 乃以 刀绝 章 道从 最 醋 岁出 司马 与分 辟 原昂 姐姐 毛怀之 障 步行 七八里 明 见 两旗 旗持 去 遂 归 宝 无 楚 已 破 上更 以原 王子 平路 侯 李 为 楚 王 原昂 未 楚 相 常 上 书 有 所 言 不用 原 昂 并免 居家 与 李 福 审 相随 行 斗鸡走狗 洛 羊 巨梦 常过 原昂 昂 善 待 之 安 灵 腹 人 有 为昂 曰 吾文 巨梦 伯徒 将军 何自 通知 昂 曰 巨梦 虽 伯徒 然 母 死 客 送 藏车 千 余 圣 此意 有 过 忍者 且 缓 及 人 所有 夫 一旦 有 及 叩门 不 以 亲 未 解 不 以 存亡 为 此 天下 所望者 独祭 心 巨梦 耳 京功 常从 竖旗 一旦 有缓 及 民族 似乎 骂父 人 福 与通 诸公 闻之 皆 多 圆昂 圆昂 虽家居 景帝 时 时 使人 问 愁策 梁王 欲求 未 四 圆昂 静 说 其后 语色 梁王 以 死 愿昂 曾使人 刺 岸 刺者 至 关中 问 袁昂 诸军 欲知 皆不容口 乃见 袁昂 曰 承受 梁王 今来 刺军 军长者 不忍 刺军 然后 刺军者 时 于曹 被知 袁昂 心不乐 家又多 怪 乃之 否生 所问 战 还 梁刺 克 后 曹 被裹 刺 刺 杀 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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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门 外 朝 措 者 尹 川 人 也 学生 商 行 名 于 紫张 辉 线索 与洛 洋 宋 孟 及 琉 李同 诗 以文学位 太常 掌 故 错 为人 屡职 克 生 孝 文 第十 天下 无至上 书者 读文 济南 福生 顾 秦 博士 至上 书 年 九十余 老不可 真 乃 召太常 使人往受之 太常 遣措受上 书符 申锁 还 应上 便宜 是 以书称说 照以为 太子 设人 门大夫 家令 以其变得 姓太子 太子 加号 曰 智囊 书上 书 孝文 时 言 孝诸侯 是 及法令 可根定者 书 书 时上 孝文 不听 燃其 其才 千 魏忠 大夫 当事时 太子善 错 计策 原昂诸 大功臣 多不好 错 景帝 即位 以错 位 内使 错 常述 请兼 言 是 折听 宠信 亲 九卿 法令 多 所 更定 臣 乡生 徒家 新 福辩 立位 有 义 商 内使 辅居 太上 尿 软中 门 东 出 不辩 错 乃川 两门 凿庙 以文 乃先请 为儿所迈 故悟 丞相 遂发 病死 错 以此 岳 贵 千 位 御史 大夫 请诸侯 知罪过 消其地 收其之 俊 奏上 上令 公卿 列侯 宗 是 即 亿 莫 感难 读斗 因 争知 有此 与 错 有 雀 错 所 更令 三十章 诸侯 皆 宣 华 及 朝 错 错 复文 知 从尹川来 为错 曰 尚出 即位 公为正用事 清靴诸侯 别书人骨肉 人口亦多 愿公者 何也 朝 错 曰 故也 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庙 不安 错 复曰 留事 安 以 而朝 事为以 无去 公归以 遂 隐要死 曰 无不忍见 祸及无身 死时余日 无处 七国果反 以诸错 未明 即窦音 原昂静说 上令朝错 依朝依 斩东 是 朝错 已死 业者 蒲舍 邓公 未 校尉 及无处 君 未将 还 上书 严君 是 业 见上 上问 约 到君所来 闻朝 错 死 无处 罢 不 邓公 约 吴王 未返数十年 已 发怒 靴的 以诸错 未明 其亦非在错 也 且 诚恐 天下 之事 尽口 不敢 赴言 也 上 约 何 灾 邓 邓公 约 夫朝 错 换 诸侯 强大 不可 治 故 请 靴的 以尊 经师 万事 之力 也 计划 使行 醋 受大陆 内度忠臣之口 外 为诸侯 报仇 臣妾 为陛下 不取 也 于是 景帝 默然 良久 约 公言善 无意恨之 乃拜邓公 为陈阳中尉 邓公 臣故人也 多奇迹 见缘中 尚招贤良 公轻言邓公 十邓公免 起家为久 亲 一年 父谢并免归 其子张以修皇老 严险于诸宫间 太史公约 原岸虽不好学 亦善父慧 人心未知 隐义慷慨 遭孝文出力 姿势逢 是 时已变异 即无处义说 说虽行灾 然负不遂 好生惊贤 尽已明白 朝错位加令 时 数言是不用 后善权 多索变根 诸侯发难 不及匡旧 欲报私仇 反以亡区 欲 曰 辩古乱长 不死则亡 起措等 畏斜 所引述赞 原私公职 亦多父慧 懒配 见重 却惜 依赖 朝错 见测 履臣 厉害 尊主 悲臣 家为国泰 悲比二子 名利 身败 史记 张世之 逢堂列传 张廷 卫世之者 赌洋人 也 自济 有凶众同居 以滋味其郎 誓孝文帝 十岁不得 调 摩索之名 誓之曰 久患 减重之产 不遂 欲自免归 中郎将援 盎知 其贤 其 其去 乃请喜 誓之不业者 誓之 记朝必 因前言便 一事 文帝曰 悲之 无甚高论 令今可施行也 于是 誓之言 情 汉之间 誓 情 所以 诗 而汉 所以 心 者 久之 文帝 称善 乃 拜 誓之 为业者 仆舍 誓之 从行 登 虎圈 上问 上灵 为诸 禽兽 不 时 于问 为左右 是 竟不能 对 虎圈 色 夫 从旁 代 为对上 所问 情 受不 慎 欲以 观其 能口 对 回应 无穷 者 文帝 曰 力不 当 若是 邪 为 无 赖 乃 赵 誓之 拜 色 夫 为上 玲 令 誓之 久之 前 曰 陛下 以将侯周 薄 何如人 也 上 曰 长者 也 又 赴问 东阳侯 张相 如何 如人 也 上 父曰 长者 之曰 夫 将侯 东阳侯 称为 长者 此两人 言是曾 不能出口 其 此色夫 迭迭 立口 结 给 哉 且 情 以任 刀笔之力 力真 以及 及 苛茶 香高 然其 必图 文句 而 无策影 之时 以 故步 文其 过 凌迟 而至于 二世 天下 土崩 经 陛下 以色 夫 口 辩 而 超 千 之 乘恐天下 随风 迷迷 真 为 口 辩 而 无 其 时 且 下 之 话 上 即 于 景象 举措 不可 不 审 也 文帝 曰 山 辩 山 不 至不 拜 色 夫 上 救车 照 事之参臣 徐行 问世之情之弊 据以直言 至公 上拜 事之为公车令 请之 太子与梁王贡车入朝 不下司马门 于是 事之追止太子 梁王无的入殿门 遂和不下 宫门不进 走之 薄太后闻之 文帝免官谢约 教儿子不紧 薄太后乃使 使臣照射太子 梁王 然后的入 文帝由世其事之 拜卫中待夫 请之 至中郎将 从行至霸灵 居北灵侧 事时圣夫人从 尚指示圣夫人 兴封道 曰 此走寒丹道也 使圣夫人骨色 尚字以色而歌 亦惨期悲怀 故卫群臣曰 接乎 以北山时未果 用注续酌成 如期其间 其可动灾 左右接曰 善 是之 前进曰 使其中有可遇者 虽故南山有有戏 使其中无可遇者 虽无时果 又喝其焉 文帝称善 其后拜 是之为庭尾 请之 上行出中卫桥 有一人从脚下走出 乘于马经 于是使其捕 属之庭尾 是 之质问 曰 献人来 闻碧 逆桥下 久之 以为行已过 急出 见乘于车骑 急走 二 庭尾奏当 一人犯碧 当罚经 文帝怒曰 此人清经无马 无马赖柔和 令他 马 故不败伤我乎 而庭尾乃当之法经 誓之曰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经法 如此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实 上实力诸之则已 经济下庭尾 庭尾 天 下之平也 亦清 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明安所措其手足 为陛下查之 良久 上曰 庭尾当事也 其后有人到高庙座前御环 补得 闻帝怒 下庭尾至 誓之按律道 宗庙服御误者为 奏 奏当弃事 上大怒曰 人之无道 乃道先帝庙气 无属庭尾者 御智之族 而军 以法奏之 非无所以共成宗庙一也 誓之免官顿守谢约 法如士族也 且最等 然 以逆顺未差 经到宗庙气而足之 有如万分之以甲令于名取 长陵一头土 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 久之 闻帝与太后言之 乃许庭尾当 适时 中卫调侯周雅夫与梁相山都侯 王田开见誓之池一平 乃结为亲友 张庭尾由此天下称之 后闻帝崩 井帝立 誓之孔 陈炳 欲免去 据大株志 欲见谢 则为之何如 永 王生记 促见谢 井帝不过也 王生者 善为黄老颜 处世也 长召居亭中 三宫九卿尽慧立 王生老人 曰 吾 山姐 故为张庭尾 为我结山 是之贵而结之 记忆 人或为王生曰 独奈何 停辱张庭尾 使贵结山 王生曰 无老且见 自度终无异于张庭尾 张庭尾方惊天 夏明臣 无故撩辱庭尾 使贵结山 欲以众之 诸公文之 贤王生而众张庭尾 张庭尾 世景帝岁于 为淮南王相 由上以前过也 九之 世之醋 其子曰 张智 自 长公 官智大夫 免 已不能取荣当事 故终身不适 封唐者 其大妇照人 妇喜代 汉兴喜安宁 唐乙孝者 为中郎署长 是文帝 文 帝年过 问唐曰 父老何自为郎 家安在 唐聚以时对 文帝曰 无居代时 无 上时间高区术 唯我言 赵江里奇之嫌 站于巨鹿下 经无美犯 亦未尝不再巨鹿也 父之 知乎 唐对曰 尚不如连坡 李牧之为江也 上曰 何以 唐曰 陈大父 在赵时 为官江 善李牧 陈父故为代乡 善赵江里奇 知其为人也 上继闻连坡 李牧为人 梁说 而伯碧曰 皆呼 无 独不得连坡 李牧时为吴江 无其忧凶奴哉 唐曰 主臣 陛下虽得连坡 李牧 福能用也 上怒 起入境中 良久 赵唐让 曰 公奈何众辱我 独无见处乎 唐谢曰 彼人不知忌讳 当事之时 匈奴心大入朝 沙北地都未养 上以狐寇未义 乃促赴问 唐曰 公 何以之无 不能用连坡 李牧也 唐对曰 成文上谷王者 之前将也 贵而推谷 曰 以内者 寡人之之 捆以外者 将军致之 军功绝赏皆绝于外 归而奏之 此非虚言也 陈大傅言 李牧未照将居边 军事之租皆自用详事 赏赐绝于外 不从终扰也 未认 而则成功 顾李牧乃的近期智能 遣选车千三百成 构其万三千 百经之事十万 是以 北竹丹鱼 破东湖 灭诞陵 西翼强秦 南之寒 魏 当世之时 赵己霸 其后会赵王 千利 其母畅也 王千利 乃用锅开禅 促诸礼墓 令言俱待之 是以兵破世北 魏秦 所秦灭 京臣妾文位 尚未云中守 其军事租 竟以享士族 私养前 五日一追牛 享兵客 军力设人 是以匈奴远避 不敬云中之骰 鲁层一入 上绿车其极之 所杀其重 夫事 促进家人子 其田中从军 安之尺及五福 中日立战 斩首不鲁 上宫莫府 一言不相 应 闻立以法神之 其赏不行 而立奉法必用 臣妤 以为陛下法太明 赏太轻 法太重 且云中守卫上座 上宫守鲁叉六级 陛下下之力 消其绝 法作之 由此言之 陛下虽 得连坡 礼墓 福能用也 陈陈瑜 触记会 死罪死罪 文帝说 适日令逢堂持结社 为上 父已为云中守 而拜堂位车其都位 主中位及郡国车士 七年 景帝立 以堂位除香 免 五帝立 求贤良 举逢堂 堂十年九十余 不能 父为官 乃乃以堂子逢碎为郎 碎自王孙 义其事 与于善 太史公曰 张继之言长者 守法不阿易 逢公之论将律 有畏哉 有畏哉 宇曰 不知其人 是其有 二君之所称颂 可这郎妙 书曰 不偏不挡 王道荡荡 不挡不 偏 王道遍遍 张继 逢公敬之以 所引述赞 张继为偶 见识原昂 太子俱法 色夫无状 经马伐经 道还悟上 逢公白首 为哉论疆 应对礼奇 收公为上 史记万十张书列传 万十君名分 其父赵人也 信实事 赵王 喜居温 高祖东极向极 过河内 十分 年十五 魏小丽 是高祖 高祖语语 爱其恭敬 问曰 若何有 对曰 奋独有 母 不信师名 家平 有戒 能古情 高祖曰 若能从我乎 曰 原尽力 于是高祖赵其 姐位美人 以分为中捐 寿书业 喜其家长安 中期礼 以姐位美人 顾业 其官至孝文时 积功劳至大中代夫 吴文学 恭敬吴与比 文帝时 东阳侯张相如 为太子太父 免 选客为父者 皆推奋 奋为太子太父 即 孝敬即位 以为九卿 破境 但知 其分为诸侯相 奋长子见 四子甲 四子乙 四子 庆 皆以训行孝敬 官皆至两千十 于是景帝曰 十君及四子皆两千十 仁臣尊宠乃 及其门 好奋为万十君 孝敬帝纪年 万十君以上代福路归老于家 以遂十位朝臣 过宫门阙 万十君陛下 车驱 见路马必试焉 子孙为小利 来归夜 万十君必朝福建之 不明 子孙有过失 不悄让 未便坐 对岸不识 然后诸子相择 因长老肉 谈故谢罪 改之 乃许 子孙圣 官者在侧 虽燕居闭关 深深如也 壮仆如也 为景 上十次时于家 必击守复复 而时之 如在上前 其直丧 哀妻圣道 子孙遵教 亦如之 万十君家 以孝景文呼郡国 虽其鲁诸如直行 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 郎中令 王赃以文学获罪 皇太后 以为如者文多之少 今万十君家不言而 公行 乃亦张子 建卫郎中令 少子庆为内使 建老白首 万十君上无恙 建卫郎中令 每五日 习目归夜清 入子舍 窃问侍者 取卿中傍侧于 身自患敌 赋予侍者 不敢令万十君之 以为常 建卫郎中令 是有可 言 平人自言 急切 致庭见 如不能言者 是以上 乃亲尊礼之 万十君喜居邻礼 内使庆最归 入外门不下车 万十君文之 不识 庆孔 肉坦请 罪 不许 举宗及兄贱肉坦 万十君让约 内使贵人 入履礼 礼中长老皆走逆 而 内使坐车中 自如 故当 乃谢霸庆 庆及诸子弟 入礼门 屈至家 万十君以元朔 五年忠促 长子郎中令剑 哭泣哀思 扶杖乃能行 岁于 剑亦死 诸 子孙贤孝 然见最甚 甚于万十君 剑为郎中令 书奏事 事下 剑读之 曰 勿书 马 这予为当五 今乃四 不足一 上浅死矣 圣皇恐 其为谨慎 虽他皆如是 万十君少子 庆为太仆 欲出 上问车中 几马 庆以策数马臂 举手约 六马 庆于诸子中 最为简易 已 然由如此 为其相 举其国 皆目其家行 不言而 其国大志 为 历时相词 元寿元年 上历太子 选群臣可畏父者 庆自配首位 太子太父 七岁千位 玉使大夫 元鼎五年秋 丞相有罪 把 制召玉使 万十君先帝尊之 子孙孝 其已玉使大 夫庆位丞相 丰位慕丘侯 逝时汉方南诸两月 东籍朝鲜 北竹匈奴 西伐大碗 中 国多事 天子寻寿海内 修上古神词 风禅 新礼乐 工奖用少 桑红阳等智力 王温 书之属俊法 而宽等推文学 至九卿 更静用事 事不关绝于丞相 丞相纯景而已 在位 九岁 无能有所匡言 常欲请至上 敬尘所中 九卿贤宣罪 不能服 反受其过 赎罪 原封四年中 关东流明二百万口 无名数者四十万 公卿意欲请喜流明于边 以示之 尚以为 丞相老景 不能与其意 乃次丞相告归 而按御史大夫 以下一位请者 丞相残 不认职 乃尚书曰 庆幸地呆罪 丞相 霸奴无以服制 乘过仓库空虚 名多流亡 罪 当服服职 尚不忍制法 原归 丞相侯应 岂还古归 避嫌者路 天子曰 苍领即空 明平流亡 而君欲请喜之 遥荡不安 动为之 而慈畏 君欲安归难呼 以书让庆 庆盛残 岁父逝世 庆闻深审静 然无他大略 为百姓言 后三岁于 太初二年中 丞相庆醋 是未甜 侯 庆中子得 庆爱用之 尚以得为四 代侯 后卫太长 做法当死 赎免未数人 请 方卫丞相 诸子孙卫力 更致两千十者十三人 即庆死后 稍以醉去 孝景亦衰矣 建林侯卫晚者 代大陵人也 晚以戏车卫狼 是文帝 公赐千卫中狼将 纯景无他 孝景卫太子时 照上左右隐 而晚称并不行 文帝且崩时 属孝景曰 晚长者 善 欲知 即文帝崩 景地利 岁于不 喝碗 晚日以景利 景地性上林 照中狼将参臣 孩儿问曰 君之所以的参臣乎 晚曰 臣从车 是姓得以公赐千卫中狼将 不自知也 上问曰 无谓太子时 赵君 君不肯来 何也 对曰 死罪 食病 上次之简 晚曰 先帝赐臣 建樊六 建不敢奉照 上 曰 建 人之所失意 独至惊呼 晚曰 聚在 上使取六简 建上圣 未偿服 也 狼官有浅 常蒙其罪 不与他将针 有功 常让他将 尚以为连 忠实无他长 乃 拜晚卫和奸王太傅 吴楚反 赵晚卫将 将和奸兵及吴楚有功 拜卫中卫 三岁 以君 功 孝景前六年中封晚卫建灵侯 其明年 尚废太子 朱立卿之属 尚以为婉长者 不忍 乃次婉告归 而始至都至 补力士 既以 尚力交东王位太子 赵晚 拜卫太子太父 久之 千位御史大夫 五岁 代陶侯舍位丞相 朝奏事如指所奏 然自出官以至丞相 终无可言 天子以为敦厚 可乡少主 尊宠之 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 景帝崩 无地利 建元年中 丞相以景帝及时诸 观求多作不孤者 而 君不任职 免之 其后晚促 子姓代 作咒经师侯 赛侯之不宜者 南洋人也 为郎 是文帝 其同舍有告归 勿持同舍郎经去 以而 经主觉 妄议不宜 不宜谢有之 买经常 而告归者来而归经 而前郎王经者大残 以 此称为长者 文帝称举 稍迁至太宗大夫 朝廷见 人或毁约 不宜壮貌甚美 然独 无奈其善道扫何也 不宜文 曰 我乃无凶 然中不自明也 无处反时 不宜以两千石将兵集之 景帝后元年 拜魏玉使大夫 天子修无处时功 乃风不宜为赛侯 五帝见元年中 与丞相婉聚已过敏 不宜学老字言 其所灵 为官如故 为孔仁知其为利基也 不好利名称 称为长者 不宜促 子相如带 孙望 作咒经师侯 郎中令周文者 名人 其先故认成人也 以一见 景帝位太子时 拜位摄人 积功 烧迁 孝文帝时 至太宗大夫 景帝出即位 拜人为郎中令 人为人 因重不屑 长衣必补衣 匿酷 其位不携轻 以示的信 景帝入卧内 于后宫 密系 人常在旁 至景帝崩 人尚为郎中令 忠谋所言 上时问人 人曰 尚自查之 然一谋所会 以此景帝在自信其家 家喜阳陵 尚所赐甚多 然常让 不敢受也 诸侯群臣陆仪 终谋所受 五帝立 以为先帝臣 众之 人乃并免 以两千十路归老 子孙贤至大官乙 御史大夫张书者 明欧 安邱侯说 知数子也 孝文时已至 行名言 是太子 然欧虽至 行名家 其人长者 景帝时尊重 常为九卿 至五帝元朔四年 韩安国勉 照拜欧位于 史大夫 自欧位立 为常言暗人 专已成长者触官 官属已为长者 亦不敢大欺 上句 欲是 有可却 却知 不可者 不得已 为替气面对而封之 欺爱人如此 老病毒 请免 于是天子 亦策罢 以上代福路归老于家 家于阳陵 子孙贤至大官 以 太史公约 众尼有言约 君子欲那于言而 敏于行 其万石 见灵 张书之谓邪 是以其教不速而成 不言而至 赛侯为巧 而周文处产 君子姬之 为其尽于宁也 然 思可谓笃行君子 所引述赞 万石孝景 自家行国 郎中属马 内史匍匐 万无他长 赛有应得 行名张欧 垂涕续域 闽行乐言 俱四方竹 史记田书列传 田书者 照行成人也 其先 其田是苗一也 书喜见 学黄老树娱乐 俱功所 书位 人可怜自喜 喜游诸功 赵人举之赵相赵武 武言之赵王张傲所 赵王已为郎中 数岁 切直连平 赵王贤之 未及迁 慧陈兮返代 汉七年 高祖王朱之 过赵 赵王张傲自持 暗禁时 李公胜 高祖基 据骂之 事实赵相赵武 等数十人 揭怒 魏张王曰 王室上 李贝 以 金玉王如是 臣等 请未乱 赵王涅 指出血 约 先人失国 为陛下 臣等当重出 功等 奈何言若是 无复出口 已 于是 冠高等 约 王长者 不被得 促思相 与谋事上 慧氏发掘 汉 下赵 不赵王 及群臣反者 于是赵武 等皆自杀 为冠高就戏 事实 汉下赵书 赵友赶随 王者最三足 为孟书 田书等 十余人 者一自昆前 称王家奴 随赵王敖至长安 冠高 是明白 赵王敖得出 费魏宣平侯 乃敬严田书 等十余人 上敬赵剑 与语 汉庭成吾 能出其诱者 上说 敬拜魏郡守 诸侯相 书魏汉中守十余年 慧高厚崩 诸吕作乱 大臣诸之 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 照田书问之曰 公知天下长者乎 对曰 成何族以知之上 约 公 长者也 以知之 书顿守约 故云中守梦书 长者也 适时梦书作鲁 大入赛道节 云中游圣 免 上约 先帝至梦书云中 时余年已 鲁层一人 梦书不能 坚守 无故士族 战死者数百人 长者故杀人乎 公何以言梦书 为长者也 书扣头对曰 是乃梦书 所以为长者也 夫冠高等谋反 上下明照 照有感随张王 最三族 然梦 书自昆前 随张王熬之所在 欲以生死之 其字之为云中守栽 汉语除相聚 士族霸臂 匈奴冒顿心服北夷 来为鞭害 梦书之士族霸臂 不忍出言 是真灵臣死敌 如子卫 父 地位兄 已故死者数百人 梦书 岂故屈战之灾 是乃梦书 所以为长者也 于世上 曰 贤灾梦书 父赵梦书 以为云中守 后蜀岁 书作法师官 梁孝王使人杀 故无相远岸 井帝赵田书 岸梁 聚得其事 还 报 井帝曰 梁有之乎 书对曰 此罪 有之 上曰 其事安在 田书曰 尚无以梁事为也 上曰 何也 曰 金梁王不服诸 是汉法不行也 如其 伏法 而太后时不甘畏 卧不安息 此憂在陛下也 井帝大贤之 以为鲁相 鲁相出道 名字言香 宋王取其财物百余人 田书取其取律二十人 各吃五十余 各搏二十 怒之曰 王妃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 鲁王闻之大残 发忠福钱 使香 长之 香曰 王自夺之 使香长之 是王为恶而 香为善也 香无语长之 于是王乃 尽长之 鲁王好猎 香长从入院中 王者修向旧管舍 香出 常报座待王院外 王述使人请 香修 中不修 曰 我望报陆院中 我独贺为旧舍 鲁王已故不大出游 数年 书以观促 鲁以百经词 少自人不受也 曰 不以百经商先人名 人以壮剑 为魏将军设人 数从及匈奴 魏将军敬言人 人为郎中 数岁 魏两千十 陈相长使 师官 其后使次举三合 尚东巡 人奏事有词 尚说 拜位金府都位 岳于 尚千拜位私职 数岁 做太子事 十座向自江兵 令私职田人 主必守城门 做纵太子 夏立诸死 人发兵 长林令车千秋上辩人 人足死 行尘经在中山国 太史公约 孔子称约 居是国必闻其政 田书之未乎 亦不忘贤 民主之美已久 过 人与于善 于故并论之 主先申约 成为狼时 闻之约 田人故与任安相善 任安 营阳人也 少辜贫困 为人江车之长安 刘 求是为小利 为有姻缘也 应赞助民数 武功 扶风西借小义也 故扣树 到静山 安以为武功小义 吴豪 义高也 安刘 带人为求到亭赴 后卫亭长 义中人名具出列 任安常为人分迷路 智兔 不属老小当壮 众人皆喜 曰 吴颂也 任少卿分别平 有志略 明日复合会 会者数百人 任少卿曰 某子甲和 魏不来乎 诸人皆怪 其见之己也 其后除为三老 举魏清明 初为三百时长 智明 座上行出 由共账不办 赤免 乃魏魏将军设人 与田人会 聚魏设人 居门下 同心相爱 此二人家平 无钱用 以示将军家间 家间使养恶涅马 两人同床卧 人切言曰 不知人在家间也 任安 曰 将军上不知人 何乃家间也 魏将军从此两人过平养主 主家令两人与其奴童 习而时 此二子拔刀裂断习别作 主家皆怪而恶之 莫敢喝 其后有赵木则 魏将军设人 以为郎 将军取舍人 终赴给者 令据安马将 一御巨剑 与 入奏之 慧贤大夫 少扶赵羽来过魏将军 将军胡索 举设人 以示赵羽 赵羽以赐问之 时 于人无一人 习是有制掠者 赵羽曰 无闻之 将门之下 必有将类 传曰 不知其君是 其所使 不知其子是 其所有 经有赵举将军 设人者 欲以观将军 而能得闲者 文无之事 也 经图取妇人 子上之 又无制掠 如木偶人 一知其秀尔 将奈之何 于是赵羽西赵 魏将军 设人 百于人 以赐问之 得田人 仁安 曰 独此 两人可 而 于无可用者 魏将军 见此 两人平 亦不平 赵羽去 魏两人曰 各自 聚安马 心降 一 两人 对曰 家平 无用具也 将军怒约 今两军家自卫平 何谓出此言 泱泱如有 宜得于我者 何也 将军不得已 上即已闻 有赵赵 建为将军设人 此二人前建 赵问能略相推 帝也 田人对曰 提福鼓励军们 使世代福乐死战斗 人不及任安 任安对曰 夫觉嫌一定是非 便至关 使百姓无怨心 安不及人也 五帝大孝曰 善 使 任安护北军 使田人护边田谷于和尚 此两人立明天下 其后用任安 三位一周赐史 以田人为丞相常识 田人尚书言 天下郡太守多位兼力 三和尤圣 臣请先赐举三和 三和太守皆内 以忠贵人 与三公有亲属 谋所谓但 宜先镇三和已 仅天下兼力 适时何难 何内太 守皆于使代福度 父兄子弟也 何东太守时 成相子孙也 适时时是九人 为两千十 方圣贵 田人数上书言之 杜大夫及时 适时人谢 为田少清曰 无非敢有语言也 缘少清无 香屋屋也 人以赐三和 三和太守皆下力诸死 人还奏事 五帝说 以人为能不畏强 欲拜人为 陈相思直 威震天下 其后逢太子 有兵事 陈相自将兵 使思直主城门 思直已为太子 骨肉之亲 父子之 兼布圣玉境 去知诸灵果 适时五帝在甘权 使欲时代福报 君下则 陈相 何谓纵太子 陈相对言 使思直不守城门而开太子 尚书以文 请补系思直 思直下力 诸死 适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 赵任安 与节令发兵 安拜受节 入 闭门不出 五帝闻之 以为任安为降邪 不复事 何也 任安吃辱北军前官小力 小力尚书言之 以为受太子节 言 信与我齐先好者 书上文 五帝曰 是老力 也 见兵士起 欲作官成败 见圣者欲何从之 有两心 安有当死之罪 慎重 无常活之 精怀诈 有不忠之心 下安力 诸死 夫月满则亏 勿胜则衰 天地之常也 知敬而不知退 九成富贵 获姬未遂 故返 离之去月 慈不受官位 名传后世 万岁不忘 岂可及哉 后敬者胜戒之 所引述赞 田书长者 众义亲生 张王济雪 汉中世荣 梦书见废 抗说相鸣 暗凉以礼 相鲁的情 子人做事 似举有声 史记扁鹊 苍公列传 扁鹊者 渤海郡正人也 性情是 明月人 少师为人舍长 舍克长桑军过 扁鹊毒 其之 长颈欲之 长桑军一只扁鹊 飞长人也 初入十余年 乃乎扁鹊 思作 兼语与曰 我又静芳 年老 欲传与公 公无谢 扁鹊 曰 静诺 乃出其怀中 要语扁鹊 隐氏以上池之水 三十日当之物以 乃稀取其 静芳 书静与扁鹊 忽然不见 待非人 也 扁鹊以其眼影要三十日 是剑原一方人 以此事并 竟见五脏真结 特以枕脉为名 而 为依或在其 或在赵 赵赵者名扁鹊 当静昭公时 朱大夫强而公足弱 赵剑子为大夫 专国事 剑子及 五日不知人 大夫接据 于是赵扁鹊 扁鹊入世 并出 董安于问扁鹊 扁鹊曰 邪迈至也 而何 拐 习勤目工常如此 七日而悟 悟之日 告公孙之与子于曰 我知地所胜乐 无所 已久者 事有所学也 地告我 静国且大乱 五世不安 其后将罢 为老而死 霸者 知子且令 而国男女无别 公孙之书 而藏之 秦策于世出 夫献公之乱 闻公之霸 而相公拜 秦师于 遥而归纵营 此子之所闻 经主君之 并与之同 不出三日 必兼 兼必有 言也 居二日半 简子物 与诸代福 曰 我知地所胜乐 与百神 犹于军天 广乐九奏万 五 不类三代之乐 其身动心 有一雄欲援我 地命我设之 中雄 雄死 有皮来 我 又设之 中皮 皮死 地圣喜 赐我二四 皆有父 无见而在地策 地属我一宅犬 曰 吉儿子之状 也以赐之 地告我 晋国且是衰 欺世而亡 迎信将大败 周人于犯 亏之兮 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寿言 疏而藏之 以扁鹊言告 俭子 俭子赐扁鹊田 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国 国太子死 扁鹊至国公门下 问忠述子 习方者曰 太子合并 国 忠至然过于重视 忠述子曰 太子并血气不实 交错而不得谢 暴发于外 则未忠 害 精神不能止血气 血气蓄积而不得谢 是以阳缓而应急 故暴绝而死 扁鹊曰 其死何如时曰 吉明至今曰 收乎曰 未也 其死未能伴日也 言臣其渤海情悦人也 家在于震 未尝的望金光事业于前也 闻太子不幸而死 臣 能生之 忠述子曰 先生的无但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沉闻上古之时 已有余 夫 致病不以汤叶里撒 蝉食脚印 暗物毒蕴 一波剑并之印 因五藏之书 乃歌皮解 鸡 绝脉结晶 诺随脑 蝶蝗 蝶蝗找目 兼患肠胃 树敌五藏 炼精一行 先生之方能若是 则太子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可因之而 终日 扁鹊仰天探曰 夫子之为方也 若以管亏天 以戏事文 悦人之为方也 不待切迈望色听生血行 言 并之所在 闻并之阳 论得其阴 闻并之阴 论得其阳 并应见于大表 不出千里 绝 者致重 不可屈指也 子亦无言未不成 是入整太子 当闻其耳鸣耳比张 寻其两骨矣 至于阴 当上闻也 忠树子闻扁鹊言 目眩然而不顺 舍角然而不顺 然而不下 乃以扁鹊言入报国君 国君闻之 大经 初见扁鹊于中阙 曰 窃闻高义之日久矣 然未常地拜业于前夜 先生过小国 信而举之 偏国寡臣信盛 有先生则活 无先生则弃捐田 勾贺 常忠而不得反 言 莫醋 莫醋 因虚惜服役 魂金泻痕 流涕长衫 呼呼尘辣 悲不能自止 容貌变根 扁鹊曰 若太子病 所谓 失觉 者也 夫以阳入阴中 动魏谈缘 中筋为落 别下于三交 旁观 是以阳脉下碎 阴脉上针 会弃壁而不通 因上而阳内行 下内骨而不起 上 外绝而不畏始 上有绝阳之落 下有破阴之钮 破阴绝阳 色肺脉乱 故行尽如死状 太子为死也 夫以阳入阴之蓝藏者身 以阴入阳之蓝藏者死 凡此数是 皆五藏促中之 师报作也 梁公取之 卓者一代 匾阙乃使弟子子阳立真底时 以取外三阳五会 有奸 太子苏 乃使子报为五分之 运 以八俭之其和逐之 以更运两斜下 太子起作 更是阴阳 但福汤二循而复故 故 天下尽以扁阙未能生死人 扁阙曰 阅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当生者 阅人能使之其 而 扁阙过期 其还侯可知 入朝见 曰 君有吉在凑里 不至将生 还侯曰 寡人无吉 扁阙出 还侯未左右曰 一知好利也 欲以不吉者未公 后五日 扁 阙 阙复健 曰 君有吉在邪迈 不至孔生 还侯曰 寡人无吉 扁阙出 还侯不 曰 后五日 扁阙复健 曰 君有吉在肠胃间 不至将生 还侯不应 扁阙出 还 侯不曰 后五日 扁阙复健 望将还侯而退走 还侯使人问其故 扁阙曰 及之居凑 利也 汤运之所及也 在血脉 真实之所及也 其在常位 酒劳之所及也 其在骨髓 虽私命无奈之何 今在骨髓 臣事已无情也 后五日 还侯体病 使人照扁阙 扁阙 以逃去 还侯碎死 使圣人欲之为 能使良一的早从事 则即可以 生可活也 人之所病 病极多 而 医之所病 病到少 故病有六不治 交字不论于理 一不治也 轻生重财 二不治也 医时不能是 三不治也 阴阳病 藏气不定 四不治也 行雷不能服药 五不治也 兴 乌不兴医 六不治也 有此医者 则重难治也 扁阙明闻天下 过邯郸 闻贵妇人 即为代下医 过洛阳 闻周人爱老人 即为儿 目必医 来入咸阳 闻情人爱小儿 即为小儿医 随俗未辨 秦太医令 李希自知 既不如 扁阙也 使人刺杀之 至今天下 延迈者 有扁阙也 太苍公者 其太苍长 林姿人也 幸存于是 名义 少儿洗衣方数 高后八年 梗 寿师 童俊 原理 功臣 阳庆 庆年七十余 无子 使义静去其顾方 更惜以静方语之 传皇 地 扁阙之脉书 五色整病 知人死身 觉嫌疑 定可治 即要论 圣经 寿之三年 为人治病 觉死身多厌 然左右行由诸侯 不以家为家 或不为人治病 并加多厌之者 文第四年中 仁尚书言义 以行罪当传息之长安 亦有五女 随而弃 亦怒 骂曰 身子不身男 缓急无可食者 于是少女提迎商妇之言 乃随妇息 尚书曰 且 妇为力 其中称其连凭 经作法当行 妾妾痛死者不可复身 而行者不可复戌 虽欲改过 自心 其道莫由 终不可得 妾缘入身为官婢 以赎负行罪 使得改行自心也 书文 尚悲其意 此岁终亦除肉刑法 亦家居 照照问所为治病死身厌者 及何人也 主名为谁 照问顾太苍常诚意 方济所长 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书无有 皆安受学 受学及 何岁 常有所厌 何县里人也 何病 医药以 其病之状皆何如 聚息而对 成义对 曰 自一少时 洗医药 医药方式之多不厌者 至高后八年 得见诗灵资源 理工程阳庆 庆年七十余 义得见试之 为义曰 进去而方书 非是也 庆有古先道遗传皇帝 贬阙之脉书 五色诊病 知人生死 决贤疑 定可治 及要论书 圣经 我家给父 心 爱公 欲敬以我 敬方书 息教公 臣义及曰 信圣 非义之所感忘也 臣义及必习 在拜业 受其卖书上下经 五色诊 其可数 奎度阴阳外辩 要论 食神 皆阴阳禁书 受读解厌之 可依年所 明岁及厌之 有厌 然尚未经也 要是之三年所 及常以为 人至 诊病觉死身 有厌 经良 经庆已死十年所 臣义年近三年 年三十九岁也 其是欲使臣自言病头痛 臣义整其脉 告曰 君之病恶 不可言也 急出 毒 告臣帝昌曰 死病居也 内发于常胃之间 后五日当 肿 后八日 偶浓死 臣之病 得之饮酒且内 臣即如其死 所以之臣之病者 臣义切其脉 得甘气 甘气浊而尽 此 内观之病也 脉法曰 脉长而闲 不得待四十者 其病主在于甘 何及经主病也 代则 落脉 落脉有过 经主病合者 其病得知金髓里 其代绝而脉奔者 病得知酒且内 所以之 其后五日而 肿 八日 偶浓死者 切其脉时 少阳出带 带者经病 病去过人 人则去 落脉主病 当其实 少阳出关一分 故中热而浓未发也 即五分 则至少阳之戒 即 八日 则偶浓死 故上二分而浓发 至戒而 肿 尽泻而死 热上则 熏阳明 烂流落 流落洞则 麦解法 麦解法则烂解 故落胶 热气已上行 至头而动 故头痛 其王中子 朱婴儿小子病 照成义整些其脉 告曰 气力病 病使人烦闷 食不下 食偶末 病得之忧 数亿食饮 成义即为之 作下气汤 以饮之 一日气下 二日能食 三日即病愈 所以之小字之病者 整其脉 心气也 浊躁而今也 此落阳病也 脉法 曰 麦来树及去 男儿不医者 病主在心 周生热 麦胜者 为重阳 重阳者 唐心主 故凡闷时不下 则落麦有过 落麦有过 则写上出 写上出者死 此悲心所生也 病得之 忧也 其郎中另寻病 众医皆以为 促入中 而赐之 陈一枕之 曰 永善也 令人不得 前后搜 寻曰 不得前后搜三日以 陈一饮以火其汤 一饮的前搜 再饮大搜 三饮而即月 病得之内 所以之寻病者 切其麦时 又口气急 麦五五脏气 又口麦大 而树 树者中下热而涌 左胃下 右胃上 皆无五脏印 故曰永善 中热 故逆斥也 其中欲辅常性病 陈一入整其脉 告曰 热病气也 然树汗 脉少衰 不死 曰 此病得之 当欲流水而寒胜 以则热 信曰 为然 往东时 为往始于处 至举县扬舟水 而举桥梁颇坏 信则缆车缘 为玉渡也 马金 吉舵 信深入水中 几死 立即来就信 出汁水中 依静如 有煎而生寒 以热如火 至今不可以见寒 陈一 即为枝叶汤火 其逐热 一饮汗静 再饮热去 三饮并饮 即使服药 出入二十日 生无 并者 所以知性知病者 切其麦时 并应 麦法曰 热并阴阳交者死 切之不交 并 应 并应者 麦顺轻而悦 其热虽未尽 游火也 盛气有时间灼 在太阴麦口而息 是 水汽也 圣故煮水 故以此之之 失至一时 即转位寒热 其王太后病 照臣亦入枕脉 曰 风淡客泡 难于大小搜 逆斥 臣亦饮一火 其汤 亦饮及前后搜 再饮并已 逆如故 病得之流汉出 寻 寻者 去一而汉兮也 所以之其王太后病者 臣亦整其脉 切其太阴之口 诗然风气也 麦法曰 审之而大 兼 扶之而大 紧着 病主在圣 圣切之而相反也 麦大而造 大者 膀胱气也 造者 中有热而逆斥 其章五里 曹山夫病 臣亦整其脉 曰 亦肺消淡也 家以寒热 即告其人 曰 死 不治 是其供养 死不当医治 法曰 后三日而当狂 望其行 欲走 后五日死 即如其死 山夫病得之 圣怒而已皆内 所以之山夫之病者 诚意切其脉 肺气热也 麦法曰 不平不骨 行弊 此五藏高之远数 已经病也 故切之时 不平而待 不平者 血不拘其处 带者 食餐及病治 炸造炸大也 此两落脉绝 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热 这 言其人失夺 失夺者 行弊 行弊者 不当观酒禅时 及引毒药也 成义未往诊时 其太一先诊山夫病 久其足少阳麦口 而引之半下丸 病者及卸助 腹中虚 又久其少 阴麦 是坏肝刚绝生 如是重损病者气 以故加寒热 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 肝宜落连 属结觉辱下阳明 故落绝 开阳明麦 阳明麦商 即当狂走 后五日死者 甘与心相去 五分 故约五日静 静即死矣 其中未攀满如病少腹痛 臣义整其脉 约 宜机甲也 臣义即为其太仆臣饶 内使臣咒约 中未不负自止于内 则三十日死 后二十余日 搜血死 病得之久且 内 所以之攀满如病者 臣义切其脉身小弱 其醋然何何也 是脾气也 又脉口气至谨 小 见假气也 以刺相成 故三十日死 三鹰聚团者 如法 斗聚团者 绝在及其 一 团一带者 敬也 故其三鹰团 搜血如前指 阳虚侯相照张病 照臣义 众医皆以为寒中 臣义整其脉曰曰 动风 动风者 饮食下爱而者 初步流 法曰 五日死 而后十日乃死 病得之久 所以之照张之病者 臣义切其脉 脉来华 室内风气也 饮食下爱而者 初步流者 法五日死 皆为前分解 法 后十日乃死 所以过其者 其人是周 故中藏时 中藏时故过其 诗言曰 安顾者 过其 不安顾者不及其 既被亡病 照臣一整其脉 曰 风觉凶满 即为要酒 敬三十 并以 得之汉 出福地 所以 知己 北亡病者 臣义切其脉时 风气也 心脉灼 病法 过入其阳 阳气 进而阴气入 阴气入章 则寒气上 而热气下 故胸满 汉出福地者 切其脉 气阴 阴气者 病必入中 出疾铲水也 其被公司空命 付出于病 众医皆以为封入中 病主再费 似其足少阳脉 成义整其 脉 曰 曰 病气善 克于膀胱 难于前后搜 而逆斥 病 见寒气则 一逆 使人负肿 出于病得之 欲逆不得 应以皆内 所以之 出于病者 切其脉 大而食 其来难 是绝因之 动也 迈来难者 善气之客于 膀胱也 腹之所以 种者 言绝因之 落结小腹也 绝因有过 则迈结动 动则腹种 成义即 就其足绝因之 脉 左右各一所 即不移逆而 搜轻 小腹痛 指 即更为 火其汤 以引之 三日而 善气散 即月 故继北王阿姆 自言足热儿门 成义告曰 热绝也 则赐其族心 各三所 暗之无 出血 并悬已 并得之 饮酒大罪 继北王 照成义 整脉诸女子 侍者 致女子数 数无病 成义告 永相常曰 数伤疲 不可劳 法当春偶 写死 成义 言王曰 才人女子数何能 王曰 是好为方 多 既能 为所事案法心 往年是知名所 四百七十万 曹偶四人 王曰 得无有病乎 成义对曰 数病重 在死法中 王照是知 其颜色不变 以为不然 不卖诸侯 所 至春 树奉剑从王之策 王去 树后 王令人照之 吉普于策 偶写死 病得之流 汗 流汗者 法病内重 毛发而色则 脉不衰 此意内之病也 其中代辅并取齿 成义酒其左大阳名脉 即为苦生汤 日寿三生 出入五六日 并 以 得之风 即握开口 时而不受 姿穿往美人怀子而不如 来照成义 成义往 隐以良黄药一搓 以酒隐之 选入 成义附诊其脉 而脉造 造者有余病 即隐以消失一旗 出血 血如豆笔五六眉 其成相设人奴 从朝入宫 成义见之时 归门外 望其色有病气 成义即告患者平 平 好未卖 学成义所 成义即是之涉人奴病 告之曰 此伤脾气也 当至春历赛不通 不能食饮 法治下泻血死 患者平即网告相曰 君之涉人奴有病 病重 此其有日 相军约 清何以知之 约 君朝时入宫 君之涉人奴 尽时归门外 平与苍公 立 即是平约 病如是者死 相即照涉人 而未知约 公奴有病部 涉人约 奴 无病 生无痛者 至春果病 至四月 谢血死 所以知奴病者 脾气周成无脏 伤部 而骄 故伤皮之色也 望之沙染黄 察之如死青之姿 众医不知 以为大虫 不知伤皮 所以至春死病者 未气黄 黄者吐气也 吐不慎目 故至春死 所以至下死者 卖法 约 病重而卖顺轻者 可约内观 内观之病 仍不知其所痛 心极然无苦 若加以一病 死中春 一月顺 即一时 其所以四月死者 整其人时月顺 月顺者 仍上肥也 奴之 病得之流汗数出 与火而已出见大风也 姿穿亡病 照成一整脉 约 绝尚未重 头痛深热 使人烦闷 臣义及以寒水 辅其头 四族扬明脉 左右各三所 并悬矣 病得之目发未干 而我 正如前 所以绝 头热至肩 其王黄姬兄黄长青 家有九兆克 照臣义 诸克座 未上时 臣义望奸王后帝送见 告约 君有病 往四五日 君要邪痛不可抚养 又不得小搜 不及至 并及入如圣 及其未舍无脏 及至之 病方经克圣如 此所谓 圣疲也 宋剑约 然 剑固有 要及痛 往四五日 天语 皇室诸欠剑剑家 今下方时 即弄之 剑意欲笑之 笑之不能 其 即腹制之 目 要及痛 不得腻 至今不悦 剑并得之 好吃重 所以之剑并者 臣义剑其色 太阳色干 胜不上及戒要 以下者枯似封锁 故以往四五日 之其发也 臣义 即为柔汤史福之 十八日所而病愈 即北王室者 寒女病要被痛 寒热 众医皆以为寒热也 臣义整脉 曰 内寒 曰 事不下也 即窜已要 炫下 病已 病得之 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所以之寒女之病者 整其脉食 切之 甚麦也 色而不属 色而不属者 其来难 兼 故曰曰不下 甘麦贤 出作口 故曰欲男子 不可得也 林姿范里 女子 薄无病胜 众医皆以为寒热肚 当死 不治 臣义整其脉 曰 脑 甲 脑甲未病 腹大 尚夫皇粗 寻之 其其然 臣义影 以圆化一撮 即出脑可属身 病已 三十日如故 病脑的之于寒失 寒失气宛度不发 化为虫 臣义所以之薄 无病者 切其脉 寻其尺 其尺所刺粗 而毛每奉发 是虫气也 其色泽者 中藏无邪气 极重 病 其存于司马病 臣义切其脉 告曰 当病动风 动风之状 饮食下爱折后之 病 得之宝石而即走 臣义司马曰 我之王家石马肝 石宝胜 见久来 即走去 驱疾 致舍 急谢树时出 臣义告曰 为火起米之 引之 七八日而当月 十一情信在旁 臣义去 信为左右格都未曰 义以纯于司马病 为何曰 以为动风 可致 信急效曰 事不知也 纯于司马病 法当后九日死 即后九日不死 其家父赵臣义 臣义网问之 静如一枕 臣即为一火起米之 使福之 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知者 诊 其迈时 切知 静如法 其病顺 故不死 其中郎破十病 臣义诊 其迈 告曰 肺伤 不治 当后十日丁亥搜血死 即后 十一日 搜血而死 破十之病 得知堕马将时尚 所以知破十之病者 切其迈 得肺因 气 其来散 数道治而不医也 色又成之 所以知其堕马者 切之得翻阴迈 翻阴迈入 虚理 成肺迈 肺迈散者 故色便也成也 所以不忠其死者 施言曰 并者 安谷及过 其 不安谷则 不及其 其人是属 属主费 故过其 所以搜血者 整迈法曰 并养习 因处者顺死 养习 阳处者溺死 其人喜自尽 不造 又久安坐 伏己而昧 故血下谢 其王是一岁病 自恋五十伏之 臣亦网过之 岁未易曰 不孝有病 幸诊岁也 臣亦即诊之 告曰 功病中热 论曰 中热不搜者 不可服五十 食之为药精汉 功服之不得数搜 即误服 色将发拥 岁曰 贬阙曰 因时已至 因病 阳时已至 阳病 夫要食者 有阴阳水火之旗 故中热 即为阴时柔旗 致之 中寒 即为阳时刚旗 致之 臣亦曰 功所论远矣 贬阙虽言若是 然必审诊 其度量 力规矩 称权衡 和色脉表里 有余不足顺逆之法 参其人动静 与习相应 乃可以论 论曰 阳即处内 因行应外者 不加汉要即禅食 夫汉要入中 则邪气辟矣 而晚气越深 诊法曰 而 因应外 亦阳皆内者 不可以刚要 刚要入则动阳 阴病亦衰 阳病亦住 邪气流行 为众困于鱼 奋发未居 亦告之后百余日 果未居法如上 入缺盆 死 死未论之 大体也 必有经济 捉公有乙不习 闻里阴阳师矣 其王故为阳虚侯时 病胜 众医皆以为绝 臣亦整脉 以为疲 根在右斜下 带如 腹杯 令人喘 匿气不能食 臣亦即以火其周且饮 六日气下 即令更服完药 出入六 日 病已 病得之内 诊之时不能食其精解 大食其病所在 臣亦常诊 安阳五都里 臣开方 开方自言以为不病 臣亦未知病苦踏风 三岁四之不 能自用 使人应 应即死 经文其四之不能用 因而未死也 病得之术 饮酒 以见大风气 所以之臣开方病者 诊之 其脉法 其可言 曰 藏气相反者 死 切之 得圣返费 法 曰 三岁死 也 安陵版理工 臣相处病 臣亦整脉 曰 母善 母善在立下 上连费 病得之内 臣亦未知 圣吾未劳力士 未劳力士 则必偶血死 处后促居 要绝寒 汗出多 即偶血 臣亦复诊之 曰 当但日日细死 即死 病得之内 所以之相处病者 切 其脉的翻阳 翻阳入虚里 处但日死 一帆遗落者 母善也 臣亦曰 他所整其觉 死生 及所致已 病重多 久颇忘之 不能进食 不敢以对 问臣亦 所整治病 病名多 同而整亦 或死或不死 何也 对曰 病名多相 累 不可知 故古圣人 为之卖法 以其度量 立规矩 献权衡 按神末 调阴阳 别人 知迈各明之 与天地相应 参合于人 故乃别百病已一之 有数者能一之 无数者痛之 然迈法不可盛宴 整吉人已度一之 乃可别同名 命病主在所居 经成义所整者 皆 有整吉 所以别之者 成义所受施方 是臣 施死 以故表吉所整 其决死身 观所失所 得者何卖法 以故至今知之 问成义曰 所其病决死身 或不应其 何故 对曰 此皆饮时 息怒不解 或 不当饮药 或不当针灸 以故不中其死也 问成义 义方能知病死身 论要用所疑 诸侯王大臣 有常问义者不 及文王病实 不求义诊治 何故 对曰 赵王 焦西王 济南王 吾王皆使人来赵 臣义 臣义 不干亡 文王病实 臣义家平 欲为人治病 臣孔立以除居臣义也 故移民术 左右不 修家身 出行游国中 问善为方术者 可事之久矣 见世术师 悉受其要事 尽其方书矣 即解论之 身居阳虚侯国 应是侯 侯入朝 臣义从之长安 以故得诊安林相处等病也 问臣义 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 臣义对曰 不见文王病 然切文文王病 喘 头痛 目不明 臣义心论之 以为非并也 以为肥而续经 身体不得咬 骨肉不香 认 故喘 不当医治 卖法约 年二十卖弃当驱 年三十当吉步 年四十当安坐 年五 十当安卧 年六十以上弃当大董 文王年未满二十 方卖弃之躯也而徐之 不应天道 四十 后文一九之极度 此论病之过也 诚意论之 以为神器真而邪气入 非年少所能 复之也 以故死 所谓气者 当吊饮时 则燕日 车步广至 以是筋骨肉血脉 以泄气 故年二十 世卫 以 法不当鞭酒 鞭酒至气竹 问臣义 师庆安守之 闻于其诸侯不 对曰 不知庆所失守 庆家父 善为 一 不肯为人治病 当以此故不闻 庆又告臣义曰 圣无令我子孙之 若学我方也 问臣义 师庆何见于义而爱义 欲惜教义方 对曰 臣义不闻师庆为方善也 亦所以知庆者 亦少时好诸方是 臣义是其方 皆多厌 精良 臣义闻资穿堂 李公孙 光善为古传方 臣义及网页之 得见识之 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 臣义吸受书之 臣义 欲尽受他精方 公孙光曰 无方尽以 不为爱公所 无身以衰 魔所负识之 是无年 少所受妙方也 欲语功 无以教人 臣义曰 得见识是公前 欲得尽方 信慎 义 死不敢望传人 居有奸 公孙光奸处 臣义申论方 见言百世 未知今也 诗光喜曰 公必为国公 无有所善者皆书 同产处林姿 善未方 无不若 其方盛其 非是之所 闻也 无年终时 常欲受其方 阳中欠不肯 曰 若非其人也 须与公网 见之 当之 恭喜方也 其人亦老义 其家给父 使者未往 慧庆子男阴来献马 阴师光奏 马亡所 亦以故得与阴善 光又属义于阴曰 亦好数 功必谨欲之 其人甚如 即为书以 亦属阳庆 以故知庆 陈亦是庆景 以故爱亦也 问陈亦曰 立明常有事学义方 即必尽得义方部 何县礼人 对曰 灵资人 宋义 义学 陈亦教义无诊 随于 即北王浅太一高旗 王宇学 陈亦教义经脉高下旗 其落节 当论于所居 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 以以禅时 定边九处 遂于 滋川王时 浅太苍马长逢信正方 陈亦教义按法逆顺 论要法 定五位 及何其汤法 高永侯家程度 信 其脉 来学 陈亦教义上下经脉五诊 二岁于 灵资照李唐安来学 陈亦教义五诊 上下经脉 其可 四十应应阳重 未成 除未其王是一 问陈亦 诊病觉死身 能全无师乎 陈亦对曰 亦治病人 必先切其脉 乃 至之 拜逆者不可治 其顺者乃治之 心不经脉 所其死身事可治 实时失之 成义不 能全也 太史公约 女无美恶 居公见度 事无贤不孝 入朝见仪 故贬阙 以其寄见央 仓 公乃逆机 自隐而当行 提迎通尺毒 父得以后宁 故老子曰 美好者不祥之气 其味 便却等邪 若仓公者 可谓尽之以 所引述赞 上持秘述 长桑所传 史后赵俭 知梦军天 严战国寺 失觉其焉 仓公赎罪 阳庆推贤 孝宴多壮 事据余篇 正义位大一尺五寸 近五寸 长二尺六寸 横尺 瘦水骨三 豆五身 其中长流骨二 豆 水一豆五身 小长大二寸半 近八分分之少半 长三丈二尺 瘦骨二 豆四身 水流 身三合合之大半 回长大四寸 近一寸半 长二丈二尺 瘦骨一豆 水七身半 广长大 八寸 近二寸半 长二尺八寸 瘦骨九身三合 八分合之一 故长位 樊长五丈八尺四寸 和瘦水骨八豆 七身六合 八分合之一 此长位 长短瘦水骨之数也 甘重四金四两 左三叶 右四叶 樊七叶 主藏魂 心重十二两 中有七孔 三毛 圣经之三合 主藏神 皮 重二金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三高半斤 主邪温五脏 主藏一锦 耗费 重三金三两 六叶两耳 凡八叶 主藏魂魄 甚有两枚 重一金一两 主藏至 胆在甘之短叶间 重 三两三珠 圣经之三合 位重二金十四两 鱼曲曲身 长二尺六寸 大一尺五寸 竟五 寸 圣骨二豆 水一豆五身 小长重二金十四两 长三丈二尺 广二寸半 竟八分分之 少半 回击十六曲 圣骨二豆四身 水六身 三合合之大半 大长重三金十二两 长二丈 一尺 广四寸 竟一寸半 当其 又回十六曲 圣骨一豆水 七身半 膀胀 膀胀虫九九两二珠 纵广九寸 胜逆九身九合 寇广二寸半 纯至尺长九分 尺以后至会燕 身三寸半 大 绒五五合也 蛇重十两 长七寸 广二寸半 燕门重十两 广二寸半 智味长一尺六寸 喉咙重十二两 广二寸 长一尺二寸九节 肛门重十二两 大八寸 近二寸太半 长二 尺八寸 瘦骨九身三合八分合之一 首三阳之脉 从首至头长五尺 五六合三丈 首三阴之脉 从首至胸中长三尺五寸 三六一丈八尺 五六三尺 合二丈一尺 足三阳之脉 从足至头长八尺 六八合四丈 八尺 足三阴之脉 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 六六三丈六尺 五六三尺 和三丈九尺 人 两足敲脉 从足至木长七尺五寸 二七一丈四尺 二五一尺 和一丈五尺 都任脉各长四 尺五寸 二四八尺 二五一尺 和九尺 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 此所谓十二金脉长短 知数也 寸口 脉之大会 首太阴之洞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 一吸脉行三寸 呼吸定席 脉行六寸 人一日一夜 凡一万三千五百席 脉行五十周余生 漏水下百克 阴卫行阳 二十五度 行阴二十五度 度位一周也 故五十度赴慧于首太阴 寸口者 五脏六腐之 所终使 故法于寸口也 肺气通于鼻 鼻和则之臭香矣 肝气通于目 目和则之白黑矣 脾气通于口 口和 则之骨位已 心气通于舌 舌和则之五位已 盛气通于耳 耳和则吻五音已 五脏不和 则九窍不通 六腐不和 则流位拥也 史记吴王必列传 吴王必者 高帝兄刘仲之子也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 立刘仲为代王 而匈奴公代 刘仲不能坚守 弃国王 奸行走洛阳 自归天子 天子为骨肉固 不忍制法 费以为何 杨侯 高帝十一年秋 淮南王因不返 东并经得 捷齐国兵 西渡淮 吉楚 高帝自江 王诸之 刘仲子配侯必年二十 有气力 以其将从破步 军齐西 会坠 不走 金王刘甲 为不所杀 吴后 上患吴 会积清汉 吴状王以田之 诸子少 乃力必于配 为吴王 王 三郡五十三成 以拜授应 高帝照 必向之 未曰 若壮有反向 心读悔 也以拜 应辅其辈 告曰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其弱邪 然天下同性为一家也 胜无反 必顿守曰 不敢 会校会 高后时 天下出定 郡国诸侯各物自辅寻其名 吴有欲张俊同山 必择招 至天下亡命者住前 主海水未严 已故吴父 国用富饶 孝文时 吴太子入见 得是皇太子尹伯 吴太子师父皆处人 清汉 又素骄 伯 真道 不恭 皇太子尹伯 局提吴太子 杀之 于是浅其丧归藏 至吴 吴王运约 天下同宗 死长安及藏长安 何必来藏位 父遣丧知长安藏 吴王由此烧师翻尘之礼 称病不朝 经师知其以子 故称病不朝 厌问时不病 诸吴时来 哲戏则致之 吴王恐 为谋滋审 即后使人为秋寝 上父则问吴时者 时者对曰 王时不病 汉系致时者数 被 以故遂称病 且夫 查见冤终于 不祥 今王使诈病 即绝 见则即 寓意弊 孔上诸之 既乃无聊 为上弃之 而语根使 于是天子 乃设吴时者归之 而赐吴王己障 老不朝 吴的是其罪 谋义一解 然其居国 以同言故 百姓无父 促见更 者语凭 假 遂时存问茂财 赏赐屡礼 托郡国利欲来捕王人者 送贡敬服语 如此者四十余年 以故能使其重 朝错位太子家令 得姓太子 术从容颜无过可消 术上书说孝文帝 文帝宽 不忍 法 以此无日一痕 即孝景帝即位 错位玉使大夫 说上曰 习高帝出定天下 昆帝 少 朱子若 大风同姓 故王涅子道会 王王其七十余臣 术帝元王王处四十余臣 兄子 毕王吾五十余臣 封三数孽 分天下半 今吾王前有太子之戏 乍称并不朝 于古法当 朱文帝夫人 因此几账 得志后 当改过自新 乃亦交易 吉山筑前 主海水未言 又天下亡人 谋作乱 今孝之亦反 不孝之亦反 孝之 其反即 或小 不孝 反持 或大 三年东 楚王朝 朝错因言楚王 勿往年为薄太后福 私间福舍 请诸之 赵舍 罚孝东海郡 应孝吾之玉章郡 惠姬郡 及前二年 赵王有罪 孝其和监郡 焦西王养 以迈绝有奸 萧其六线 汉庭成方 亦萧吾 吾王必恐 靴帝魔以 应以此发谋 欲举世 念诸侯 吾族 与记谋者 闻焦西王勇 好气 喜兵 朱祺接 但未 于是乃始终 代福应高 挑焦西王 吾文书 口 报约 吾王不孝 有素系之忧 不敢自外 始欲其欢心 王约 何以教之 高 约 经者主上心于奸 事于携臣 好小善 听禅贼 善便根律令 清夺诸侯之地 真 求资多 诸法良善 日以益胜 礼欲有之 是几米 无语焦西 知名诸侯也 依 实见察 恐不得安 四乙 吾王身有内病 不能朝寝 二十余年 常患见仪 无以自白 经 邪奸类族 有据不见事 窃文大王 以绝世有事 所闻诸侯靴的 罪不至此 此恐不得消 得而以 王约 然 有之 自将奈何 高曰 同恶相助 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 同欲相屈 同利相死 经吾王自以为 与大王同忧 原因时寻礼 弃驱以除患害于天下 异议可乎 王渠然害曰 寡人贺感如是 经主上虽疾 故有死耳 安得不待 高曰 遇使大夫朝措 迎获天子 倾夺诸侯 必中赛贤 朝廷即怨 诸侯皆有被叛之 亦 人事即已 会兴出 蝗虫竖起 此万事一时 而酬劳圣人之所以其也 故无王欲内 以朝措未讨 外随大王后车 访阳天下 所乡者将 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 大王臣 姓儿许之一言 则吴王律储王略含骨关 守银杨敖仓之夙 巨汉兵 至赐舍 须大王 大王有姓儿灵之 则天下可并 两主分割 不亦可忽 王曰 善 高归报吴王 吴王有孔其不语 乃生自卫史 史于焦西 面节之 焦西群臣或文王谋 建曰 臣一帝 致乐也 经大王与吴西乡 帝令是臣 两主 分针 患乃使节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十二 而为叛逆以忧太后 非常侧也 王福听 遂发始约其 资川 焦东 济南 济北 皆许诺 尔曰 陈阳景王有义 公诸吕 五 语 是定分之而 诸侯既新消伐 正恐 多愿朝措 即消无会机 御张俊书至 则无王先起兵 焦西 真月秉武朱 汉立两千十以下 焦东 资川 济南 楚 赵亦然 遂发兵息 其王后悔 隐要自杀 判约 继北王成坏未完 其郎中令 解守其王 不得发兵 焦西未取绿 焦东 资川 济南 共公为林资 赵王遂亦反 因使匈奴与联兵 七国之发也 吴王兮 其士族 下令国中约 寡人年六十二 生自江 扫子年十四 一位氏族仙 诸年上与寡人比 下与扫子等着 皆发 发二十余万人 南始明月 冬月 冬月亦发兵从 孝景第三年正月夹子 初起兵于广陵 西涉淮 因并处兵 发始以诸侯书约 五 王流必敬问焦西王 焦东王 资川王 济南王 赵王 楚王 淮南王 横山王 卢江王 故长沙王子 信教寡人 以汉有贼臣 无功天下 倾夺诸侯的 实力和细训制 以路 辱之为故 不以诸侯人军 礼欲流逝骨肉 决先帝功臣 敬任奸鬼 挂乱天下 欲为设计 陛下多病致师 不能省察 欲举兵诛之 锦文教 帝国虽辖 地方三千里 人虽少 精兵可惧五十万 寡人速逝南越三十余年 其王军皆不辞分 其促以随寡人 又可得三十余万 寡人虽不孝 愿以身从诸王 月之长沙者 英王子定长沙以北 西走蜀 汉中 告月 楚王 淮南三王 与寡人熄面 其诸王与赵王定河间 河内 或入陵境关 或雨 寡人会洛阳 燕王 赵王故与胡王有约 燕王北定带 云中 团湖众入硝关 走长安 匡正天子 以安高庙 元王免之 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 或不沐喜十余年 愿入骨髓 与 亦有所出之久矣 寡人未得诸王之意 未敢听 经诸王苟能存亡计绝 正若伐报 以安 流逝 设计之所缘也 毕国虽平 寡人节衣食致用 积金钱 修兵阁 聚古时 夜以计 日 三十余年以 凡为此 原诸王免用之 能斩补大将者 四斤五千斤 封万户 列将 三千斤 封五千户 皮将 二千斤 封两千户 两千十 千斤 封千户 千十 五百 金 封五百户 皆为列侯 其以君若成义将者 醋万人 亦万户 如得大将 人户五千 如得列将 人户三千 如得皮将 人户千 如得两千十 其小力皆以 差次受绝金 驼 封次皆被军法 其有故绝义者 更亦勿因 原诸王明已令 世代夫 福感七也 寡人 经前 在天下者 亡亡而有 非必取于无 诸王日夜 用之福能尽 有当次者 告寡人 寡人且 亡仪 知 静义文 七国 返书文天子 天子乃前 太位 调侯 周雅夫 将三十六 将军 往及无处 前驱 周侯力 寄及赵 将军 阮不及其 大将军 窦英屯 盈阳 兼其赵兵 无处返书文 兵未发 窦英未行 严固无相 袁岸 岸时家居 照照入见 上方与朝 错调兵 军时 尚问袁岸曰 军常为无相 知无臣田路 薄为人呼 经无处返 于公和 如 对曰 不足优也 经破矣 上曰 吾王吉山筑前 主海水未言 又天下豪 劫 白头举事 若此 其既不百权 其发乎 何以言其 吾能为也 原昂对曰 吾有 同言力则有之 安得豪杰而又之 成令吾的豪杰 亦且福王未亦 不反义 无所有皆无 赖子弟 亡命住前奸人 故乡律已反 朝错曰 原昂策之善 尚问曰 既安出 昂对曰 原平左右 尚平人 独错在 昂曰 臣所言 人臣不得知也 乃 平错 错区必东乡 恨甚 尚促问昂 昂对曰 吾储相遗书 曰 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 得 金贼臣朝错 善事过诸侯 消夺之地 故意反卫民 西贡诸朝错 复顾帝而罢 方 经济独展朝错 八十社 吾储七国 复其顾靴的 则兵可无 血刃而拒罢 于是上黑燃粮 九 曰 故臣何如 吾不爱一人 以谢天下 昂曰 臣于既无出此 原上熟继之 乃拜昂位太长 吾王弟子得侯位宗正 昂庄至行 后十余日 上始终未召错 待宰行 东室 错医朝医展东室 则遣原昂奉宗庙 宗正府亲戚 始告吾如昂策 智吾 吾储兵 以公粮必以 宗正已亲故 先入见 欲吾王始拜受赵 吾王文元昂来 一知其欲说己 孝儿应曰 我已为东帝 上赫谁拜 不肯见昂而流之君中 欲结始将 昂不肯 始 人为首 且杀之 昂的夜出 不亡去 走梁军 遂归报 条侯将成六圣传 会兵迎阳 至洛阳 见巨梦 喜曰 七国返 无成传至此 不 自义权 又以为诸侯已得巨梦 巨梦今无动 无巨银阳 以东无族忧者 至怀阳 问 副将侯顾客邓都未曰 策安出 客曰 无兵瑞胜 难与针锋 处兵清 不能久 方经卫将军记 莫若引兵东北壁昌义 以良为吾 吾必敬瑞功之 将军申勾高磊 使清 兵绝怀四口 塞无想道 彼无良相避而良使节 乃以全强制其霸击 破无必以 调侯 曰 善 从其侧 遂兼必昌一难 清兵绝无想道 吾王之初发也 吾臣田路伯为大将军 田路伯曰 兵屯聚而息 吾陀其道 难以 旧宫 成员的五万人 别寻将怀而上 收怀难 长沙 入五官 与大王会 此意义其也 吾王太子建曰 王以反魏明 此兵难以吉人 吉人义且反王 奈何 且善兵而别 多陀利害 未可知也 图自顺而 吾王即不许田路伯 吾少将还将军说 王曰 吾多步兵 步兵力险 汉多车骑 车骑力平地 冤大王所 过程亦不下 执气去 及西巨洛阳武库 石敖仓塑 祖山河之险 以令诸侯 虽无入关 天下故已定义 即大王徐行 留下诚意 汉军车旗帜 持入两储之交 事败已 吾王 问朱老将 老将曰 此少年推风之 即可耳 安之大律乎 于是王不用还将军纪 吾王专并将骑兵 魏杜怀 朱宾克接的魏将 校尉 后 司马 独周秋不得用 周 秋者 下批人 王命无 孤久无行 吾王必薄之 福任 周秋上夜 说王曰 臣已无 能 不得待罪行间 臣非敢求有所将 原的王一汉杰 必有以报王 王乃于之 周秋 的杰 夜池入下批 下批时文无反 皆承手 至传舍 赵令 令入户 使从者以罪斩令 遂赵昆帝所善豪力告曰 无反兵且致 致 图下批不过时请 今仙下 家事必完 能者封侯已 出乃相告 下批皆下 周秋一夜的三万人 使人报吾王 遂将其兵北掠 臣已 彼至尘阳 兵十余万 破尘阳中卫军 文吾王败走 自度吾语 共成功 即引兵归 下批 未至 居发被死 二月中 吾王兵即破 败走 于是天子至赵将军曰 盖文为善者 天报之以福 为妃者 天报之以央 高皇帝清表功德 建立诸侯 幽王 道会王绝无后 孝文皇帝哀 连家会 王幽王子遂 道会王子养等 令奉其先望宗庙 为汉翻国 得配天地 明并日 月 吾王必备得反义 又受天下亡命罪人 乱天下弊 称并不朝二十余年 有私数请弊 罪 孝文皇帝宽之 欲其改行为善 今乃于楚王物 赵王岁 焦西王阳 济南王辟光 资川王贤 焦东王雄取曰 从返 为逆无道 起兵以为宗庙 贼杀大臣及汉使者 破结万 明 妖杀无罪 烧残明家 绝其秋种 甚未暴虐 今仰等又重逆无道 烧宗庙 鲁玉物 震慎痛之 震肃伏必正殿 将军其劝士代付及返鲁 及返鲁者 深入多杀魏公 斩首 不鲁比三百十以上者皆杀之 无有所致 敢有意照及不如照者 皆要斩 初 吴王之杜怀 与楚王岁西拜及弊 臣盛前 瑞盛 梁孝王孔 前六将军及吴 又拜梁两将 士族皆海走梁 梁树使使报调侯求救 调侯不许 又使使恶调侯于上 上 使人告调侯救梁 副首便宜不行 梁使寒安国及处死 是相帝张与魏将军 乃得颇败无兵 无兵欲息 梁臣守奸 不敢息 急走调侯军 会下意 欲战 调侯壁 不肯战 无良 绝 醋姬 树条战 岁叶 调侯壁 京东南 调侯使被西北 果从西北入 无大败 是 醋多姬死 乃叛散 于是吴王乃与其挥下 壮士数千人夜王去 渡江走单途 保冬月 冬 阅兵可万余人 乃使人收巨王簇 汉使人以利诞冬月 冬月即待吴王 吴王出劳军 即 使人冲杀吴王 盛其头 持传以闻 吴王自紫华 子居王走明月 吴王之气其君王也 君遂溃 往往烧将太位 梁君 储王勿军败 自杀 三王之为其林姿也 三月不能下 汉兵至 郊西 郊东 姿川王各引兵归 郊西王 乃坦县 习 银水 谢太后 王太子得约 汉兵远 成官之以罢 可惜 元收大王 于兵吉之 吉之不慎 乃逃入海 未晚也 王曰 吴氏族皆以怀 不可发用 福 听 汉将功高侯颓当 以王书曰 奉赵诸不义 将者设其罪 复顾 不将者灭之 王何 处 须以从事 王肉坦寇投汉军臂 叶曰 陈阳奉法不谨 惊害百姓 乃苦将军远 道至于穷国 敢请租海之罪 公高侯执金谷建之 曰 王苦君事 原文王发兵状 王顿首席行对曰 经者 朝措天子用事成 便跟高皇帝法令 清夺诸侯帝 养等义 为不义 恐其败乱天下 欺国发兵 且以诸措 经文措以诸 养等尽以罢兵归 将军 曰 王狗以措不善 何不以文 为有赵虎福 善发兵及义国 以此观之 亦非欲诸措 也 乃出赵书为王读之 读之器 曰 王其自图 王曰 如仰等死有余罪 遂自杀 太后 太子皆死 焦东 资川 济南王皆死 国除 那余汉 立将军为赵十月 而下之 赵王自杀 既被王以劫故 得不诸 喜王资川 初 吴王受返 并将除兵 连其赵 真月起兵 三月皆破 独赵后下 复制元王少 子平路侯李 未除王 许元王后 喜汝南王 非王无故地 未将都望 太史公曰 吴王之王 由赴沈也 能搏赴脸 使其众 以善山海力 密乱之盟 自 其子心 真迹发难 促亡其本 清月谋宗 竟以遗允 朝措为国远律 或反净身 冤昂 全说 出宠后辱 故古这诸侯的 不过百里 山海不以风 无亲遗敌 以书其属 盖 未无邪 无畏全守 反受其旧 其昂 错邪 所引述赞 无处清汉 王必备得 赴英彩山 姓陈提局 交金二至 连结七国 英命使监 错诸未塞 天之毁祸 促取奔贝 云 要遗ピー 非码 人渺 救活 振 ,